何家的生意主要是在胡商聚居的西市 专营外来的珠宝和香料 但人却住在东市附近的轩平坊 轩平坊及周围的几个坊 都是达官显贵们聚居的地方 在这里虽说房价地价要高许多 而且贵人府邸多 不方便扩展房设 还可能随时遇到出行的达官显贵 不得不回避行李 很是麻烦 但很多富商却还是愿意住在这里 特别是自前几年 西市附近的金城方富家被胡人劫掠后 许多富商便钻头密缝地在这边买房买地 为的就是图个安稳 毕竟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谁也不愿意拿去冒风险 钱没了还能再赚 经了家人却是大事 谁没个老老小小的 牡丹一行人即将行至升平方的方门时 不期然地迎面来了一大群衣着华丽的人 有男有女 有骑马的 也有步行的 簇拥这一程华丽的白糖锤纱八人坚鱼 浩浩荡荡地过来 行人见智 莫不下车下马 避让一旁 能够成八人坚鱼的女子 最起码也是二品以上的外命妇 牡丹跟着岑夫人一道下了坚鱼 避让一旁 偷眼望去 却见监鱼中 斜靠着一位穿蜜合色起螺金泥长裙 披欠色薄纱披袍 画额眉 贴金色花垫 高际 插凤凰双铁金步窑 风润如玉 年约十七八 大富便便 神色柔和的年轻女子 明显是一位即将生产的贵妇人 牡丹想不出 除了皇亲贵妻以外 哪里还有这么年轻 品级又如此高的外命妇 果然带这群人过去后 薛氏方羡慕得道 这是宁王妃 比起上个月来看着 就似乎风雨了许多 怕是要生了 若是生了世子 只怕是荣宠更胜了 边说边遗憾地看了牡丹一眼 微微叹了口气 牡丹听薛氏的口气 是经常见到这些贵妇人的 而且对他们还很熟悉的样子 不单理解薛氏的这份羡慕和遗憾 从何而来 作为商人妇 永远都只有给人让路行礼的份 想要得到这份尊荣 若是只靠何大郎 只怕是这一生都没有希望了 除非他儿子孙子辈 有了功名还差不多 至于自己 何家千方百计给了他这个机会 如今却被牡丹一手终结了 和离后 牡丹便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商家女 见了这些人 不管风里雨里 都要下马下车行礼避让 虽是有点烦 但牡丹很快就没了感觉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规则 就算是尊贵如这位宁王妃 她头上也有比她更尊贵的人 她见了一样要下车行礼避让 有什么了不起 牡丹笑嘻嘻地扶着岑夫人 重新上了监狱 没心没肺的同薛侍道 大嫂 我看今日似乎有雨呢 也不知道爹和大哥会不会被雨淋 这雨一时之间落不下来 像是不会 薛侍见牡丹没心没肺的样子 微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没有经过风雨 自小被骄养的女孩子 只凭一口气便不接受赔礼道歉 从而恩断义绝 哪里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 纵然甲子丰厚 人才出众 和离之后又哪里去寻刘家这样的家事 刘畅这样风貌的夫君 也不知道他日后会不会把肠子都回清了 薛侍的想法也只是想法而已 表面上是不敢露出半点来的 家里人口众多 公公说一不二 婆婆强势精明 何大郎的性情直爽暴躁 下面的小书轴里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侄儿侄女儿 个个调皮捣蛋 他这个长嫂长媳大伯母 做得极其辛苦 今日牡丹归家 他若是不将牡丹的住处安置好 势必要得罪公婆和大郎 若是安置好了 又要得罪轴里侄女们 真是为难死他了 牡丹也知道 自己突然归家 会给大家带来许多不便和为难 便拉着岑夫人的袖子轻声道 娘 我记得您院子后面 有个三间的小狼屋是空着的 您要不嫌女儿闹您 让我住在那里去陪您如何 岑夫人也在头痛牡丹的住宿之处 按说牡丹回到家中 就是孙女儿们的长辈 只有孙女儿们让姑姑的 就没有姑姑让孙女儿们的 但是人心隔肚皮 这家里人口一多 心思难免就复杂 哪怕就是一句话 经过三个人相传 到第四个人的耳朵里 只怕已经完全变了位 像牡丹这样 突然合离归家 而且要在家中常住下去 前途渺茫 短时间还好 时间一长 难免会被人嫌弃多余 被人猜疑 这时候 当家人处理事情的分损和方法 就极其重要 既不能委屈了女儿 让女儿伤心失忆 觉得自己孤苦无意 又不能让家里的儿媳 心生嫉妒 觉得自己偏爱女儿 寒了心 从而导致孤嫂不和 甚至兄妹不和 全家不和 乍听得牡丹这样一说 岑夫人心里 就明白了牡丹的意思 还有什么 能比牡丹懂事的 主动退让更好的呢 岑夫人虽然不愿意女儿 去住后院的三间 阴暗狭窄的狼屋 但一时之间 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便挽了牡丹的手 委屈你了 带你爹爹回家 我再和他商量一下 另外再买个大田的宅子 审得家里的孩子们 都挤在一块 大家都不舒坦 前些日子 我们就已经打听了 但没有合适的 怀德坊那边 有个半大的院子 倒是不错 就挨着西市 做生意也方便 可是谁也不愿意搬出去 不然也没这么急 这是好事 说明哥嫂们 都舍不得爹娘 小孩子们一处长大 感情也好 也有伴 唉 二大不由娘啊 咱们家的钱 就是花上三辈子也够了 我和你爹 只希望大家都和睦平安 就死也瞑目了 什么死呀活的 你们还没想着我的福呢 前些年 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说大娘 你现在 怎么和娘这么客气了 总说什么添麻烦之类的话 也不嫌深述的话 我这不是懂事了吗 你从来就挺懂事的 那个时候 才两三岁 病了 躺在我怀里 什么都吃不下 还是夏天呢 就想吃梨 市面上都没得卖 你爹爹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给你弄了一个来 才削了皮 还没味进嘴里去 你六哥 就大哭着冲进来 说是也要吃 你那么小 不声不响的 就递了一大半给他 还哄他莫哭 走那以后 谁也不敢说你不好 你还记得吗 那么久远的事情 女儿记不清了 就光记得爹和娘 哥哥他们 都待我极好 你呀 就光记着旁人的好 陈夫人说的 这河六郎 实际上是 河志忠的妖儿 不是他生的 是河志忠 从扬州带回来的 美妾生的 那时候母子 正是得意的时候 兄妹两人年龄 相差了两岁 一个生龙活虎的 一个却是 成日里病痒痒的 看着就不是 一般的欧人 幸亏和志忠疼儿子 也疼女儿 但他生性好强 就见不得别人 说自己的儿女 一句不好 看到旁人的儿子 生龙活虎 陈夫人自己的女儿 病痒痒的 心里就格外难受 但是牡丹 却从来安静乖巧 不是病到特别严重 基本不会哭闹 在那次时间中 牡丹小小年纪 又是病重 如此懂事舍得 相比那不懂事 胡闹的六郎 道教合之忠 自心疼之忠 又更添了几分喜爱 硬生生 把妖儿子 给比了下去 诸如此类的事情 还有很多 所以说 牡丹 有父母兄长的宠爱 并不是平白就来的 牡丹静静依偎着 陈夫人 听她讲 和牡丹小时候的事情 心里特别替她 和和之忠难过 假如他们知道 他们视若珍宝的 那个女儿 已经不在了 被活生生的气死了 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 只怕是肝肠寸断吧 牡丹紧紧挽住 陈夫人的手 没关系 她会替牡丹 好好地活下去 好好孝敬他们 还未到和家门口 和家的几个儿媳妇 和年龄 已经大了些的孩子们 就得了信迎出来 一群女人和孩子 把陈夫人 薛氏 牡丹 围在中间 簇拥着 往屋里去 七嘴八舌的 问东问西 又是咒骂 又是愤恨 又是出主意的 好不热闹 不多时 就引得周围的邻居侧目 牡丹 牡丹被吵得头晕 回答谁的问话都不是 只能是低头微笑 层愤淡淡的 并不多语 薛氏 却是温言细语的道 先进屋再说吧 和当时的许多人家一样 何家住的是典型的四合社 大门朝西 两旁两排雾社 进门一个亭子 然后是中堂 中门 后院 正寝 四处有廊屋 再延伸出 若干个小四合院子去 后院古树参天 假山流水 花木浮书 纵然比不上刘家 精致富贵大气 却自有其舒适自在热闹处 进了中堂后 二郎媳妇白侍 令婢女端上堂落樱桃 并茶水 一家子围着层分和牡丹 吵吵嚷嚷地说起闲话来 从冰冷冷的刘家出来 骤然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得到了亲人无私的关怀和爱护 牡丹心中是极其高兴的 但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一堆脑袋 闻着六个嫂嫂和十几个侄儿侄女身上 各式各样的香味 听着大人孩子们唧唧喳喳的吵嚷声 她控制不住地生出一丝恐惧来 这么多的人 她能和他们相处好吗 那句话说得好啊 远相尽臭 何况这姑嫂之间自古以来能相处得好的 本就不多 不怪牡丹担忧 虽然何志忠和岑夫人持家有方 不拘敌数 一视同仁 公正言明 男人们在何志忠的统一指挥下 早出晚归 各司其职 规规矩矩地做事 养家糊口 谁也偷不得来 女人们在岑夫人的管制下 老老实实地相夫教子 操持家务 先来交流衣着打扮 化妆美容 一到逛逛街 踏踏青 参加一下富商们自己组织的豪宴 或者打打马球什么的 悠闲自在 故而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个宅子里 虽然个人小心思不少 也有磕磕碰碰 吵吵闹闹 却是没什么大矛盾 相处的还算和睦 但河家的人口实在太过复杂 牡丹六个哥哥 大狼二狼四狼五狼 都是陈夫人生的 而三狼却是陈夫人的陪嫁婢女 吴氏生的 六狼则是扬州来的美妾 杨氏生的 大狼娶妻薛氏 子女各二人 二狼娶妻白氏 三子一女 三狼娶妻真氏 二女一子 四狼娶妻李氏 只有一女 五子 五狼娶妻张氏 有子女一双 六狼娶妻孙氏 才成亲一年多 还没孩子 算上和志忠夫妇 和和志忠那两个妾 大大小小 三十来号人 我和他亲 他有和他好 各种关系复杂得很 还不必说各方伺候的下人 饶氏再小心 也避免不了矛盾纠纷 再亲的人 多闹上几次矛盾 也会伤感情 牡丹 若是原来的和牡丹 兴许一些细微处 不会注意到 也不会去注意 但他 已经不是原来的和牡丹 心思感受却又不同 感受亲情关怀的时候 没那么理直气壮 受委屈误会的时候 也没那么淡然无所谓 世事总难免 多加小心 友谊讨好 就生怕自己 给别人带来不便和不愉快 印象中的个人 都各有各的脾气 大奸大恶之人没有 聪明之人不少 比如说 同为一母同胞的大狼 二狼 四狼 五狼 关系明显要紧密些 其中大狼和二狼年龄相仿 比较谈得来 四狼和五狼爱结伴 一起去办事 同为数出的三狼和六狼之间 有着某种默契 却又彼此不太亲密 三狼爱讨好大狼和二狼 六狼却爱跟着和之中跑 但这只是男人之间的关系 几个媳妇之间就更复杂 嫡出的几个媳妇间 大嫂薛氏和二嫂白氏年长 进门最早 关系也最好 相对稳重大方 比较让得人 而其他几个弟媳都出得比较好 三嫂真是嘴碎 爱河话特别少 性情温和的五嫂张氏一起 做针线活 拉家常 同时背地里还偷偷拉拢六嫂孙氏 方便统一述出战线 却和四嫂李氏关系不好 可是年轻的孙氏和美貌爱翘的李氏 却又喜欢在一起逛街 至于小孩子们之间 总体来说都是快活的 没有厚此薄彼的问题 吃大锅饭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没得话说 没得比较 要说有什么区别 就是听话和不听话 聪明和不聪明 勤奋不勤奋的区别 牡丹默默过滤着这些信息 拿出十倍的精神 来应对大家的关心和询问 尽量不放过周围人 不经意间的反应和表情 趁着众人不注意 薛氏拉了白氏 在一旁敲声商量 牡丹的住处 丹娘这一回来 必要做好 成绩和咱们住的打算 她原来住的院子 现在是三郎家的惠娘和云娘 四郎家的丙娘住着的 小他们班 虽然不会说什么 但肯定是不乐意的 只怕还会有想法 我思来想去 只有咱们两家的三个闺女 年龄大一些 懂事一些 咱们让三个孩子集集 替他们姑姑 蹬个地方出来 你看如何 我是没意见 左右我的婉娘还小 让她跟在我院子里住两年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是婴娘和荣娘 年龄已大 却是不方便和你们挤了 你又打算怎么安置他们 不然 我看 也别那么讲究了 就让她姑姑和孩子们挤挤就好了 薛氏暗存 那院子三个人住 虽然挤 却还勉强可以住下 牡丹若是搬进去 却是再也塞不下了 三个孩子中便要出来一个 虽然婉娘年龄小 还可以勉强和父母挤挤 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讲 却是不能只叫二郎家的搬 自己是大嫂 又是两个女儿 得从自家人下手 才能扶重 至于白氏 肯不肯主动 让婉娘搬出来 那又是她自己的人情 当下便当 哎哟 哪儿挤得下四个人呢 她姑姑东西多 就遇到这种事情 相发本来就多 就她就还这么急 只怕会难受 算了 我就会容娘商量 让她搬出去和我们集结 过两年 婴娘出嫁 也就好了 搬出来容易 搬进去难 白氏听薛氏这样说 却又不提先前那个 让婉娘搬出来的话了 只笑道 婴娘出嫁 如儿他们又该成亲了 你说的这个法子 只标不至本 我看 还是先将就挤挤 然后和爹娘商量 买个大宅子吧 眼瞅着 真是住不下了 薛氏有些失望 白氏顾左右而言他 便是不肯让婉娘搬出来了 毕竟懂事了的女儿和父母 住在一起 多有不便 便叹叹道 哎 卖宅子 那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现在 先得把这事办圆了才行 那就这样吧 我就让容娘搬出来 也照顾着他们清扫一下屋子 稍后东西送回来 帮着安置一下 我去准备晚饭 白氏一把拉住他的袖子 快速扫了众人一眼 压低声音道 不然 就让他们两家搬 或者 让丹娘和惠娘他们住 那院子 本来就是他原来住惯的 也要大一些 薛氏摇摇头 哎 两家都是话多的 三婶怕说出 述出孙女儿没地位 四婶怕说欺负她没儿子 何必多少些话来说 实在不行 明日就请人来看看 看什么地方适合动土 另外几几间屋子来 年底怎么也盖好了 我记得娘的后院 有三间狼屋 让人收拾一下 更清静自在呢 总归和志中 和陈夫人年龄已经大了 和志中 另外又有两房妾 邪处多 不像他们年轻夫妻 那么多避讳 不方便的地方 薛氏沉默不语 事实如此 那又如何 借她十个胆子 她也不敢开这个口啊 但娘 你去和娘一起去吧 其他地方都住不下你 她若是开了这个口 只怕和大郎 第一个就不饶她 公婆也会对她有看法 白氏见薛氏不说话 举起裙带 在手指上绕着玩 最终长叹一口气的 唉 罢了 但娘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也疼她 让婉娘搬出来和我挤 然后赶紧修房子吧 说完也不问薛氏的意思 就上前笑道 娘 我刚才和大嫂商量过了 让婉娘搬出来和我住 妹妹搬去和婴娘荣娘挤一挤 您看如何 既然自己做了牺牲 便要把这说在名处才是 牡丹早就注意到 薛氏和白氏在一旁巧声商讨 虽然猜着一定是商量自己的住处 但自己如今算是客人 嫂嫂还被开口总不好主动去说自己要住哪里 现在听到提起这个事 正要开口 将先前同陈夫人商量的话说出来 就被陈夫人一把按住了手 示意她先别说话 只管听着就是 牡丹无奈 只好睁大眼睛乖乖地听着 却听白氏的话音才落 真是的脸上就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来 笑道 还是大嫂和二嫂想的周全 不声不响的 就把事情给安置好了 就你们会讨好人 李氏脸上淡淡地 直接开口道 四郎经常不在家 让瑞娘先搬去和我住 将她的屋子收拾收拾 正好给她姑姑住 张氏的女儿还小 本就和她住在一处 而孙氏还未生孩子 自然也和这事无关 便都含笑听着 并不多话 几个嫂嫂都等着牡丹表态 牡丹无措地看着陈夫人 陈夫人慢吞吞地喝了一口茶 方道 不用忙乱 孩子们该住什么地方 还住什么地方 刚才在来的路上 大娘就和我说过了 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大婶去把我后院的三间狼屋 收拾出来 让她去住那里 于是除了张氏和孙氏之外的人 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珍氏幸灾乐祸地笑 笑白氏和李氏讨好公婆小姑落的空 白氏和李氏举都无所谓 最少他们表现出自己欢迎牡丹回家 关心牡丹 大方不计较个人得失 陈夫人自然知道他们的好处 不会亏待他们 将来说起 在牡丹头上也是有人情的 薛氏考虑的 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娘 您那屋子里的东西 搬到哪间屋子里去合适啊 她这话一说 轴里几个心里又各有计较 那三间屋子并不是完全空着 里面收着陈夫人这些年来存下的私房 牡丹的嫁妆虽然丰厚 可那是属于牡丹的 没人去打主意 可陈夫人的私房就不一样了 树出的没有份 却也可以想想 敌出的则完全能分享 但谁都知道 陈夫人偏爱牡丹 二人的东西若是夹杂着放在一起 将来陈夫人偏心说 那本来就是牡丹的 那大家也只能干瞪眼 连说道理都说不出个一二来 陈夫人早有打算 要叫牡丹长长久久 安心心的在家里铸扎下来 这些钱财上的事情就必须扯得清楚 不给人留下画饼 他也不想将来牡丹从自家房里拿点东西出来 都会被人说是夺了嫂嫂和侄女的 是啊 但娘的东西多 得给她腾地方放 我记得咱们家的仓库后面 有两间空置的后照房 把我的东西全都搬出来 放到那里去 再是个人去和你爹说 从留下搬回来的东西 不要紧的和大件的 家里放不下 另外在咱们家铺子里 寻个合适的库房放进去 着装人看好了 但娘 你那些东西就是另外一套家的 家里都有 除了贵重细软和日常得用的 就别拿回来了 审得屋子里挤 得那边放置妥当了 让你爹把钥匙和单子给你 需要的时候再让人去取 你看如何 但凭母亲安排 梅与陈夫人多相处上些时候 牡丹对陈夫人的敬佩就更上一层 陈夫人如此安排 再是妥当不过 等于把她的财产和和家的财产 完全分开了 将来牡丹搬出去的时候 只需要从那三间狼屋里 抬走自家的香笼便是 其他家具等物完全不必动 清楚明白 还轻松自在 大家都没的话可说 陈夫人见牡丹点了头 便指派珍氏和李氏 这两个冤在对头 去盯着人搬自己的香笼 去找薛氏去安排牡丹要用的床榻 桌椅 蔓杖等物 至于白氏 则被指派去安排晚饭 把孩子们赶出去 单留了张氏和孙氏 在屋里陪牡丹说话 傍晚时分 外间一阵躁动 却是何志忠和何大郎 带着一群人浩浩荡荡地 将牡丹陪嫁的二十多盆牡丹花 抬进了后院 纷乱一些 何志忠方遣了众人离开 只留下陈夫人 牡丹 林妈妈 雨河等四人在屋里 仔细询问起 刘家的情况来 牡丹平平静静地 将事情的详细经过 说了一遍 只除了暧昧的关键地方 含糊略过 留给陈夫人过后 自去补充 何志忠路上 已经听林妈妈和雨河说过一些 此时不过是确认罢了 事情的大概已经完全清楚 谁是谁非 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 还有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 尽数有了数 到了他这个年纪 已经没了何大郎那种 一点就着的炮涨脾气 他愿意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事情的解决之道上 此刻何志忠 舔着大大的肚子 背着手 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 摸着已经花白的头发 直叹气 牡丹和陈夫人走得爽快 他却是和刘成才 刘畅磨了一整天 刘家父子出去转了一圈 在回来后 已经冷静下来 态度已先前大不相同 刘成才好话说尽 刘畅端茶向他赔罪 父子俩一口同声地说 牡丹要是想回娘家住些时候 就多住些时候 等他消了气 还让刘畅给赔礼道歉 风风光光地把他接回来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怎能轻易就了了 何志忠自然是不同意的 拿出架势 要与刘家商量和离的事情 刘家父子便纷纷找了借口 来个避而不见 憋到傍晚 不能不归家 牡丹的东西是大多数都搬回来了 他和大狼却是憋了一肚子的气和水 牡丹自流畅对着自己威胁之后 便知这事不可能一番风顺 就是现代 离婚也是个技术活和体力活 涉及到财产纠纷就更是考验人 又和论着古代 所以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也不觉得有多失望 便安慰何之中道 爹爹莫及 只要不在他们家吃苦受气 女儿就不怕和他好 但只是为这女儿的缘故 给爹娘兄长添了许多麻烦 还白白便宜他家 占了爹娘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休要多想 那钱既然是为了你花出去的 那便是你嫁妆的一部分 就算是将来要回来 那也是你的 爹娘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你若是不好 那便失去了意义 安安心心地候着 我和你哥哥们 商量后自会妥当安置好 正说着 下人来报 李家表公子来了 何之中忙叫快请 牡丹正要谢李行 便道 爹爹 这事多亏表哥帮忙 昨日也亏得他 替我出气抱不平 我要亲自谢谢他 是该好生谢谢他才是 留他吃晚饭 你们父子几个 好好陪他喝一种 改日 就备了礼 登蒙去谢 何之中硬了 叫人去把大郎叫来 少请李行亲自提了大石盒进来 看见众人 先就笑眯眯地团团作一行礼 然后把石盒交给薛氏 大表嫂 这是姑父最爱吃的锤饼 是宫里尚识局的造锤子手做的 极味脆美不可名状 快快分了大家吃 不过你那铺子的生意那般好 原来伙计都是和你学的 东西实在是好 自签反倒是做做了 何大郎上下打量他一眼 指着他的葡萄脚笑 哎哟 还玩出花样来了 牡丹看过来 只见李幸今日穿着的黑纱葡萄 不但是石下最流行的高头金子 葡萄脚与众不同 旁人多是垂在脑后 偏塌的对折翘了起来 果然标心立意 再配着他那一身鲜亮的 绿色丝质缺胯袍 洋洋自得的样子 俨然就是以古代时的时髦青年 李幸也不扭捏 大大方方地转过去 给何家几个半大小子们看 你们赶紧跟我学 过不得几日就要跟着石星起来了 何家几个半大小子果然跃跃欲试 笑闹着忽扯对方的葡萄脚丸 何之中沉着脸道 你们谁有你表叔的本事 我许他怎么折都可以 就算是折出一朵花来也是可以的 一句话便成功地将一群小孙子们制住 个人垂着手悄悄退了出去 我听说丹娘回了家 放心不下 特意过来看看 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还请姑父姑母不要客气 牡丹上前身诗一礼 多谢表哥元首 就牡丹于水深火热之中 能够出来就是好的 自家人不说那些客气话 你精神还不错 刚才我听说那畜生动了手 还担心你吃了大亏 心情好 再疼也不疼 你想得开就好 在这事了了之后 该忘的便都忘了吧 牡丹笑着硬了 何之中在一旁摸着胡子 思索片刻道 嗯 行之 我还真有事要和你商量 你随我来 大郎也来 李姓对何之中这个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的远房姑父 向来极其尊敬 当下便收了嬉笑之色 一本正经的锤手 跟着何之中父子 去了书房 几人刚落了座 何二郎也回来了 何之中道 我想着 丹娘这件事 怕是不能善后了 她家是男子 已经有了儿女 在好上几年 还是一样的娇妻美妾 丹娘却不同 一拖 青春就不在了 再拖 这辈子就完了 钱财这个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没了也能再赚 为了她的未来着想 我看不如这样 过几日我们去寻刘成才 把那张纸和那笔钱 去换了丹娘的自由 你们 一下如何 何大郎不干 那丹娘岂不是白白吃了这个亏 这是气杀人也 何之中叹道 为了一口气 要赔上丹娘几年的青春 甚至是一辈子 不值得 自古不予官斗 如今是刘家里亏 我们稍稍让人步 他家也没有可以说的 又何必一次将他家得罪狠了 将来明里暗里给咱家下半子 何二郎 忘声忘气的道 爹爹说的虽然有理 但当初干的本就是火中取栗的事 不结仇的也已经结下了 刘家小儿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 就算是咱们让步 他也会恨母丹一辈子 一有机会 就会报复咱们的 刘成才和他的妻儿不同 更谈吐享乐 不然 当初他也不会不顾儿子的意愿 答应我们家 毫无风险 轻轻松松得到一大笔钱 还可以另外取个 门当户对的儿媳 盘上另一门高亲 对他来说 是最划算不过的事 他是不会放过的 我再另寻个机会 寻个合适的人做中人 让两家的脸面都过得去 他的目的达到 便不会再追究 只要他点了头 刘畅不肯也得肯 其实也翻不出大浪来 何大浪气得不行 一拳垂在脊子上 怒道 真花囊 何二郎 只是不赞同地摇头 不可能是这样轻易算了他 以后麻烦还有的是 除非这个中人 是个地位远远高于刘成采的 还差不多 而且他当面答应了 背里下黑手 又怎么办 何至忠拧没道 那又能如何 走一步算一步 真把我逼急了 兔子也会咬人 兴致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记得 西年洛阳父户 王宇之 向圣上进献 波斯藻和金金盘 又进献 捐布三万段 充作君资 圣上招剑 欲口允了他两件事 第一件 是赐了他一个 从六品凤一郎 第二件 便是他申诉 左龙武大将军 张桓之子 向他借贷一万贯钱 不肯归还 于是张将军 不但被勒令还钱 还被贬值 这件事情轰动一时 王宇之 大放敬献的同时 还大胆向皇帝夸父 说是自己 就算在中南山的 每棵树上挂满卷 他家里也还有剩余 但是去中南山挂卷 做什么呢 还不如献给本朝军事 尽一份博力 皇帝是个心胸宽大的 不但没有说 朕富有四海 你还敢在朕面前来夸富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也没有因为人家有钱 就产生了仇富心理 算计着要怎样怎样 反而龙言大悦 倒是天下如此富足 自己果然盛名 百官果然都是干实事的 政卿民富 百姓知荣之耻 于是除了为王与之 解决了那两件事 另外还有赏赐 理性的意思 倒不是要何家 去天子面前夸父 敬献财富 毕竟何家虽然有钱 却还远远不能与王与之相比 但王与之竟现稀奇之物 将自己的冤情 直接上达天厅这条途径 却是不错的 何二郎为难道 但金金盘那样贵筑难遇的东西 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 若果真要如此 便要早些和胡杀们打招呼 或许还能受到些好宝贝 何大郎冷笑 用得着如此烦恼复杂 他家若真是如此不知好歹 我便去瞧灯文谷 与他拼个鱼丝网破 何志忠淡淡一笑 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我一决 暂且就先这样 过两日 你们哥俩先陪我去寻刘成彩 天色渐暗 外间传来一阵闷雷声响 风卷杂着潮湿的雨翼 透过窗户门缝侵袭进来 将悬在梁上的 镂空百花镀金银香囊 吹得旋转起来 下吹得五彩丝落 更是在空中 划出道道彩湖 清新的梅香味四散开来 屋子里的闷热顿时散尽 李信起身推窗 探头看了看头顶尘厚的乌云 再看看远处泛白的天际 道 今夜有暴雨 何志忠道 趁着雨还未曾落下 赶紧吃饭去 叮嘱大郎兄弟两人 你们先去看看 老三他们散事可归家了 大郎和二郎相邪离开 李信与何志忠两人沿着长廊 满吞吞地走着 李信 捋了捋腰间配玉上的思涛 凑到何志忠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何志忠眯眼看了他一些 你就不怕热火烧身吗 我哪里还能跑得掉啊 既如此 我仓库里有的东西 你尽管去挑 我不要 那你要什么 侄儿就想问 假使刘家看在咱们低头拂晓的份上肯让步 姑父果真就肯咽了这口气 吃了这哑巴亏 哎 你也看到了 大郎脾气暴躁 有勇无谋 二郎瞻前顾后 还有些怨我们当初考虑的不周 其他几个更是不堪大用 这样一大家子人 老头子我又能如何 姑父 果真如此考虑 侄儿就不多嘴了 你是真心的 这可麻烦得很 自然是真 你扶尔过来 这事还果真要你出手才行 咱们家谁也不成 轰隆隆一声巨响 漆黑一片的天空 被猙獰的闪电 撕裂了几个口子 黄豆大小的雨点 噼里啪啦的砸了下来 很快 房檐上的水 就流成了雨帘 何至终于李信 站在大红灯笼散发出的柔和光线下 关上这廊外 闪烁着白光的雨点 结束了此次谈话 五更二点 牡丹在冬冬的尘骨声中醒来后 就再也睡不着 不是任床 只是心中要考虑的事情太多 憧憬太多 让她迫不及待地希望天快大亮 她翻身坐起 推开床前的银瓶脱花鸟屏风 探头往外望去 黑乎乎的一片 半来俱进 只有窗边踏上睡着的宽儿 发出地儿平稳的呼吸声 牡丹心中一片安宁 轻轻笑了笑 又将屏风眼上 静静等候天亮 虽然此刻各处城门 方门已然大开 百官动身上朝 各方的小吃店也开了张 但东市和西市 却要在五十击鼓之后才能开张 何家没有人需要赶早 都会睡到晨时才会起身 吃过早饭后 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晨时门外传来几声清响 宽儿从睡梦中惊醒 一咕噜翻身下榻 轻手轻脚地将门打开 接过粗食婆子送来的热水 低声问道 夫人起床了吗 起了 特意吩咐了 但娘身子不好 让她多睡会儿呢 才说着 已经打扮得整整齐齐的 林妈妈和雨和 拿了昨晚熏好的衣裙过来 直接进了屋里 准备叫牡丹起床 才拉开屏风 就见牡丹已经穿好了礼衣 坐在帐里望着他们笑 林妈妈欣慰地一笑 何离归家的人 自然不能如同当初还未出价时那般娇憨 那个时候贪睡不起床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那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嫂嫂们最多被地里抱怨羡慕几句 什么事都没有 现在不同 本就是给人添了麻烦 在这般不知数的话 那可是讨人厌了 快而迅速将踏上收拾干净 摆上牡丹的庄帘镜台 牡丹灌洗完毕 上了榻 由着雨河给他梳头 雨河笑道 今日说个旺仙境如何 不要 那么高那么复杂 就说个简单些的 我今日想去市场买几株花回家 再顺便看看行情 瞧瞧世人都喜欢些什么品种造型的牡丹 待过了两日 又和家里人说 一道去曹家园子看牡丹去 林妈妈接过雨河手里的象牙书道 既是要出门 就书个回湖记好了 带到牡丹装扮完毕 何家喧嚣而忙碌的一天也开始了 何家不比刘家 无论早晚都是一家子人一起吃饭 除了机密的事情外 男人们生意上的安排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在饭桌上商量完成 何家有个非常开明的地方 那就是不论大小男女 都可以畅所欲言的就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作为当家人的何志忠和陈夫人 会结合大家的意见综合考虑 然后在下最终的决定 可以说何家人相处得如此融洽 过得顺风顺水 以多半的功劳属于早晚餐会 用何志忠调侃的话来说 就算是宰相之流 也要在公堂上进行会食 吃堂饭讨论公事的 何家没那么多大事可以商讨 却也可以借鉴一下嘛 借鉴之后的成果显而易见 吃完饭的时候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全都安排妥当了 饭后各思其职 忙而不乱 在这样的氛围下 牡丹提出要求去逛街看花室的时候 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甚至得到了一家人的支持 各个都认为他应该多出去走走 而不是成日闷在家里暗自神伤 当牡丹跟在五嫂张氏和六嫂孙氏的身后 试着翻身上马 迎着朝阳穿行在轩平方整齐规划的十字巷里时 听着清脆的马蹄哒哒声 嗅着雨后清新的空气 牡丹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上天待他真是步驳 他才十七岁 青春年少 四肢健全 家境富裕 有心疼他的父母兄长 还有自己一手种植牡丹的才能 不必担心有人追着他缠足 不必担心和个男人说话 就被骂没脸吃 也不必担心被成日关在家里 不许外出 更不必担心和离后再也嫁不掉 苦哈哈地守着家人凄凉一生 纵然许多事情 在牡丹的脑子里都有模糊的印象 但亲眼看到的时候 却每每总是让他惊喜和感叹不已 何家的开明和这个时代的开明 都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范围之外 就比如说 宽达五十丈的朱雀大街 每一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给他带来的震撼一样 一切都在提醒他 他是井底之蛙 除了那种植牡丹的技能外 他其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 他何其有幸 穿到了这样一个年代 这是怎样的年代啊 万国来朝 前所未有的开放和繁荣 不要说女人当家 就是女富豪什么的 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他绚丽的人生才刚刚起步 东市因为临近三内 周围多达官显贵的住宅 所以主要卖的是上等奢侈之物 牡丹花要想卖个好价钱 自然要往这个地方去 故而牡丹姑嫂几人出了宣平坊后 就直接往东市而去 东市被四条底田十字后 有经夯实 路面结实 宽达尽十丈 自带排水沟人行道 交叉成景字的平行大街 划分成九大区域 居中三大区域 是管理市场的市数、平准数 以及存储粮食的长平仓 另六块分别为 九四、肉行、碧螺寺、临路店 印刷、锦绣彩帛行 珠宝古玩店、凶寺、铁行 令驴人、笔行、杂耍、苦琴 供商户用水的放生池等占据 这九大块中 又被若干条小巷分割成若干区域 无数的店面淋漓街旁 行人如知 街头巷尾 传来琵琶的弹奏声 人们笑语声、吆喝声 说不出的热闹繁华 作为商业建筑来说 东市的布局 就是在作为现代人的牡丹看来 也是很合理的 设施齐全、交通方便 他跟在张氏和孙氏的身后 东张西望 什么都好奇得很 简直要兴奋地 网乎所以 孙氏和张氏 见他东张西望 只当他被刘家管制狠了 这一出来 就如同飞出笼的小鸟一般 哪里有不贪新鲜热闹的 当下也不管他 松松地握着马匠 任由马儿随性溜达 走到哪里算是哪里 道将牡丹好生保了一回眼福 但在他的记忆之中 东市远远没有西市那般繁华 但去西市游玩 却又是过些日子的事情了 牡丹游了约莫半个多时辰后 方想起自己要做的正事来 嫂嫂 为何不见牡丹花市 但娘要看牡丹花 得往放生池那边去才行 牡丹花多为露天栽培 应急而放 平时想要购买的人 多数都是牧民到人家园子里去买 并没有专买的店铺 但为了方便贵人们购买 也为了方便比较好台价 花农们便将花中的花 挑了送到东市来 又因着整个东市用水 都要从放生池那边来 那边水汽足 柳树高大 树下阴凉 花木之类的东西便都往那里去 牡丹听说便拉了马匠 让马儿转身往回走 既如此 我们便往那边去 这一片酒肆较多 多为胡人所开 穿着色彩鲜艳 款式实性的薄纱衣裙 卷发绿眼 眉眼深邃 艳丽动人 风情万种的胡姬立在门口 举着酒杯 笑着招揽过往的客人进去喝酒 酒肆里面更是笛声歌声 劝酒声响成一片 经过一家最大的酒肆时 牡丹注意到他家门口的胡姬 远比其他家的更年轻 更美貌 张氏又马鞭捅了捅孙氏 笑道 我记得老六最爱来这家 是也不是 还是五哥带了他来的 生什么气呀 他们兄弟成日里不得闲 怕是个把月才能来一次 也不能做什么 多半都是招揽客人 谈生意而已 一阵优美的空喉声 自半空中传来 孙氏哼了一声 眼珠子一转 用马鞭指着鞋椅在二楼窗口处 弹奏狐空喉的一个 穿狐绿薄纱衣裙 褐色头发 神色忧郁的胡姬 笑道 五嫂 你看那是谁 玛雅儿是吧 就是上次把五哥灌醉的那个 这下轮到张氏不高兴了 撅了嘴道 哼 我看他也不怎么地 谈得难听死了 牡丹笑眯眯的 听着两个嫂嫂斗嘴 抬头 眯眼向上看去 却见那玛雅儿 皮肤雪白 红唇饱满 一身糊绿的衣裙 衬着碧绿色的眼睛 一只雪白的仙族 踏在窗边 纤细美丽的足腕上 挂着一串精致的金铃 果然充满 异域风情 美丽又动人 也难怪血气方刚的 何五郎 会被他硬生生地灌醉 玛雅儿见牡丹看他 忽然停下手中弹奏的狐空喉 收起脸上的忧郁 朝牡丹 奄然一笑 冲牡丹招招手 牡丹游一片刻 抱以微微一笑 雨河大惊小怪 哎呀 他朝着丹娘笑呢 咦 丹娘 你咋也望着他笑啊 张氏和孙氏 立刻停止斗嘴 齐刷刷地看向马雅儿 愤满了道 大鸟 这些狐鸡 可不是什么好人 干嘛冲着他笑啊 牡丹垂下眼 不说话 打马前行 难不成人家望着他笑 他丑眉恶眼地瞪着人家 不过笑一笑而已 过后 谁又见得着谁 那马雅儿 本是见着牡丹衣着滑贵 明媚可爱 永定好奇地看着自己 只当是大户人家的小娘子 出来看稀奇 看热闹 故而干脆戏弄他一回 谁知 牡丹竟回了自己一笑 笑容虽然羞涩 半点鄙薄之意也无 不由惊异地挑了挑眉 回头往里低笑道 外面有个小美人 里面喝酒的两个年轻男子听说 举都抬起头来 其中一个穿绿色缺胯袍的青年男子 更是当先冲到窗边 探头往外看去 但见三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 骑着高头大马 被几个仆役婢女簇拥着 渐渐去了 忙一把扯住马雅儿 猴急道 是谁 美人是谁 潘儿郎 你一向不是自虚有一双 火眼金睛 最实的美人吗 今日你就猜猜 若是猜得着 今日的酒钱 只算一半 若是猜不着 以后若是要吃酒 便得只来我家 你家 你家若是倒闭了 我不是就不能吃酒了 最多连着十次来你家就得 郎君请 潘儿郎见美人已经越走越远 因牡丹被张氏和孙氏簇拥在中间 便胡乱指着牡丹的背影道 定人是穿胡蓝衫子的那个 不带马眼儿确认 就将两根手指 喂进嘴里 纵声打了个呼哨 大声喊道 前面穿蓝色衣服的女子 香囊掉了 牡丹几人闻声 举都回过头来 一边检查自家身上的香囊 一边往生源桥去 这一瞧 牡丹不由啼笑皆非 那在窗口处探出大半个身子来 表情已然半石化状态的男人 不是潘荣又是谁 并无谁的香囊掉了 可见是被调戏了 羽和催了一口 假装没看清楚那人是潘荣 只骂道 什么不要脸的灯徒子 眼睛瞎了还是疯了 我看是你自家的眼珠子掉下来了吧 张氏和孙氏也不休闹 只扶掌大笑 哼 果然是眼珠子掉下来了 和家的仆从婢女们 纷纷大笑起来 齐齐示威一般甩了甩鞭子 牡丹微微一笑 回转马头继续往前走 潘荣呆鹅一般 转了转眼珠子 怎么会是和牡丹 前日还委屈得要死 转眼间便打出夫家 闹着要和离 偏还这样自由自在 快快活活地赏街游耍 哪有这种女子 不是没心没肺 就是彻底没把那夫家和亲事当回事 想到此 她不由同情地 瞟了正在沉着脸 喝酒的流畅一眼 马雅儿何等精明的人 当下便笑道 原来是郎君的熟人 是谁的家学 看你那呆透恶的样子 你猜 猜什么猜 没看见我这烦着吗 你倒是答应不答应 阿新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 说是看见我就烦 昨晚门都不许我进 哪里有肯听我的去帮你劝人 你也莫及在这一时 等过几天又再说 你倒是说说看 要是弟妹果真回了家 你大佑怎生待她 先把她接回家 慢慢再收拾她 我要叫她骨头渣子都不剩 我要叫她后悔死 对于这样不听话的 那是肯定吃的骨头渣子都不剩的 我是打不过阿新 不然我也要她好看 我问你 要是现在弟妹就在你面前 你要如何 谁奶粉吃的 我掐死她 如你所愿 刚才那个人就是她 果然笑得很好看 悠哉乐哉 乐哉悠哉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家未出阁的小娘子呢 若是喜欢 最好赶紧去求雪 当往一声响 却是刘畅掀翻了桌面 提起袍子 冲下楼去了 公子 你慢些 膝下 愿怪地扫了潘荣一眼 赶紧追了下去 潘荣一掰下巴 命身后的小厮去结账 自己也提着袍子 跟着追了出去 又有好戏看了 这可怪不得她 谁叫她和牡丹 当此非常时期 去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非跑出来晃呢 哎呀呀 不知道这回和牡丹 会不会用鞭子抽流畅 潘荣忍不住的兴奋了 放生池鞭的柳树阴下 整整齐齐地 排着大约四五十株 盛放的牡丹和韶药 观看的人多 谈价的也多 其中多数人衣着华贵 神态高傲 挑了又挑 却也有那些穿着朴素的 在一旁看了热闹 围着那花打转 每件一笔交易成功 大笔的钱 自买主手中 转入卖主手中时 便满脸的羡慕之色 牡丹马树不惊 小心翼地下了马后 将江绳扔给雨河 拉了张氏和孙氏 也围了上去 但见品种 远比他想象的更多 虽不见摇黄 魏子 豆绿 蓝天玉之类 却有几株 二桥 大狐红 兆粉等传统名贵品种 也还有些大底后世 已经流失 让他叫不出名字来的品种 仔细观察后 牡丹心中便有了数 他算是明白 为何他陪嫁的摇黄 魏子 以及那盆 玉楼点萃 会成为流畅炫耀的对象 清华郡主 为何想霸占 潘蓉为何想讨好他 想高价购买了 首先 从颜色来看 这些花中 多是单色 负色很少 其中粉色红色 占了绝大多数 黄色紫红色 白色极少 蓝色及绿色 则完全不见 更无论 现代炒得最火的黑色系 就算是现有这些色彩中 没有真正颜色极正的红色和黄色 红色偏红紫 黄色则偏白 想要一鸣惊人 就需要丰富花色 其次 从花期来看 牡丹花期较短 又集中 过了这个季节 便不能再观赏 那么多的花 在同期开放 买的人 却只有那么几个 价钱和数量上不去 就只能眼睁睁 看着它泄了 而平时呢 客人看不到 花生放时的情景 自然也就不可能 高价购买 所以 真想把它做大 做长 必须想法子 延长花期 再次 从花朵的形状上来看 此间摆放着的 牡丹花品中 虫瓣不多 多数还是单瓣 和半重瓣 而明显的 顾客普遍对半重瓣 重瓣类花形 更为偏爱 尤其是那种 花形端庄 大而丰满的 最受青睐 价格也更高 可牡丹认为 即便是单瓣品种 如果颜色罕见 花形端正 花瓣挺直 不下垂 不变形 也自有它的欣赏价值 遇到喜欢的人 还是能卖上高价 就比如说 玉板白 就是此类代表 可惜时间来不及 没能从流畅 那株玉板白上 弄个街头来 牡丹微微出了一口气 样起一个笑容来 给它时间 它完全有把握 培育出新的品种来 它可以不依靠任何人 就凭自己的双手 过上自己想要的 富足生活 张氏指着其中一株 开得正好的 大胡红笑道 大娘 这株不错 买这个 那花主 是个穿麻衣的中年汉子 见有客人 看上了自己的花 忙起身招呼 指点给众人看 夸道 诸位请看 不是我自夸 今日这些花中 就数我这株花最好 您看 一共有八个花苞 现在开了六朵 同一株上 有三个花形 牡丹凑过去一看 这株大胡红的确不错 花瓣浅红色 半端粉色 花罐宽五寸 高二寸 雄蕊 半化成嫩绿色的彩绊 六朵花中 囊括了皇冠型 荷花型 脱柜型 三种花型 在今日这种花中 的确算是头一份 但迟迟不曾卖掉 想来价值一定不菲 便笑道 大哥这花 打算要几何 小娘子 你若是随口问问 便不用问了 省得我开了口 你又说我坑骗人 孙氏见他 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心里就不服气起来 但笑道 你且出来听听看 是不是坑骗人 大家伙一听 不就都知道了 十万钱 牡丹愣了愣 回头低声问孙氏 六嫂 现在一斗米多少钱 一百五十钱一斗 上好的一百八十钱 到两百钱也是有的 接着又大声 同那卖花的汉子道 你这花是出条 可是却也不值十万钱 周围的人见状 都围了过来看热闹 那中一个穿玉色圆领袍子 沟鼻樱目三十来岁 又高又壮的烙腮胡 笑道 周老七 早说了你这花不值这许多 六万钱卖了 我也就买了 被称为周老七的花主 抱着手道 我便要卖这许多 你们这几日来看花 可见着谁的比我的更好 众人只是笑道 过得几日就谢了 周老七翻了个白眼 那某就留着秋天卖街头 她的人缘大抵是不太好 众人纷纷冲她一挥袖 道 既如此 你日来这里作善 你这株花 就能有多少街头 大壶红虽然不错 却有哪里挤得上的摇篷位子 你要卖几年 才能卖上这件 小心跌价 牡丹也不管旁人喧嚣 只低头莫算 按现代的算法 一斗米 大约是十二十斤左右的样子 按两百钱一斗米算 十万就是六千斤米 乖乖 够多少人吃一年了 原来到处潘容 砍出一百万钱 给她买那位子和御楼点萃 果然是出了高价 难怪她拒绝时 潘容会气成那个样子 说她不知好歹 可是按着现代人 炒作兰花的疯狂度来看 又算得什么呢 她在这里低头算账 那邹老七却把气出到牡丹身上 不耐烦地倒 乌那小娘子 你到底买是不买 对于这种欣赏性的 牡丹本就是了解一下行情 并没有真的打算买 她要买的 是那些从山间野地里挖来的 稀罕品种和原生品种 又或是产生了变异的花朵 好方便拿了来杂交一种的 可今日看来 却没有什么合适的 况且这邹老七的态度 实在太糟糕 牡丹正要摇头 先前不声不响的张氏 竟突然开了口 七万钱 你卖我们就买了 牡丹忙阻止她 五嫂 别 不就是一株花吗 嫂子我买了送你 张氏握了握她的手 示意她别说话 认真的看着那邹老七道 我干脆 你也干脆些 卖是不卖 那邹老七有些犹豫 正要开口 先前那穿玉白衫子的 烙腮胡子突然道 七万五千钱 卖给我 邹老七一听 喜得抓耳挠腮 偏偏又拿眼睛看着张氏道 这位夫人 您看 那烙腮胡 也不知是什么来路 在这里赚了好些天 买了许多花去 天天都来问她价格 每次却都把价压得老低 如今看着有人要买了 熬不住了吧 被人抢着买东西 简直就是欺负他们是女人嘛 张氏和孙氏举兜大怒 狠狠瞪着那人一口同声的道 八万钱 孙氏极快速地低声对张氏道 怎么一人出一半 虽然张氏和牡丹更亲一些 但自己也是牡丹的六嫂 哪能五嫂送了东西 六嫂却不送呢 又不是没钱 张氏也没说好 也不说不好 只挑衅地看着那老腮胡 那老腮胡 冷冷地扫了张氏和孙氏一眼 对着那邹老七岛 八万五千 孙氏还要开口 牡丹忙制止住他们 对着那邹老七岛 我们不要了 不是明码标价的东西 最怕遇上的就是这种哄台的人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做了局 按着先前张氏的价格 他觉得还划算 如果这样恶性竞价下去 被人套住怎么办 所以坚决不要 及时抽身最好 张氏和孙氏虽不以为然 但却尊重牡丹的意见 邹老七遗憾地要命 却又望着那老腮胡道 再加点 就是你的了 人心不足蛇吞象 十万千 卖于我 死女人 随着这声闪亮的叫喊 刘畅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先恶狠狠地瞪了牡丹一眼 忍住想冲过去掐死牡丹的冲动 背起手 挺起胸 凶残地瞪着那老腮胡子 哼 牡丹以为 他搬走他那几盆破花 刘府就从此没有花和赏了吗 他才不稀罕 这要有钱 什么买不到 孙氏与张氏递了个眼色 上前将牡丹牢牢护住 何家的仆役婢女 也拥了上来 邹老七大喜 又回头 看着那老腮胡子 千位狼君出十万呢 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 谁知道邪刺里杀出个猛张飞来 何况表情还那么不善 那老腮胡子 虽看流畅穿戴不俗 神态张扬 似是什么贵公子 却也不惧 恶狠狠地道 十一万 十二万 傲然对那邹老七大 哼 无论他出多少 我总比他的家高 那老腮胡子 看出他是来找茬的 想不通究竟是自己得罪了他 还是他与牡丹等人是一伙的 便不再与这顽固子弟一般见识 只看着邹老七大 我听说你家里的院子 靠近百祭祀 你这些花都是四僧送你的 是不是都跟你没关系 接着回头问牡丹 哎 小娘子 你果真不要了 牡丹自看到流畅时 便猜他刚才一定是和潘荣喝酒来着 就有些心慌 虽不怕他当场打过来 却也不想主动招惹他 哪里敢和他抢着买东西 何况还这么贵 当下一手攥紧了马鞭 摇头道 不要 邹老七看也不看的烙腮胡子 对着刘畅道 这位郎君 这是你的了 刘畅也不管那烙腮胡子 杀人一般的目光 淡淡地指了指膝下 等着 稍后跟着去拿钱 回头一瞧 牡丹早就和孙氏章是一群人 往另一边去了 完全是自己为无物 不由咬紧了牙根 握紧了拳头 这可恶的死女人 牡丹本以为败了信 是要走了的 但又见两个衣衫褴褛 穿麻鞋的年轻小伙子 小心翼地 抬着一株 约有一人高的粉色单磅子斑牡丹 满脸期待地 朝这边走了过来 牡丹只一看 就知道那株子斑牡丹是野生的 就是他要的东西 牡丹便改了主意迎上去 问那两个小伙子 你们这花也是要卖的吗 流畅一见 阴沉着脸也跟了上去 那两个小伙子 见牡丹主动上前问价 便都停下来 打头一个 看着年龄似要大些 像是哥哥的 略带羞涩地道 是要卖的 夫人要相看吗 正是要看 牡丹 示意他们将那株子斑牡丹 搬到路旁 留树阴下去放好 那两个小伙子对视一眼 喜不自禁地 依照牡丹的话做了 也不打扰牡丹 自站到一旁去歇气 将花边的地儿 留给牡丹等人 周围的人便都像牡丹 与这两个小伙子 这不过是野牡丹罢了 满山遍野都是 花瓣又少 颜色又单调 好多人家院子里都有 有什么看头啊 要园子里更多 卖的人敢卖 卖的人也真愿意买 都是白痴 甚至有人大声招呼牡丹 过去买自家的花 哎 小娘子 不如买我家的 我家的这个 比他那个好多了 你看看这花 看看这叶 可都是精心饲养出来的 那两个小伙子文言 黑脸月红 羞得抬不起头来 都听人说 京城人中最爱的就是牡丹 一丛深色牡丹 可以卖到十户中产之家 那的赋税之资 他们也知道 这野牡丹林子里到处都是 没什么可稀罕的 可这株牡丹不同 以往见到的这种牡丹 大部分都是白色的 但是这株却是粉色的 所以他们才敢挖了 赶路来卖 也不图它多少 能换点油盐钱也是好的 被人笑话 牡丹却也不恼 淡淡地望着那些人笑了笑 上前仔细观察面前的植株 才一靠近 牡丹花特有的芬芳 就扑鼻而来 紫斑牡丹 顾名思义 它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所有花瓣的基部 都有或大或小的 墨紫色或棕红色 紫红色斑 称副斑 花朵直立 香味浓郁 主枝粗壮 直径可达四寸鱼 猪高达一丈 乃是牡丹中的大鸽子 有墙里开花 墙外红之说 种在院子里 自有它特殊的风采 但牡丹最喜欢的 还是它抗旱耐寒 并虫害少 花期晚的优点 作为杂交选育的资源来说 是很难得的 这些人不知道牡丹懂行 知道它是不识货 却又喜欢赶时茅 养牡丹的富家女子 刘畅却是知道牡丹爱花 懂花的 这株不起眼的牡丹花 如此吸引牡丹 必然有它的道理在里面 刘畅想到此 便停了脚步 收了要找牡丹麻烦的心思 立在一旁静静观看 一株花术的价值 很大部分体现在 它能否成活上面 牡丹仔细检查了 这株花的根部 确认可以栽活以后 便与那两个小伙子谈起价格来 你们想要多少 那两个小伙子对视一眼 年长的那个大着胆子道 俺听说牡丹花很贵很值钱 旁边一个卖花的笑道 对很贵 你这个少说也得值五六万钱 众人捂着嘴一阵痴笑 唯有那邹老妻和那老腮胡 都若有所思地看着牡丹 不参与众人捣鬼 那两个小伙子健壮 也知道旁人是故意欺负自己 不游又羞又闹 年轻那个游一片刻 红着脸大声道 俺们不知道 夫人愿意给多少就是多少 反正俺们也是从山里挖来的 虽然走了老远的路 但力气出在自家身上 年长那个闻言 丧着脸拉了拉他 低声嘀咕了几句 意思是怪他蠢 哪有任人就给钱的 年轻那个不服大声道 兄长你也看到了 除了这位夫人要 只怕其他人都不肯要 难道又要扛回去不成 换点柴米油盐钱也是好的呀 倒是老实 牡丹制止住兄弟二人的争执 压低声音道 我给你们一万钱 你们看这个价格可公道 本想着再好 也不过就是随便几百钱 或者千余钱的生意 拿想牡丹 却给了这个价 相比刚才众人嗤之以鼻的态度 果然是太公道不过了 这兄弟二人粗中有戏 对视一眼后 哥哥哼吃哼吃的道 你怎么这般舍的 我有条件啊 以后你们若是再看到 长得和其他不同的 便挖了来卖给我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目前他没机会去深山老林 如果能与这二人达成协议 他们农闲时 替他找来些野生异化品种育种 那是再好不过的 牡丹有低声党 莫让旁人知道 不然以后他们都去挖了来卖 你们还卖什么 牡丹说这话是有私心的 如果人家都得知野牡丹 卖了高价 指不定就会跑去刨野牡丹 那些野牡丹 落到其他人手里 根本不起作用 还会破坏野生种群 弟弟文言历时捂住了嘴 惊慌地看了众人一遍 见众人都是一副好奇的样子 往这边看 有人还大声问他们到底卖了多少钱 不由越发觉得牡丹说得很有道理 当下收拾了脸色 接过雨河递来的定钱 喜滋滋地跟着哥哥去抬那株花 要与牡丹等人一同去拿钱 孙氏与张氏 虽不知牡丹为何其他花都看不上 偏偏看上这株野花 但对牡丹花 他们是远远不如牡丹这般熟悉的 便也不再多言 问明牡丹的意思后 便准备回家 牡丹踩走了没两步 就被刘畅堵住 你到底给他们多少钱 这花有什么古怪 牡丹自是不会告诉他 只淡淡一笑 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走 不知为何 刘畅总觉得牡丹是在嘲笑自己 心中一股邪火猛地上窜 不由上前拦住那兄弟二人道 一样都是卖东西 便是架勾着的 他没多少钱 我比他高 先不说 这株野牡丹 毕然有古怪 就凭他心里不爽快 他也不要让何牡丹顺心 那邹老七和烙腮胡 也走过来问那兄弟俩 哎 卖了多少钱啊 看你们高兴的 说着 背上去仔细打量的花 各有思量 其他人见状 也拒都围了上去 七嘴八舌地打听价格 牡丹若是不主动问起这株花 只怕这些人是不会瞟着花一眼的 看到牡丹买 却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人本来就有的逐利之心 没什么奇怪的 最最可恨的是流畅 分明就是故意来捣乱和自己作对的 牡丹恼火起来 望向那兄弟俩指着流畅道 这位郎君很有很有钱 他出的价可能比我高 你们辛苦这一趟不容易 我不为难你们 想要卖给谁 凡事总有先来后到 已经收了定钱的 怎好反悔嘞 这位郎君若是要 改是俺们遇到合适的 又挖了来就是 既如此 就和我们一起去拿钱吧 牡丹微微一笑 这样的回答可以说是在他的意料之中 不是所有人都和那邹老七一般贪钱 和那烙腮胡流畅一般不讲道理的 绝大多数人还是讲究信仪二字 那烙腮胡见兄弟二人不答自家的话 猜着价格必是不便宜 便凑过去和牡丹套近乎 小娘子 我看你剪插花根的样子 也不像是不懂花的 你买这株牡丹去做什么 各花入各眼 我喜欢它的香味 也喜欢它的高大 刘畅见牡丹与那烙腮胡答话 心中异常不喜 闪身到牡丹面前恶声恶气的道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和我回家 和我回家 我就再也不计较从前那件事 饶过你这一回 众人闻声都觉得奇怪 既是一家人 为何又要竞价 渣男 他要是再回头跟了他去 他便也是渣 牡丹只走没听见 回头望着张氏道 五嫂 我记得咱们家附近 就有香料铺子的 是四哥管着吧 如果说和家大郎暴躁 那么四郎更是个暴脾气 手下的伙计五大三粗 都不是好相遇的 虽说生意人何其能生财 但和家的珠宝香料生意 是需要经常出海饭货的 遇到水稻那更是要操刀子拼命 所以养成了和家人不怕事的性格 牡丹不知道流畅的武力值究竟有多高 但牡丹知道 只要流畅敢动手 那和四郎一定不惧怕 反正和大郎已经打过流畅 结下愁了 也不差这一顿 张氏道 我早就让人去喊四郎了 大约快来了吧 孙氏则笑道 流凤一郎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你又何必纠缠不休呢 依我们看 其日夫妻百日恩 好说好散 对谁都有好处 郡主我们也见过的 其实真正和您相配 郎才女貌 家事相当 堪为良配 您就放过我们丹娘吧 多管心事 刘畅恶狠狠地瞪了孙氏一眼 他岂能不明白 何家人话里话外 威胁奚落之意 想到何大郎的拳头 刘畅更是气愤 他不见得就打不过何大郎 不过当时不想还手而已 今日不叫何家人知道他的厉害 他就把刘子倒着写 当下冷笑着去抓牡丹的手 哼 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有几个蛮横不讲理的哥哥 家里有几个臭钱吗 瞧他来 瞧他来正好叫你家知道我流畅 也不是风一吹就折了腰头 更不是那任人宰哥 想怎样就怎样地弄住 哼 你说对了 我就仗着我有几个哥哥 家里有几个钱 怎么了 是我偷还是我抢了 难不成我有钱要装穷 有哥哥要装孙子才叫好 倒是你这种好者 人家不要还一定上杆子去 是想做什么呢 就是为了证明你其实是个好种 有本事别把脾气发到我身上 要真自尊自重 想要我说你还算是个男人 便不要如同狗皮高药一般纠缠不休 叫人鄙驳轻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是谁 别以为旁人都和你一样龌龊 刘畅血红了眼睛 指着远处匆匆赶来的一群人 嘶哑着嗓子道 你怎么说 会有这么巧 牡丹回头一看 只见五六个裹着细布抹额 穿着粗布短衫 胳膊露在外面的壮汉 裹夹着两个人快步奔过来 其中一人穿灰色圆领缺胯袍 目露凶光 舔着个肚子 正是和四郎 另一人穿雪青色圆领剑袖衫子 行动之间脑后两根葡萄角一翘一翘的 神色严肃 金子敏唇 正是李姓 李姓帮忙也就算了 怎能拖累了他 牡丹忍住心头的火气 望着流畅正色道 我来你家后 就只见过他两次 往我头上泼脏水 你面上也好看不到哪里去 两败俱伤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们本就不是同路人 为了一口气 值得一辈子互相耗着吗 牡丹对李姓的维护之意 不言而喻 刘畅哪有心思去细想牡丹的话 只狠狠瞪着李姓 心愁就恨一起涌上心头 杀鸡蹦陷 手缓缓握上了腰间的配件 指节发白 好汉不吃眼前亏 而且看流畅这个表情 似乎要出大事 在一旁看热闹的潘荣 见识不妙 忙冲上来抱住流畅 示意膝下和身边跟着的人 上前帮忙 不住地劝流畅 子舒 你莫犯糊涂 不值得 是我不好 我不该多嘴 何四郎也看出情形不对 挥手让其他人 将周围看热闹的人驱散开 挡住李姓 他自己双手卡在腰带上 挺着肚子慢慢躲过去 皱着眉头 看向流畅 凤一郎从哪里来 正好家父过几日 要带上我兄弟上门商议 丹娘的事 即使今日碰上了 去喝几杯薄酒如何 我那里有上好的波斯美酒 流畅被潘荣死死抱住 苦劝一番后 看到牡丹 微醋的双眉 明显不耐烦的表情 突然心头一冷 觉得索然无味 不值得 自然不值得 可是叫他怎么甘心 他的手慢慢从剑柄上松下来 僵硬地平起背脊 指着正关怀地 看着牡丹的李姓 李姓之 清华前两日 送到何家的帖子 是不是你捣的鬼 你要是个男人 就说真话 是我 丹娘没有任何过错 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她被你们活活折磨死 是男人敢做就要敢当 我敢 你敢吗 听她这样说 何四郎等人的脸色 从震惊迅速恢复到正常 随即若有所思 牡丹却忧虑起来 难怪刘畅会怀疑她和李姓 如此痛恨李姓 原来这中间有这一节 牡丹倒是出了狼窝 李姓这回却把她自己陪进去了 牡丹欠下的人情大了 刘畅脸色晦暗不明 从牙齿缝里 丝丝挤出几个字来 你有肘 我记住你了 杏志 你过分了 这事又缺德又阴险 是你不地的 潘世子 你是最清楚不过的 请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做才不缺德 既然合不来 便该另行婚配 各自成全才是 非要折磨死对方 难道是有复仇 有复仇 哪里能做妾 你坏人姻缘 实在是要不得 潘戎眨眨眼睛 拒绝回答李姓的问题 转而回头向牡丹道 我从来小看了你 你有出血 又笑眯眯的 看着和四郎道 见者有份 不死没酒 我改日再来叨扰 你别不认账啊 说完 命周围的人跟上 死死夹着流畅去了 牡丹默默不语 看人果然不能看表面 潘戎自有他一套生存方式 嬉笑之间 便替他自己和何家日后交往 留下了余地 他改天闲着脸 来找寻四郎 难不成何四郎 还能把他赶出去 这样的人 貌似和谁都不亲 其实又和谁 都有点瓜葛 留有余地 至于理性 更是个干净利落 见缝插针的 这里刚求上他 巧遇上清华郡主那件事 他片刻功夫 就寻了有力的办法出来 这份心机 不是常人能比的 却说邹老七 在一旁忙跟了上去 问西夏 还要不要我这花的 去去去 没事 天什么乱啊 哪有这种道理啊 可不能坏了我的声音 又说不要啊 西夏 带他去咱家的铺子里拿钱 刘畅顿住脚步 回头淡淡地 扫了邹老七一眼 眼角扫过牡丹 却见牡丹 静静地立在那里 淡蓝色的牡丹 卷草纹螺一群 随着初夏的风轻轻浮动 人却望着天边的 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看都没看他一眼 刘畅狠狠回头 他不会便宜这对狗男女的 何四郎好心地建议 大娘 要不要先去咱们铺子里歇歇 然后咱们一起家去 张氏也劝牡丹 这会儿正热 我们去吃完冷桃 不了 得忙着把钱给人家 别耽误人家赶路才是 牡丹心情不好 本想立刻归家 可看到那兄弟二人 也跃跃欲试 只舔嘴唇的样子 便改了主意道 也好 我今日劳烦了大家 没什么可谢的 就请大家吃完冷桃吧 何四郎本是领着这群人 下香料 听到家人报信 就急匆匆赶了过来 闻言便道 我那边香料才下了一半 还要接着干活 你让这家送过来 又特意安排了两个 榜大妖元的汉子 送牡丹等人回家 牡丹硬了 又问店子里还有多少人 记下树后 方牵着马 去了张氏强烈推荐的那家冷桃店 牡丹站在门口一看 不大的店门口 竟然拴着许多配饰华丽的马匹 还有轻衣童子在照料 张氏笑道 他家的水花冷桃非常有名 富贵人家子弟来吃的极多 冷桃 其实就是鼠热天食用的冷汤面 张氏推荐的这家冷桃店极其有名 冬天卖热汤饼 夏天卖冷桃 有好几种口味 其中有从成都传来的淮叶冷桃 也有水花冷桃 当门放了面暗炉灶等物 一个二十多岁 又黑又瘦的厨子 就立在案板前握着菜刀 霍霍地切着面片 切出来的面片又薄又均匀 刀工之好 不亚于当初蒋长阳飞刀快鱼 切好的面片 自然有人将其放在冷水盆中浸泡片刻 然后又捞出猛火蒸煮 冷厚上盘 加入肉汁汤香菜上桌 张氏指着那泡面片的冷水盆 给牡丹看 低声道 里面是酒 这就是他家和其他家不同的地方 孙氏爷补充道 还有就是他们家是师傅了 别家已经用上了刀机 他家还是他一个人钱 正说着 那厨子抬起头来 默默地扫了众人一眼 冷漠地垂下眼 丝毫不见热情地道 今日被人包店了 客人明日清早 牡丹想到门口 那许多配饰华丽的马匹 知道所言不虚 便拉了张氏和孙氏回身要走 才刚转身 就见一匹子流马停在店门口 马上的灰袍男子 娴熟地翻身下马 看也不看 就将将绳绳 扔给一个迎上前的轻衣童子 大不留心往里走 经过牡丹身边时 顿住脚步一泪一声 扫了一眼那株紫斑牡丹 笑道 啊 夫人来买花 原来是他 牡丹没想到 蒋长阳会主动和自己打招呼 蒋长阳的打扮 一如上次见面时一般 穿得朴实无华 那把横刀仍然挂在腰间 唯有表情要比上次生动了许多 一笑之时透着一股子羞涩味 不说话时 显得有些过于生硬的脸部线条 一下柔和下来 很容易就拉近了距离感 大约是个不擅长和女人打交道的人 不但想到此 便正儿八经地朝他行了个礼 笑道 正是 蒋长阳往众人身上一扫 便明白众人是来吃冷桃 没吃着的 便道 你们稍后 言罢往里去了 牡丹莫名其妙 张氏盲问 你认得他 啊 前几日在刘家见过 说过几句话的 孙氏意想天开的道 必是去和包家之人商议 好叫咱们也吃上冷桃的 张氏笑道 你就光记着吃 话音未落 就见蒋长阳合合身材矮壮 穿胡服 卓柳和靴 配金银装饰的蝶血带的烙腮胡子出来 那烙腮胡子只打亮了牡丹等人一眼 就爽快地吩咐店家 安置好这些客人 都记在我名下 啊 牡丹看这人眉目之间 自有一种沉宁之感 不怒而微 又观其蝶血带 知道不是普通人 便暗想到 人家包了垫子 自有其不便之处 蒋长阳此举 固然是他有理周到之处 自己 也不能不知好歹地 给人家添麻烦 当下 郑重行礼道谢 彬彬有礼地拒绝 那烙腮胡子也不多话 只微微一笑 往里去了 蒋长阳笑道 您太客气了 不过一碗冷桃而已 既然是来了吃了再走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要是真觉得不便 可以自己付钱 他家最有名的是水花冷桃 不过点头之交 也不知道他为何殷勤至此 牡丹迟连地看向蒋长阳 不期然的 从蒋长阳的眼中 看到一丝怜悯和可惜 牡丹恍然大悟 原来人家以为他可怜得很 难得出门一趟 今日没吃成这有名的水花冷桃 以后就不知何年何月 才能吃上了 当下微微一笑 没事 我明日又来 蒋长阳文言倒有些意外 又见牡丹笑容灿烂 鱼盒也正满面笑容地 和身边一个侍女说话 张氏孙氏之流 对牡丹亲热体贴 情势与当日完全不同 心想大概是发生了什么 自己不知道的其他变故 便不再勉强牡丹 朝牡丹报了报权 既如此 请自辩 牡丹上马 前行十余章 方又想起一件事来 他忘了问蒋长阳住在什么地方 当初是通过潘荣认识此人的 因他解围 果然答应送他几株牡丹 可是如今 他已与潘荣刘家翻了脸 他日就算是想兑现诺言 也不好去问潘荣 但此刻再折祸去问 却是有些多事了 也罢 只要他人还在京城中 总有机会再遇到的 一行人回了轩平方 孙氏与张氏争着要给花钱 牡丹坚决阻止了 让门房倒水 给送自己归家的伙计 和那兄弟二人喝 候赏那两个伙计 打发他们回去时 另外买了吃的 去犒劳铺子里的其他人 又让林妈妈 拿出实名钱 交给那兄弟二人 那兄弟二人把钱拿到手 高兴得什么似的 夫人不必替俺们操心 这就去换了游米妍回家 哥哥左右打量一番 和家的门头 笑道 俺叫张大郎 他是俺的弟弟张二郎 下次如果俺们再碰到这种花 夫人还要的吗 寻常的我不要 必须是像这种 与众不同的 比如说 生在野地里 花瓣更多 味道更浓 颜色也不一样的 拿来我便要 总之 越心寒越好 张二郎 愁愁片刻道 俺想起来了 后半山往生牙下 有颗牡丹 有些古怪 怎么一个古怪法 俺既然小时候 就见到他了 一直 长不高 长不大 到现在 到现在也就一尺半高 左右 他花开之时 是有一尺半高 还是其他时候 也有一尺半高 花大朵吗 开的可多 什么颜色 他隐隐觉得 自己大抵 是遇到一株 微型牡丹了 牡丹花 在民间有 长一尺 缩八寸之说 实际上并非如此 牡丹春季萌发 一个混合芽抽生的初步 是金的延长 然后生叶 顶端形成花垒 花垒下面 有一段相当长的花梗 花后残花 与花梗相连干枯而死 原来抽生的金 只有基部三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 连续形成次年开花的混合芽 或者叶芽 并逐渐木制化 所以在春季开花前后 由于花梗延长 植株显现增高 花后 花梗未粘脱落 好像植株又变短了 从他这些日子的观察结果来看 植形高大挺拔 花朵丰满 开花茂密 是精中人士 对牡丹观赏的基本要求 但他们都没有想过 株形小巧低矮 年生长量小 根细细 短而多的品种 更适合做盆栽 乃至盆核 用于室内装饰布置 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也是他今后培育的方向之一 假设这株野牡丹 真如同张二郎所说的一般 就是花开之时 也只有一尺五寸高 便是将来培育微型牡丹的好材料 王公贵族之家 若暗头接暗上 放上一盆牡丹花 与其他花时组合而成 极形如意的盆核 可以想象得到 会是怎样的效果 张二郎见牡丹发问 想了很久 方傻傻的道 花是白色的 不是很大朵 还多吧 没注意到底是啥时候有多高 只知道 培肖就是了 那么这还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不管如何 你去挖了来送我就是了 千万小心 不要伤这须根 假如果 真如同你所说的 还是与你一万钱 就算不是 也不叫你白辛苦这一趟 牡丹一时半会儿 也与他们解释不清楚 只能是见到花再说 张家兄弟文言 再三保证 最多三天就给他挖了送来 又寄了一遍 盒宅的具体位置 方欢欢喜喜地去了 送走那兄弟二人 牡丹方进门去看岑夫人 远远地就听到众人 欢乐大笑的声音 和甩甩 显美无比的声音 好啊娘啊 林妈妈解释给牡丹听 当初 她最爱学你这一句 去刘家三年 已经忘了的 尽早起来 听到众人和夫人 请安问好 孩子们叫娘撒娇 就又想起来了 夫人倒被叫她弄得伤了心 过后却又叫人拿南瓜子赏她 这臭娘 见风使多道挺快的 这么快就抱上我娘的大腿了 雨和笑道 不是夸口 奴婢 奴婢见过的鹰鸽中 这鸟的聪明 倒数头一份 那日还多亏了她 奴婢不过教了她几回 竟就记住了 回去交代宽儿和树儿都注意些 要紧话 不要当着她说 雨和小心硬下 住在这家里 目前也不能说谁不好 看着倒是大家都挺疼牡丹的 但是人多口杂 要是不注意 说了不该说的话 又叫甩甩船出去了 便是给牡丹增加烦恼 给岑夫人增烦恼 自然得万般小心才是 岑夫人午睡刚起身不久 正歪在廊下的梁榻上歇梁 周围围着河家的女人和孩子们 喝茶都喝茶 说闲话的说闲话 听孩子们背书的听背书 其乐融融 见牡丹进去 紧都笑眯眯的给她挪地方 让她在岑夫人身边坐下 岑夫人握了牡丹的手 幸亏今世你们带的人多 若是人少 我也不敢随便出门呢 你李嘉表哥做的那事是真的 似乎是真的 柔畅问她 她承认了 得罪了那二人 她以后怕是不好过了 而刘畅之所以敢问李姓 多半也是找清华郡主问过 清华郡主不认账 才会怀疑到李姓身上去 其实以清华郡主那个性格来看 做这种事是迟早的 李姓就是不认 刘畅也未必就能完全断定 是李姓做的 她这一认账 倒是把刘家和清华郡主 全都给得罪了 她以后的日子只怕会更难过 唉 这孩子呀 你欠她的人情大了 叫她怎么说才好 她看了牡丹一眼 见牡丹垂着眼 心情似是很沉重 便不再多余 只催牡丹 不是买了花吗 赶紧去栽呀 见牡丹起身去栽花 几个侄儿侄女 七嘴八舌的 和自家母亲请假 跟着往牡丹 往后院去了 张氏方道 娘 我看今日流场 是真的动怒 把所有气 都撒到行之身上去了 只怕后面 会更加刁难 残夫人沉着脸道 该怎么来往 还怎么来往 甚至不怕影子些 张氏和孙氏对视一眼 齐齐应了一声事 牡丹带着一群小尾巴 入了后院 在远离其他牡丹花的 后院角落里 找到一个地势高枣 宽敞通风 又能遮阴 土层深厚 疏松 肥沃的地方 准备做这株 子斑牡丹的新家 林妈妈笑指了假山旁 但娘 将它种到那里去 和其他花儿作伴 岂不是更好 这里就不错 是了 这里空着 不如种这里好 牡丹只是笑 新买的花 是不能立刻 将它与家中原有的花木 放到一处去的 原因是 它若自身带了病虫害来 会将其传染给其他花木 妥当的法子 是将它别置一处 仔细观察一段时间 确认它健康后 才能和其他的花木 放到一处 选好地点后 牡丹在那枝头上 开得正艳的花 就这样扔了可惜 便叫宽儿 取了修花专用的大茧子 花瓶 装了清水的铜盆来 翻了袖子 把盛开的花 和可能开放的花苞 按着先切花的要求 押入水中剪下 递给几个侄儿 侄女插入瓶中 几个孩子从来见人折花 都是一剪子下去了事的 都没见过牡丹这种 押入水中再剪的方法 十岁的瑞娘好奇地问道 姑姑 为什么要将它 押入水中才剪下 还有 你剪的口子是斜的 押入水中再剪 就是为了不让空气 侵入枝金岛馆内 阻碍吸收水分 切成斜口 便是为了增大它的吸水量 但这个道理 牡丹和孩子们说不清 只能含糊到 这样插花瓶的时间 更长久一些 几个孩子 似懂非懂得嗷了声 个个蹲在一旁地东西 七嘴八舌地问问题 姑姑 你改天还要上街吗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啊 姑姑 你教我种花 姑姑 你今天摆的这个花 没其他好看 只是要相信 你就是喜欢它香菜买的吗 姑姑 你们去吃冷桃了 为什么不给我们带点回来 牡丹一边微笑着回答 他们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 一边拿了茧子 认真地将子斑牡丹劈裂 拆而未掉地伤根剪除 又将过密枝 弱枝从姬部加掉 又把其他枝条按着整形要求 留下外芽 分别减去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使枝量少于根量后 方才罢了手 吩咐婆子挖坑 本来该先在土壤里 撒尸夫男丹 或甲基一柳零颗粒剂 防止地下害虫和根结线虫 再用甲基一柳林和甲基脱不禁的混合液 进占整个植株 消除植株所带病虫的 但这是古代 他从哪里去找这些东西呢 少不得按着古法 指挥婆子 用白脸墨和细土混在一处防虫 又在坑底放了碾碎的豆饼做鸡肥 方将子斑牡丹 按着原来枝条的阴阳面栽了下去 因为牡丹栽参易烂根 并不敢栽参 只将泥土掩埋到原来的根植线上 用手里称斩根基 采实泥土 又用木桩子固定好 牡丹正要叫人 去缸子里晒过的井水来浇花 方发现身后 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各个的表情都稀罕得很 和制中的扬州美人扬氏 穿着宝兰印花卷裙 描着斜月眉 点着石榴胶唇装 白如凝脂的圆脸上 堆满了甜腻的笑容 扇着美人团善道 哎呀呀 丹娘这是大出息了 亲自动上手了呢 看看这花种的 比咱家老张头还要像样子 张老头是何家专门弄花木的花匠 曾夫人听杨氏这样形容 就不高兴了 什么大出息了还和个花匠比 当下便道 讲花于情 她从前就爱撕弄这个 那时候身子不好 自然是只能指着别人做 现在身子好了 有精神了 自然要亲自动手 众人见曾夫人这毫不掩饰的偏爱 举斗微微一笑 杨氏也不生气 只是笑 其实碧妾一直都觉得 丹娘这次回来 精气色很好 所有的病气都一扫而光 说明啊 这是苦尽甘来 要享福了 这话 曾夫人爱听 一边张罗着 叫人取水给牡丹洗手 一边笑道 你这话说对了 牡丹只是笑 因这遗灾后浇水是成活的关键 并不敢放手给旁人去做 自己拿了水瓢 认真将水 一次浇足浇透 方放下水瓢 准备洗手 洗净手后 竟然是吴氏 亲自递了金子过来 给他擦手 不由唬了一大跳 姨娘 存得这般客气 吴氏温和地笑道 不过顺手而已 坚持将金子 塞到牡丹的手里 亲热地拉着他的手 替他擦干 杨氏在一旁瞧见 拿扇子扇了扇 古怪一笑 见自家男人的亲娘 如此拙意讨好牡丹 真是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把脸侧过去 和张氏说话 牡丹将众人的脸色 尽都看在眼里 却不能拒绝 吴氏的好意殷勤 无奈皆了 认真道谢 吴氏虽然是妾 但在何家的地位 很不一样 他得到何大郎 及兄弟真正的尊重 特别是何四郎 对待他更是不同的 相比陈夫人和杨氏 吴氏并不美貌 只因他是陈夫人的陪嫁 深得陈夫人相信以重 年纪大了 这才做了何志忠的妾 生了何三郎 多年来 无论何志忠外面跑货 还是在家中 他都一直跟在 陈夫人身边端水侍候 帮着料理家务 谦顺温和 狠得家里上下的喜爱和尊重 但真正让他拥有 陈夫人和何志忠看重 何大郎等人尊敬的原因 并不是这个 牡丹并不是这家里的独女 她头上还有一个 夭折了的姐姐 正是无视生的 只比何三郎小一岁 那个时候何家远没有今天这么兴旺 也没有这么多人手 何四郎出生的时候 陈夫人难产 何志忠不在家 他全心全意 扑在陈夫人身上 忙了个昏天黑地 带到陈夫人脱离危险 母子平安后 人们才发现何大姐不见的 再找再找 才在井里发现的 从那以后 陈夫人和何志忠对他 就有一种愧疚感 凡事总是会替他和何三郎 多考虑几分 何四郎更是记着他的情分 要求李氏一定要尊重吴氏 李氏果然做到了 却也因此 和吴氏的亲儿媳妇 三郎媳妇真实结了怨 吴氏和从前的牡丹 相处得不错 但换了新子的牡丹 对他和杨氏 一直都是敬而远之了 不是说记忆中的吴氏 对何牡丹兄妹或者是陈夫人 有过什么不好的地方 而是一直都太好太好了 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何三郎和真实 他想不通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个人 做到这个地步 陈夫人见牡丹不自在的样子 又看到杨氏和真实的不自在 便笑道 汉妇 你别管他 让他多动动 对他身子有好处 牡丹趁机从吴氏手里抽了出来 薇薇带了几分娇称笑道 人家都是大人了呢 姨娘这样 小孩子们都要笑话我了 吴氏微微一笑 自动推到陈夫人身后去 杨氏轻轻一笑 飘着吴氏道 姐姐还当丹娘是小孩子呢 我十六时就生了六郎 丹娘很快就满十八岁了 吴氏只笑不语 陈夫人的脸色却难看起来 真实健壮心里越发有气 暗想牡丹摆什么谱啊 只怪吴氏总是凡事先矮人三分 在陈夫人面前小心翼翼也就是了 在杨氏面前也是这个样子 在所有人面前都是这个样子 和三郎也是这样一个温吞脾气 成日里就跟和大郎和二郎身后讨好卖乖的 生生叫自己在这几个轴历中就矮人一筹 与和在一旁见真是脸色不好看 忙捧了两只紫斑牡丹递给他 陪笑道 三夫人您看 这花可香呢 与其他又是两种样子 谁能法要这扔了不要的花 真是闽唇笑道 我就是个粗人 哪里懂得这些花花草草的 天不早了 得赶紧把事做完 也不接羽和手里的牡丹 竟自欠了独子和猎 往前头去的 你还没背完书呢 咱们继续去背 又问两个女儿 你们的字都写好了 眼看天就要黑了 再做不完 待会儿你爹回来 看不叫他收拾你们 护着惠娘和云娘 慌慌张张地去追赶他 杨氏立即命人 接了羽和手里的牡丹去 笑道 看看三郎媳妇这脾气 说风就是风 说雨就是雨的 正好的 我没见过这样香的牡丹 就给我了呗 羽和赶紧递过去 其余人等 借机将剩下的紫斑牡丹 竟都分了个干净 冲散了真是 莫名发脾气带来的不快 薛氏自前面来喊众人 说是何之中父子回家来了 于是女人孩子们都欢欢喜喜地往前面去 无事丑了空 到牡丹跟前敲声道 你三嫂是生我的气呢 你别和他计较 牡丹笑道 自然不会 大家庭就是这个样子 谁突然生气了 又突然高兴了 都很正常 他有心理准备 当夜 李姓又跟了何之中父子回来 谈笑自若 坦坦荡荡 也没觉得他骗了何家人 有什么难为情的 仿佛是天经地义一般 何之中却没什么特别的表现 饭后 反而留李姓在书房里商量了许久 出来后宣布 说是中人已经找好 让大郎和二郎 第二日同他一道去刘家 先礼后兵 七夫人最近心情很不好 那何家的病秧子 在他眼皮子底下整整三年 他就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翻脸无情的人 看到自家夫君被打 眼睛也不眨一下 走得更是头也不回 弄得他又恨又恼 又羞又疼 虽然圣怒之时 他恨透了这个病秧子 巴不得那短命折寿的病秧子 一去不复返才好 但事后 他又有些后悔的 怕何家用那件事情来威胁自家 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却是 这关口 何家儿媳妇的位子不能空缺着 明摆着就是给人可乘之机嘛 所以他完全赞成 刘成采的托子绝 谁怕谁呀 他儿子孙女都有了 还可以继续生 将来拖到他和牡丹 人老猪黄之后 再踹一脚 刘畅还是个偏偏狼君一个 就凭他们这样的家事 照旧娶好人家的女儿 但事情的发展 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和牡丹走后的第二天 清华郡主就闻风而动 进了他家的门 美其名曰来看望他的 却又让人将刘畅给截住 刘畅也是的 虚与威仪 红红托托不就好了吗 偏生他几句话不合 竟就不管不顾的和清华郡主大吵起来 气得清华郡主差点没把屋子给掀了 他怕出大事 上去劝架 反被清华郡主一巴掌推出老远 闪了他的老妖 可他也顾不上了 劝住这魔头才是正事 到底没劝住 清华郡主撂下几句狠话后 怒气冲冲地走了 他想起清华郡主那脸色和那几句话 始终觉得不安得很 眼皮子不停地跳 似乎要出大事的感觉 刘畅却是无所谓 甩甩袖子也走了 傍晚时分 方带着一身酒气回家 脸色难看得吓人 弄得一屋子鸡切 鬼哭狼嚎的 他看着不像话 把膝下叫了去问 才知道刘畅差点和人动了刀剑 都是为了不知廉耻的和母丹 好容易等到刘成采归家 他抓住刘成采的袖子 老爷 还让不让人活下去 一个和母丹 就把我们家叫得天翻地覆的 我不管 你赶紧把这事给我弄明白了 热死了 好歹先让我将官服换下又再说 嗯 储下有什么吃的 弄点来 念娇儿 见鸡忙地上纱袍 要伺候刘成采换衣服 念奴儿则道 夫人见天热 特意让厨房给老爷备了清风饭 放在冰池里镇着呢 奴婢立刻就去取来 其夫人见他 果然热得满头大汗 难得贤惠地问他 有刚煎好的蒙顶石花茶汤 你要吗 怎么不要 给我倒一大欧来 刘成采换了轻松凉爽的纱袍 方惬意地往躺椅上一倒 翘起脚来给念奴儿脱鞋 不想刘成采惹得狡账了 平时又不喜欢穿大靴 就比平常难脱一些 念奴儿急得一身香汗 又怕弄疼了他 又怕在他面前待的时间久了 引得妻夫人疑心 越急越难脱 刘成采本来心里 就有些烦躁想骂人的 刚争起来 就看到念奴儿脸颊上 那层犹如青尘花瓣上露珠的细汗 还有红润饱满的嘴唇 和雪白的脖梗 碧绿的抹胸 于是忽如三福天理 被一阵凉风吹过 全身的造诣都消失无踪 也不说话 就翘着腿给念奴儿脱 甚至故意勾着脚脖子 叫他脱不掉 念奴儿做惯活的人 怎会试不出老爷这是故意叼呢 不由战战兢兢的 飞快地从睫毛缝里缩了一眼 但见刘成采斜眼看着他 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 不由虎得魂飞天外 全身都进了一层 湿泥泥的冷汗来 情不自禁就颤声喊道 夫人 刘成采大为败幸 抬起脚来 冲着念奴儿当胸一脚 骂道 你个吃嫌犯的蠢东西 脱个靴子都脱不好 伺候你们夫人倒伤心 我就不是你的主人吗 燕娇儿被踹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随即爬起只是磕头 含着泪不敢发一声 得罪老爷只是吃气 得罪夫人却是要丢命的 七夫人端茶过来 见状冷笑了一声 将茶欧往流成采旁边的机子上 使劲一放 滚烫的茶汤 见得刘成采纵身跃起 鬼哭狼嚎 他也不管 冷着脸将念奴儿赶了出去 一口催在刘成采脸上 不要脸的老东西 惹了祸事 倒叫妻儿请你乘头 日子这才好过一点 你就又气了那阿子心思 祸事转眼就要到头上了 你看要怎么办吧 迟早叫你刘家香祸无存 又怎么了 七夫人出够了气 方将今日的事情前后说了一遍 道 你再不想出个好法子来 不是那病秧子 你等你儿子杀了人 就是那淫妇灭了你刘家的香火 事已至此 你待要如何 何家吃了秤妥铁了心 难不成他能上门去把那病秧子抢回来不成 只要何家肯把那东西拿出来 又不要他还钱 那就大善 日后他就不信何家敢和他这三品大猿对着干 至于郡主 刘畅不是喜欢吗 郡主有宠 比有些真正的公主还要受宠些 他要真的嫁给刘畅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又不是不能生 怎会断了香火 七夫人文元 一双眉目瞬间瞪得老大 上前去揪住刘成才的耳朵 你是男人吗 我嫁你做圣太 我代要如何 好 好 你问的好 咱们这边当着儿子去说个清楚 妇人之见 何至于如此 他何家区区一个商户 就算是有几个钱 拾得几个权贵 又算的什么 咱别的我三代赞英之家 哼 他若是乖乖拂晓认输 我便罢了 若是要和我对着干 我必就得好看 你少一天淫妇淫妇地挂在嘴上 当心祸从口出 他真想进这个门 是你我挡得住的 你无非是怕他身份高 施了你婆婆的威风罢了 七夫人被他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却不甘心就此认输 但要将从前的事情扯出来说 刘承彩已经抛了他自出群 见刘承彩走得头也不回的 七夫人心下又有些着慌 又松不下脸来叫去看刘承彩到底去了哪里 直到留在刘畅院子里 盯着刘畅的朱嬷嬷招人来说是去了刘畅的院子 方才松了一口气 念娇儿上来伺候 他就怎么看都不顺眼 盘算着要不要将念娇儿打发出去 正自盘算间就听外面来报说 旧夫人来了 却是他的娘家兄弟媳妇陪夫人来访 七夫人正在心烦意乱间 就有些毛毛躁躁的 烦道 天都要黑了 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 却又不能不见 只能任着念娇儿伺候好衣服发时 方才懒懒地迎了出来 裴夫人年轻 不过三十六七岁 发上插着金香玉蜻蜓截条拆 系着五彩印花的巴佛罗裙 披着天青色的烫金披紧 踏着一双金丝百合缕 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笑道 哎哟 阿姐 我前两日就要过来的 偏事多 来不着 今世好容易有了空 赶紧跑过来寻你 七夫人淡淡地请她坐下 先问了家里人好 方问其他的来意 裴夫人见七夫人懒懒的 明显是不高兴 倒不忙说自己的事 关心的倒 可是天太热了 身上不舒爽 您别太操心了 儿子儿媳别太惯着 他不提还好 一提起这个来 七夫人的鼻孔就差点往外冒火 哼了一声 倒 哼 别说那个 说起我就来气 这到底是怎么了 谁惹您不高兴了 快说给我听 我去帮您出气 何家从刘家搬东西 那么大的动静 早就从坊间传到官署里去了 他其实是知道的 只是他今日来的这件事 就是装得不知道 引出七夫人的话来才好 那何家 当真是粗鄙之人 一家子都目中无人 全无半点教养 我听二娘说 那是子舒和人动了手 就是演了五马的 似乎也是他们何家的什么人 可不是 是那病秧子短命鬼的远方表哥 就是宁王府长使家 那个不作官偏跑去做买卖的崽子李行志 生的没有头脑 被病秧子挑唆了两句就动了手 今日又险些动了刀剑 老天要保佑 叫他一个个的没落到我手里 我听大郎说 端午节 皇后娘娘受担之日 宁王府校敬献良匹五马 给娘娘贺寿 解释会在秦镇楼前献舞 不知你和姐夫可听说这事了 七夫人不由一致 皇后育有两个皇子 长子封了太子 才轰了不过两年多 皇后娘娘伤心得很 圣上为她排忧解司 才趁着这个机会 特意下旨命摆地献疫 先太子轰了两年多 贤命有才的成年皇子一大串 但仍未策离太子 可见是皇眷深厚 而这宁王 不巧正是皇后的幼子 想到此 她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骂道 难怪的李行之有恃无恐 何家如此目中无人 原来是靠上了好靠山了耶 裴夫人垂头不语 人家李家做宁王府长使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她怎么现在才回过味了 难道真的是想服想多了 人变傻了 七夫人想了片刻 却又笑了起来 哼 我才不怕她 哎呀 您当然是不用怕她 想她李家 从前不过商家出神 到了李源这一辈 方才侥幸做了官 好到如今 且不顾一个 从四品亲王府长使罢了 她这话要反着听 亲王府长使 虽然只是总管王府府内事务 比不得刘成才 这样的三品尚书威风八面 可那是宁王身边置信之人 宁王如果没机会上位 倒也罢了 偏着宁王身份非同一般 自来多有胜倦 出身低微的李源 能钻印到这样一个官职 能说她笨 能小觑她吗 不能 偏七夫人只是微微一笑 你可知 为何五姓女那么难求 朝廷为何又专门下了诏令 不许五姓子孙自行婚配吗 自然是知道的 本朝 有自前朝年间 就形成的五姓七家 那是一流的高门大族 分别为清和吴氏 泛阳白氏 邢阳王氏 太原秦氏 隆熙 萧氏 傅林吴氏 赵俊 萧氏 他们通过与皇室和自身之间的相互联姻 形成一个权势地位很高的集团 到了本朝 这五姓在朝堂上的势力虽大不如从前 在社会却仍有极高的影响力 官员权贵 乃至皇室 无不以五姓劫亲为荣 随便举几个例子 五姓女的踪迹无处不在 皇后出自邢阳王室 宁王妃出自太原秦室 楚州侯氏子潘荣之妻 也是出自泛阳白氏 其他的更是不一而足 对男人来说 娶五姓女这种荣耀 甚至超过了上公主 偏着五姓之人 还要自抬身价 轻易不肯与其他人结亲 越发显得奇祸可惧 朝廷为了打破这种局面 特意下了赵令 不许他们自行婚配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新兴贵族权臣 总算是如愿以偿 七分冷笑 既然知道便该明白 子我等这种人家 虽比不过五姓七家那般显赫 却也不是那商户出身的能比的 何况你姐夫是国之动量 就算是将来那位尊贵了 还能为了这种小事情 来找我们的麻烦吗 何况又不是李家的至亲 不过是八杆子 打不着的远亲罢了 他若是连这种事都要管 只怕是要忙不过来 是得悄悄叮嘱流畅 莫要与李姓再结仇 那假如李家 铁了心要为何家出头呢 他不讲道理 插手我们家的私事 我家也没必要和他客气 那子舒这件事 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秦华郡主不是个好惹的 我平生最恨一件事 就是有人压着我 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 总有法子的 裴夫人见他发怒 历史改了原本的来意 这么大的脾气 还是等自家夫君 明日自己来和他姐姐说吧 于是顾左右而言他 怎么不见姐夫和子舒 子舒喝醉了 他爹看他去了 你有事找他们 我要有事 还不直接和您说了呀 莫哄我 我还不知道你的 这个时候上门 到底有什么事 赶紧说 我就是和您说 胡马和李家的事 你对李家这么上心 莫不是看上那小子了 开玩笑了 这是从何说起啊 既然不是 上次宴会下来 你们觉得谁好 是不是你都听我一句 那小子靠不上 阿姐 您着实多虑了 却说刘成才 进了刘畅的院子 见刘畅 躺在窗下的软榻上 酣睡正甜 身边围着一群衣着光鲜 冒比娇花 殷勤的不得了的机器 碧屋 玉儿 鲜素 甚至搭着肚子的羽童都在 两人直善 给他送去悠悠凉风 一人再给他捶腿 一人则拿了帕子 再给他试汗 好不快活 想到自己刚才的迥样 刘成才忍不住羡慕嫉妒恨了 当下将一群女人轰了出去 从埃及上 抬了一盆水来 兜头给刘畅浇了下去 刘畅正在做美梦 梦里 他把李信打得落花流水 把何牡丹折磨得愈生愈死 连连挨告讨饶 他却总是不饶他 正高兴处 忽然被清华郡主一脚踹进湖里 透心的凉 气也喘不过来 他惊慌失措地翻身坐起 方才发现 自己头上脸上身上都在滴水 不由大怒 正要骂是哪个不张眼的东西 把他弄成这个样子 忽见刘成才放大的脸 骤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淡淡扫了刘成才一眼 往下一躺 瞪眼看着头顶的雕花横梁 和在空中乱转的银香球 又要做什么 做这副样子给谁看 还不是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母亲说你今日要和人家动刀子拼命 你倒是真出息了 招惹上一个郡主还不算 又要去招惹宁王府 他自己怨许不自在 怨得找我吗 宁王府 他父子也就和宁王府的一条狗差不多 何惧之用 你呀 是张着郡主舍不得把你怎样吧 从前清华郡主一心想嫁流畅 却没能嫁成 嫁了人之后也是一直念念不忘 还很讨厌他那死去的丈夫的软脾气 看来就是专爱刘畅这个调调 想到此 他的心情又好了几分 刘畅文言不承认也不否认 刘畅才起身 备手在屋子里夺了几步 他此时和你情浓 自然舍不得把你怎样 那到底 他也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人叫他寒了心 恨上了你 你是要吃亏的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 由我来处理就好 从明天开始 你再也不许出去晃悠 老老实实地给我待在家里 把学问捡起来 过些日子再给你谋个执事 你也该上进了 成是这样私混着不是事 你休想 老东西 之前卖了我一次 这一次又要卖我了吗 刘畅翻身下榻 转身就要往外走 刘成才冷冷一笑 喝道 来人 好好伺候公子 没我的话 不许出门 严霸一甩袖子走了 他身后几个家丁 彬彬有礼的将刘畅拦在了院子里 第二日恰逢休目 刘成才和七夫人刚吃过早饭 就听说七长林来了 刘成才看看天色上早 便自言自语一样的 本自昨日起 就没和他说过一句话 给过一个好脸色的七夫人 那样从早到晚 一趟改一趟的 是要做什么 简他这样说 仿佛是嫌弃自己娘家人太过讨厌似的 七夫人大怒 将手里的刘金银把杯子狠狠放在桌上 冷冷地说 你要不想见 可以不见 刘成才撇撇嘴 也不理他 自出门去见七长林 两人寒暄过后 七长林方道明来意 原来他就是何家请来的忠人 刘成才先饮了一大欧 蒙顶石花茶汤 方慢吞吞地道 这么说 是宁王的意思咯 我记得他不是个爱管闲事的 怎么就管起这种小事来了 是李源求他的 谁知道呢 反正儿子和老子谁说的都一样 不都是一家人吗 那两匹巫马好大的面子 虽然宁王只是略略提了一提 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怎样 但那意思都应该明白 况且是让内地来劝自己 也算是考虑的比较周到了 清华郡主那里迟早要发作 不如现在就成了宁王的情 当下回转脸孝道 我知道了 但也要何家拿出诚意来才行 那是自然 这事总拖着也不是事 耽搁外省的前程 带我这里着人去和他们说 必时就过来 我听说你最近和宁王府走得极近 是不是 不过是恰好有一些公务上的事情罢了 现在情势还不明朗 我要操之过急 西长林点了点头 但不要对着干 也是应该的吧 卫正十分 何家父子三人一道进了刘家的门 两家的沟通并不顺利 刘成才开口就是一句 被修和和离 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此话一出 不要说何家父子脸色难看 就是七长林都大吃了一惊 刚才不是都说好了的吗 怎么这般不客气 却似要撕破脸一般 何家人脾气暴躁 若是闹僵起来 这事就办不成了 到时候刘成才 倒是往何家人身上一推就干净了 自己却是要被看成办事不利 宁王难得开口招人办事 好好的机会 就这么叫刘成才给搅和了 当下七长林便不高兴起来 拿眼缩着刘成才 只是识眼色 刘成才却无动于衷 只装作没看见 沉脸看着何家父子三人 坐得四平八稳的 摆出了官微 好不要脸 拼着我这条命不要 一决 何大郎气得蹊跷生烟 历史就将手边的茶鸥砸了个粉碎 跳江起来就要发作 眼看着何大郎的手指挖到了自家脸上 蒲扇式的铁掌就要抓自己的领子 刘成才的眼皮子直抽搐 一颗心跳个不停 强自稳住心神 保持面瘫 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动不动的死熬 刘成才一来就给自己下马位 无非就是想把过错都推到牡丹身上 将那一大笔钱赖掉而已 何之中早有准备 与何二郎一道按住何大郎 给何二郎使了个眼色后 何二郎淡淡地望着刘成才道 刘尚书是官 自然比咱们拼头老百姓更知道 七出三不出到底是什么意思 律法里是怎么说的 七年五十以上无子者 听力数一掌 丹娘还没满十八岁 丹娘新婚不满一月 我那好妹夫就有了两位姨娘 不过半年 树长子就出世 前些日子更是割鸡什么的都抬回家 把丹娘的陪嫁都弄去了 若是丹娘妒忌 不知那两个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 还有一个快生的孩子 又是从何得来 何之中咳嗽了一声 制止住何二郎 骂道 你个不懂事的小崽子 你如何有尚书大人懂 其他的事情就不要说了 不过是浪费口舌 尚书大人说是怎样便怎样 反正闹到这个地步万难回头 杀人暂且不忙 修书写来 咱们去京兆府一厅分辨就是了 纵然万般理由 皆可由人捏造 但我家丹娘自来乖巧懂事 想来也无名过可恕 咱们不怕 从前立不上书萧元素 捏造事实修期 不就是遇上个不怕事的岳姐 和萧元素打了一场官司 硬生生叫他又赔钱 又是被皇帝责罚了吗 他这是明明白白的威胁刘成才了 纵然婚姻的主动权在夫家手中 但万事就怕认真 这修书并不是随便能写的 七初也不是随便能捏造就能捏成的 要修期就得有明明白白的过错可以说出来 何家不怕事 还拿着刘家的把柄 闹到公堂上 谁会更吃亏谁最明白 兴许他刘家将来是可以报复回来 但若是此时不让手 刘家先是要吃个大亏 七长林见事情突然闹到这个地步 突然暗怪刘成才多使逃打 却不得不起身周旋 别急别急 我姐夫不是还没把话说完吗 这样喊打喊杀的伤了和气 对谁也没好处 姐夫是吧 边说边朝刘成才识眼色 刘成才惊魂否定 暗想着何家果然粗满 一言不合就喊杀喊打的 果然做不得长久亲戚 但他也知道 亡命之徒其实真正招惹不得 便慢吞吞的喝了一口茶 维持住三品大圆的风度后 再将手里的茶凹 往桌子上一扔倒 就是 静点急什么 我刚才说的那是子舒的意思 你们也晓得 子舒那孩子是个心气高的 受不得气 他和我说了 虽然丹娘做了这些事情 但他一点都不怪她 她不可休憩的 过些日子 还要去接了丹娘回家 好好过日子呢 啊 七长林听到暗地里翻了个白眼 原来就知道这大姐夫是翻脸比翻书快 脸皮比十二个城墙拐弯 在家对窝底还要厚的 却是从来没亲自看到过 今日总算是见到了 不但脸皮厚 而且还不要脸 这般拿捏人家 无非就是想多挣点钱财罢了 多亏阿姐有手段 能捏得住她 否则真的不知会成什么样子 刘承彩却半点脸红的意思都没有 坦然自若地看着何志忠道 当然 丹娘不想和她过日子了 也不能勉强 你我都是做父亲的人 无论如何总是为了儿女好的 我的意思和你一样 既然感情不合 就不要再拴在一处了 他们打打闹闹 博的却是我们这些老不死的性命 你说是吧 何志忠心头 恨死了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想象着刘承彩 就是满嘴驱在爬 面上却是不急不躁 纸淡淡的道 你说的对 与其相看两相宴 还不如成人之美 也全了自家的性命 省得白发人送黑发人 刘承彩面色如常 咳了一声道 好好好 自家孩子总是没有错的 谁是谁非咱就不说了 那人您和我说 怎么说的来着 好说好散是不是 何志忠点点头 只要尚书大人演出笔形 何某人也是演出笔形 我何某人做了一辈子生意 就从来没有做过失信之事 对于他这样的生意人来说 信义第一 算是间接的给刘承彩做了保证 可刘承彩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要实惠的 见他装糊涂 心中暗恨 眼珠子一转 便道 好说 好说 明无信不利吗 我做了这许多年的官 也是最讲究信仪的 这事儿我隐了 咱们好说好散 他看了看七长林等人 七长林知道 是有私密的话 要和何志忠说 便邀约何家兄弟二人 一道出去 屋里只剩下何志忠 和刘承彩二人后 刘承彩方苦笑着 朝何志忠行了个礼 前几年 多亏的老哥帮了我的大忙 那娘是我们没照顾好 我对不起您 本来我真是想让他们小两口 好好过日子 可这事儿 您看 也不知怎么的 就惊动宁王殿下了 我心里忐忑呢 何志忠见他装腔作势的 便也叹了口气 万分难过的道 罢了 因缘天定 他们注定无缘 不替这个 把黎叔给我 从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刘承彩 见他关于宁王之事 半点口风都不漏 暗骂一声老狐狸 愁眉苦脸的道 那笔钱倒是小事情 过些日子就可以愁了给你们送过去 只是 子舒是个死心眼儿 昨日我才劝过他 他死活不可写黎叔 我这个父亲 却也不好强他所难 这种大事还得他认可才行的 不然将来他又去旧山丹阳 来个不认账 边说边拿眼去着何志忠 果见何志忠脸上露出不耐来 他方有笑道 不过你放心 给我些时日 让我劝劝他 定然好说好散的 我才一听说昨日那件事情 就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进了他的族 以后定然不会再给丹娘钱麻烦了 彼此都有短处在对方手里 比的就是耐心和脸皮厚 只要何志忠一日不松口 他就一日不拿那黎叔去 反正现在说到这个地步 何志忠那里也说得过去的 不是他不办 只是遇到个任性的孩子 需要时间呢 看看自家孩子都关起来了 够诚意的吧 何志忠听说他把流畅关了起来 倒有些意外 但也明白他这样做 打的是何主意 当下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方闭了闭眼睛 肉疼的咬牙道 既然好说好散 你我之间还谈什么钱不钱的 等的就是这句话 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呢 流程采大喜 却道 不成不成 人无信不利 说过的话要兑现 何志忠暗纳住胃里的翻滚 满脸盛着的道 这不是见外了吗 丹娘的病好了 是谢礼 好歹一场情分 就当是为丹娘好 也不要再提了 流程采恩啊啊的掩饰过去 也就不再提这事 知道 那子书这里一劝好 我就使人来府上传信 何志忠心里一沉 钱也答应给了 气书也答应归还了 却还是拖着 这是个什么意思 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这事若是不借着 宁王这股东风一次办妥 只怕后面还会生出瓜葛来 何志忠想到此 少不得与流程采商量 呃 既是已经答应了 不如就一次办妥了吧 流程采只是高深莫测地笑 您放心吧 我说过的话一转算数 你们帮过我大忙 丹娘好歹做过我几年的儿媳妇 也是极孝顺的 我不会为难她 人无信不利 是人真正有信意的 又有己人 商人的信意 更不过是侧纸罢了 他就光凭何志中一句 不会说出去 他就信的 他就不会是流程采了 他风风雨雨几十年 走到今天这个位子上 并不是只凭运气好 胆子大就够了 被人拿住把柄不要紧 要紧的是反过来同样拿住对方的把柄 还没拿到何家的把柄呢 怎能轻易放手 何志中不知流程采心里在盘算什么 只是凭着直觉 知道不妥 便咬着牙要流程采 给他一个实在的保证 流程采也不为难 笑道 您真是太疼丹娘了 一心一意就专为他打算 可惜我是没个女儿 不然也是一样的丑 这样 我给你写个文书 保证一定叫他们好说好散 到时候你拿他来换黎叔 你看如何 何志中想想 老东西不买凝王的账 又拿中了自己心疼女儿的软处 知道自己拖家带口 除非是迫不得已 不然不会轻易和他应拼 看来今日再逼也没意思了 做得过了 反倒让老东西在凝王那里有说辞 左右都是准备了第二条后路的 也不怕他耍什么花样 便没拒绝流程采的提议 看着流程采把保证写了 取出四印盖托 又仔细研读一遍 确定无误后方吹干墨迹 小心收起怀里 辞别流程采 谢过七长林 领着两个满脸不甘之色 目露凶光的儿子先出了门 七长林不知事情办到什么地步了 便问流程采 姐夫 事情办得如何了 我好去复命 都谈妥了 你去回话 就说我们两家和和气气 商商量量的 严定要好说好散 只是子舒后悔舍不得 需要时候缓缓 那我和你姐姐好声劝起她一番才好 把她说通了 也免得日后又去纠缠何家丹娘 大家脸面上都难看 这样才妥当 只恐说是敷衍啊 姐夫您不如趁热打铁 好好劝劝子舒 大丈夫和患无期 她何必硬要想不开 什么敷衍 看可何家父子那么精明凶悍的样子 能敷衍得了吗 我刚才给她写了保证书 还盖了硬件的 我那保证书难道不值钱的 不过需要些日子罢了 你放心 咱们是什么关系 我能骗你害你 我可没做过对不起亲戚的事情 即使写了保证书 那自然不会再赖 见流程采 说的义正言辞的 想想也是果真没有对不起过自家 七长林不由汗眼 不敢再多话 匆匆交差去了 流程采翘着脚 独自坐了一会儿 在脑子里把即将要做的事情 诸一演练了一遍 确定不会发生任何差错了 方道 把西夏给我找来 何家父子做生意 向来小心谨慎 自有他们的一套 插不得手 那便只好从牡丹那里下手了 刘成采摸着胡子 默默地道 何牡丹 你没对不起过我家 可我却要对不起你了 谁叫你不老老实实的 偏要唱这么一出呢 何家父子出了刘家大门 翻身上马 放松缰绳 任由马而缓刑 何大郎一改刚才的 暴躁不平模样 轻声问何志忠 爹 本来他就是冲着那钱财去 这才故意刁难咱们的 为何不一开始就答应了他 平白浪费这许多功夫 倒叫娘和丹娘在家等的交集 何志忠耐心地解释道 我若是一开始就太过舍得 他岂不是要起疑心 越是不容易得到的 他拿着心里越是安稳 越是以为咱们怕了他 以后遇到什么 也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来 最多就是怪运气不好罢了 这就和作声一样 若是买家已还价 卖家就应允了 买家反倒怀疑其中有猫腻 若是卖家不肯 和买家使劲地磨 买家最后就算是在添点钱 也觉得值得 大郎呵呵地笑了 这口气憋在心里实在难受 等丹娘的事情一了 咱们就赶紧出了吧 叫这对狗父子吃个大亏 二郎则道 爹 您把老东西写的保证给我瞧瞧 何志忠从怀里取出那张 叠成方形的纸递给他 何二郎认真研究一遍后 笑道 就凭他这保证说 丹娘这黎叔一定是能拿到了 大郎笑道 给我瞧瞧 仔细看过一遍后 递给何志忠收好 道 果然还是二弟的法子庙 要请个比他更贵重的人 这事才能了 不然还不知要和咱们 拖延到什么时候呢 二郎却不以为然 其实他根本没把宁王 放在眼里心里 此事不够顺手推舟而已 日后少不得要另外选了法子 找咱们的麻烦 咱们都小心一些 何志忠道 刘成彩的脾气我知道 此仇是不敢结的 咬人命的事也轻易不会做 但总会叫我们日子过得不爽利的 是该小心一些 大郎道 多亏了行之 那么贵重的两匹宝马 就换了宁王一句话 爹 您不能亏待了他 何志忠笑了一笑 那是自然 他侧头满意地看着自己的长子和次子 这对儿子 一文一武 这些年来给他帮了很大的忙 像他们这种做珠宝和香料生意 光凭眼光好 食货能说味道是不够的 得有胆有食 到处都得去 保得住自家的货 大郎豪爽有力 不怕事 别人狠 他能做到比别人更狠 就是拿着刀子 在自家腿上刺窟窿比狠 他也能面不改色 心不跳 谈笑自若 二郎则和大郎四郎五郎不同 一样都是一奶同胞 其他几个长得榜大腰圆 偏他和牡丹一样 怎么养都养不胖 在这个武力占绝对优势的世道 他从小就知道不能和其他人硬碰硬 凡事总多了几分思量 小心谨慎 也更爱五文弄墨 看点孙子兵法之类的 偏他二人关系又好 走到一处简直就是绝配 所向披靡 再过几年自己老了 也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事情交给大郎和二郎 下面几个孩子也各有各的出息 四郎就更是一个有勇有谋的 将来把牡丹的婚事安排妥当 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何至中想到此 不由心情大好 父子三人兴高采烈地回了家 才扔下缰绳 就被孩子们簇拥了进去 一眼看到坐在廊下的牡丹 便高声笑起来 来 丹娘 成一半了 牡丹自早上起来 就一直提心吊胆 做什么事都没心思 在那二十多颗牡丹打理好之后 就坐在陈夫人门前的廊下 一边看几个年长些的侄女 在裙子上用金线压折菇 双额 西斥 一边眼巴巴地 等着何至中他们回家 期间她想了好几种可能 既抱了美好的愿望 也做好了被打击 万里长征的准备 就是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局 成了一半 这是个怎么说法 牡丹还未开口 陈夫人已经起身迎了上去 称道 成就成 不成就不成 什么叫成了一半呀 何至中 右板的保证书拿给他们看 也不说刘成采如何刁难 只笑道 刘成不肯 所以需要点时间才能完全弄好 刘成采这里确实都说好了 我不放心 逼着他给我写了这个 但娘 若是刘长被禁足了 但我让人去打听打听 若他这几日果然不曾出门 你就能自由自在地出门了 大郎和二郎只是憨憨地笑 都没提那笔钱回来没有的事 何至中父子三人不提 是早就商量好的 若是这笔钱最后回来 便给牡丹 若是回不来 便要以这个名义 瞒着众人 再补贴牡丹一些 此时 若是当着众人 说得太清楚了 儿媳妇们 难免会有想法 索性不提 陈夫人 陈夫人 没问 是觉得何至中 既然没当着大家的面说 必有他的道理在里面 牡丹 没问 是怕他们误会自己 惦记那笔钱 可是几个儿媳妇中 却有人热心地问了 那丹娘 剩下的那一大笔嫁妆 他们家什么时候还 他们家不是想赖了吧 何至中和陈夫人 同时抬眼淡淡扫过去 出生的是最年轻的 六郎媳妇孙氏 这倒是出乎 两人的意料之外 不过陈夫人这种时候 一般是不会发言的 何至中淡淡地道 什么时候和离 就什么时候还 爱不掉 眼睛却是恶狠狠地 朝脸色大便的杨氏 瞪了过去 这一大笔钱的来龙去脉 家里多数人 都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是牡丹的嫁妆 刘家是冲着嫁妆丰厚 才娶的牡丹 具体有多少 是不知道的 只有陈夫人 朱氏 大郎 二郎 薛氏 白氏 知道的最清楚 杨氏 则是因缘巧合 恰好 听到点首尾 事后 他曾郑重警告过杨氏 不许提一个字 牡丹这次归家 也只是说 还有些东西 在刘家没拿回来 其他的 可没仔细提过 这孙氏 如今问得如此清晰 不是听了杨氏嚼舌头 又是什么 何至中 有心想狠狠 教训杨氏一番 却又怕 反而引起大家的注意 只好暂时忍下 淡淡地回了孙氏的话 孙氏花一出口 就发现气氛不对劲 几个平时装得对牡丹 很亲热 很关心的肘里 此刻都秉升尽弃 真氏 则是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看着自己 公公婆婆的脸色都不好看 杨氏则满脸不安 只有猪一娘和牡丹 神色如常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她也敏感地发觉 自己问错了话 她也高兴不起来 她不过就是关心 才多了这句嘴 难不成 她还能打牡丹架撞的主意 不成 成 以后再不问就是了 牡丹察言观色 见有些不妙 忙上前拉着何志忠撒娇道 爷 昨日五嫂和六嫂 领我去吃冷桃 没吃着 孩子们也都说想吃 难道您今日回来的早 您买给我们吃吧 何志忠这才把眼神 从杨氏身上挪开了 杨氏微微松了口气 感激牡丹的同时 又暗道晦气 她真是冤枉得要死 她果真没和旁人 提过这件事 她哪里斗得过连城一条心的 岑夫人和朱氏 还有他们的五个儿子 何况她不是不知道好歹的 这些年六郎过的什么日子 她清楚得很 那是真没亏待过 何志忠将来也必然不会亏待 六郎和她 她又何苦去得罪何志忠和岑夫人 也不知道六郎媳妇这个糊涂的 到底是被谁窜夺着说了这个话 是谁这样害她和六郎 她必然饶不了她 何志忠自是知道 牡丹是在祸悉泥 她心中虽然暗恨小妾和儿子媳妇贪心不省心 但想到牡丹向来善良大度 总担心旁人为她操劳过度 又想到她说过她不要那笔钱的话 若是因那笔钱在家中生了是非 只怕她到时更是不要 在家中也会过得不愉快 便不想当着牡丹的面再提这事 顺着牡丹的意思笑道 我和到时吃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不过一碗冷桃而已 趁着天色还早 要吃大家一起去吃 于是众人举发出一声欢呼 个个收拾东西准备出门 无事却不去 温温柔柔的道 老爷和夫人自领了孩子们去 婢妇在家里准备晚饭 杨氏刚招惹了和之中 虽然很想出门 见状也只得笑道 婢妇也留在家里 帮朱姐姐的忙 又朝孙氏识眼色 孙氏心不甘情不愿地 表示自己也不去了 薛氏却也来凑热闹 家里事多 我也留下来 岑夫人也不勉强他们 只问他们要吃水花冷桃 还是怀夜冷桃 然后命身边的人记下 稍后给众人烧回家来 余下和家众人 欢天喜地地出了门 直奔东市而去 今日去得晚了 吃冷桃的人却是不算多 和家一群人吃得心满意足 眼看天色很晚 离鸡争散事不远了 索性一家人一道往和四郎的铺子里去 准备接了和四郎一起归家 和家的香料铺子在平淮鼠的左边 临着大街 和许多锦绣彩帽铺子并列在一起 店面规模不小 租有寻常商铺的四五间那么大小 看上去很是气派 和之中很满意 拉着牡丹轻声道 看看 这一排十几间的铺子 都是咱们家的 这个牡丹有数 和家在东市西市都有铺面 除去自家用的 就是尽数高价带了出去 每年的租金不少 只不知为何 作为商人织女的和牡丹嫁妆里 却没有铺子 牡丹心想 大约是因为她的嫁妆太过丰厚 一次拿出太多 和之中为了平衡 所以才把这生财的 留给儿子儿媳的吧 子女太多的人 想协调好这中间的关系 的确是太过劳心劳力 牡丹正想着 忽见何家香料铺子门口 走来一个身材高大 粗眉抱眼 满脸凶横之色 年约二十来岁的男子 他的扮相 很是吸引人眼球 头上绑着条青螺抹额 穿绿色缺胯袍 着褐色紧半臂 袖子高高挽起 露出两条刺了青 肌肉发达的胳膊 左臂上刺着 生不怕经兆尹 又闭上刺着 死不怕严罗王 看着就是市井恶少 牡丹愣了一愣 随即玩耳一笑 这人也太嚣张 太有趣了 一次挑战古人心目中的 两大权威 活着时的官府 死后的官府 那人狠狠弯了牡丹一眼 直接向着牡丹走过来 牡丹心说不得了了 招惹恶罢了呢 正想往何志忠身后藏 却见那人往三四步开脉 站定 对着何志忠和岑夫人 规规矩矩行了个礼 问好道 师伯 伯母 几位哥哥 嫂嫂从哪里来 何志忠和岑夫人都想 客客气气的道 简直今日得闲 我们来寻四郎一道归家 他在里面吗 在 小志试财跟他一道说话来着 他正在使人收拾摊子算账 准备散事呢 使伯 师母先忙 小志另有要事 先行告退了 牡丹心说 看不出来 这个人说话形势 还彬彬有理的 正想着 那人一边 与何大郎和二郎打招呼 却又狠狠地看了牡丹一眼 不是瞪 不是弯 而是看 何志忠健壮 不露声色地将牡丹掩在身后 真是拉着牡丹 抢先进了铺子 脆道 哼 这个张五郎 看人的眼神跟狼一样 不是个好东西 你以后遇到他 可要多远些 原来叫张五郎 牡丹应了一声 因见何四郎迎了出来 便缠着他 要看各种传说中的香料 谁知一看下来 把牡丹唬了一跳 何家铺子里的香料之多 种类之奇 品种之细 完全出乎他的想象 光是尘香一种 就分了六品 品中又细分了几别 另有 檀香 乳香 鸡舌香 安息香 玉金香 龙脑香 舍香 酱真香 蜜香 木香 苏和香 龙咸香等 多从海外来的贵重香料 至于本土的各种香花香草 更是多不胜数 除了奢华的大块天然香料 堆砌雕琢成假山形状 苗金装饰 散发出阴云芬芳的香山紫百摄外 何家只卖原材料 并不卖成品香和焚香用的香炉 香灌 香酮等物 何四郎见牡丹目不转睛地盯着香料看 呵呵一笑 你从小也是跟着咱们一起学变香的 曾经这会儿倒觉得稀罕起来了 牡丹不过是好奇 便随口道 忘得差不多了 想重新学起来呢 四哥空了教我 这有何难 你闲着也是闲着 学了这个 再去和二哥学炙香 可以开间成香铺子耍 你只管炙香 哥哥们帮你打理 种花虽然好 但也太闷了 又不能拿来换钱使 自己轴里几个 早就说想开这样一家铺子 他们父子兄弟坚决不许 更是不肯教他们炙香秘术 如今倒是上赶着 去讨好自家妹子 这嫡亲的骨肉果然不一样 将来再嫁了人 可不是要和自家抢饭碗了 珍氏在一旁听着 脸色历时变了 立刻回头 看向白氏等轴里 我见几人脸色虽然淡淡的 但明显都不是很高兴 他默默想了一想 迅速盘算起来 牡丹也没注意 几个嫂嫂的表情 直到 才不要开成香铺子呢 我只和二哥学炙香 有事做不至于那么闲 只是他说了真话 人家不见得相信 只是暗想 学了便香 又学了炙香 又有爹娘偏腾 哥哥们帮衬 站着天时地利人和 不开铺子大把赚钱 是傻子吧 哄谁呢 都说他一向老实软善 如今看来 也是心口不一的 真是朝自家对头李氏 飞了一个眼神过去 那意思是 看看你男人 对你妹子多好啊 李氏淡淡地 把眼睛撇开 垂头不语 只想着 回去之后 是不是也趁着这个机会 让自家瑞娘 跟了牡丹一道学点本理 一样都是何家的女儿 何家父子 总不能厚此薄笔吧 牡丹自是不知 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 就惹了这许多官司 刚高兴兴地 拉着何四郎 在铺子里转了一圈 听见散失的争声鸡响了 方才恋恋不舍地 跟着家人回了家 回到家中 杨氏和吴氏 薛氏都在 却不见孙氏 曾夫人问起 杨氏脸色泱泱地说 忽然不舒坦 头晕 躺着去了 若是晚饭不想吃了 曾夫人道 请了大夫吗 不是什么大毛病 已经服了药丸 睡一觉就好了 多半是挨了训 心里不舒服吧 曾夫人也就不再多问 只让人将孙氏 带来的冷桃送过去 倒是真实 几眉弄眼的 他频频朝薛氏识眼色 薛氏垂着头 只是不理 这一夜 刮了一夜的风 吵得何家好几个人 都睡不着 李氏几次三番 想向何四郎提出 让瑞娘跟了牡丹 一道去学调香的事情 话到嘴边好几次 终究不敢说出来 辗转反侧到四更 方定下主意 等到牡丹真的去学了 又再说不迟 珍氏则在床上打滚撒泼 哼哼唧唧地拿着何三郎折磨 一会儿掐他的腰一把 一会儿又咬他的尖头一口 含着两泡泪 只是哽咽 你不疼我 你不疼我们的孩儿 何三郎背对着他 一动不动 一声不吭 也不问他到底怎么了 也不还手 也不理睬 珍氏闹了一些 觉得没意思 便一脚朝何三郎踹了过去 骂道 你这个活死人窝囊废 嫁给你真是找了大霉了 谁都可以踩我一脚 你那个姨娘 成人里就扒着 你莫有人心不足舍吞相 谁踩你了 不要不知好歹 若不是看在姨娘的面子上 你以为谁会像现在这般让着你 你自己也有儿有女 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可怜的丹娘 哥哥们要教她治香 就是知道你们容不下她 难道不教她 别家就不会卖香 这市场就再无人会治香了 再过灶 再过灶你就给我滚出去 谁容不下她了 她吃的用的又不是我出钱 可和她比起来 我还是更疼你和孩子们 我们才是最亲的呀 现在爹爹活着还好 那将来呢 将来我们怎么办啊 需要乱说 别让人听了去 娘和姨娘情分不同寻常 大哥 二哥 四郎带我们也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 他们对我们 总会比对六郎更有情分 别和他们对着干 在外面做事情 心里也踏实些 你争气些 可这大哥二哥学了那么久 还是高不成低不就的 大子没大哥大 眼力又没二哥准 这么多年 老五都可以独自出门进货了 你还是不行 只能跟着别人跑 又不像是老六那般 惯会讨爹的欢心 真是一番话 说得和三郎心烦意乱起来 背过身 闷头大睡 第二日变了天 天空阴沉沉的 肩货刮着些小风 吹得衣着单薄的行人身上 一阵寒凉 宣平方街上的人 比平时少了许多 六七个人 簇拥着一城四人白藤监鱼 在何家门口停了下来 白夫人从监鱼里探出头去问侍女 免玉 是这叫吗 牡丹接到通报时 简直不敢相信 白夫人竟会来看她 她以为她从刘家走出来后 什么世子夫人 什么清和无侍十七娘 都再和她没有任何瓜葛了 就算是路上遇到 人家也不见得会和她打招呼 当然她也不会主动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林妈妈皱眉道 丹娘 她默不是来劝你的 毕竟 她们就是一伙的 与何迟疑道 白夫人 不是那样的人吧 上次花宴 她对丹娘很好的 不管是不是 都要认真接待 牡丹心里也没底 只隐约觉得白夫人 不会是那样的人 上次花宴 那么多人对她的遭遇熟视无睹 甚至抱着看热闹的态度 只有白夫人 毫不忌讳地表达了对牡丹的关心和同情 也许人家就真的只是好心探望自己来的 不管白夫人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冲着上次她那样对自己 今日也要认真接待她 何家的中堂里 白夫人由薛氏陪着说话吃茶 薛氏是个稳重大方的 见了白夫人这样的贵夫人 不见任何慌张失措 言辞得当 举止有度 白夫人和薛氏寒暄了几句 发现她是个有内壤子的 时文断字 待人处事不卑不亢 又见何家房屋陈设自有格调 家具虽然半旧 做工用料却是极精致 并不见时下流行的金矿宝殿等装饰 唯一引人注目的陈设 就是一座用极品唐杰齐南乡 堆起雕琢而成的香山子 品格优雅满世生香 下人规矩有理 不闻喧哗之声 丝毫不似外间所传 何家粗鄙 不通风雅 自以为有钱就了不起之类的传言 于是态度也真正和蔼起来 连带着对牡丹的印象又上了一层 待牡丹赶到中堂 寒暄过后 薛石命婢女小心伺候 便彬彬有礼地告了退 只留下牡丹与白夫人续话 白夫人见牡丹 装扮得极清雅出众 象牙白的短如 翠绿的六佛罗裙 裙脚散绣着几朵白色的牡丹花 碧色天青沙披薄 乌黑的头发扮成一个半翻计 只插着一把石下刚流行起来的宝殿象牙书 肤色如玉 笑艳如花 倒似一朵半开的玉板白 不由暗自惊叹了一声 感叹流畅无福 开门见山地道 刘子舒求了我家那位 托我来举您书和陪礼 只要你肯 他亲自上门带同你赔罪 蹦蹦光光接你回家 谢夫人好意 只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丹娘不想再叫人比驳见他一次 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 我本不肯来 奈何昨日 膝下跑去苦求世子言 言到 刘子舒为了你的缘故 吃了刘尚书一顿好打 就被关了起来 他们是自小的朋友 不管怎样 这一趟我都必须来 还望你莫嫌我多事 我明白 哼 哼 哼谁呢 骗我回去 好日后再接再厉 羞辱我 陷害我 待到我无力还手之时 再羞起我好出气 哼 好了 刚才是潘容的妻子 同你说话 现在是白星和你说话 荣华富贵 不顾过眼云烟 咱们做女子的 若是不能也就罢了 有了机会 还不经历护着自己 那才是傻的 你有真心带你好的父母家人 自当惜福 凭你这样的容貌品性 绝不该受那样的对待 就算是没有刘子舒的请托 我也会特地来看你 过得好不好 牡丹听到此 脸上方露出一丝 真心的笑容来 白夫人又问了 牡丹何离的情况 听到刘承彩推托 刘畅不肯写离书时 沉吟的片刻道 这样拖下去不是事 刚午那日 我使人来接你 假如你运气好 遇到有位贵人 你去求他 他若答应帮你 这事啊 一准就成了 这样不好吧 若是世子怪罪您 那可怎么办才好 您别为我担心 再等等看 总有人会等不得的 我看得出 潘容夫妻俩的感情 其实并不太好 若是白夫人 为了我的事情 得罪了潘容 只怕夫妻感情 会更生疏 你虽想得周到 不过 你确实不知道 有此处的脾气 古怪着呢 还有那位 他不顺心 迟早要把气 出在你身上 所以 还是早解脱早好 你放心 我会把事情 都安排好 只要你不说 谁会知道 是我把你接过去的 他又怎能怪上我 就算是怪上了 我也不怕 你还有什么 不放心的 谢谢你的好意 按说 您这么肯帮我 我应该非常感激才对 但我们相交到底 时日尚浅 我难免有些疑虑 您为什么愿意 这样不计较地帮我 还请您 与我分说 我难得主动 想帮一个人 要叫你生了疑心 您知道 我不过是个普通女子 若没有父兄 自身尚且难保 更不要提帮助旁人 我不想平白 成了您的情 害了您受累 之后 却无能为力 眼睁睁看着您 因为我的缘故 惹了麻烦 就不能报答你 其实你是多虑了 我不过看不惯 一个好姑娘就此毁了 明明什么错都没有 偏要因为旁人的过错 受这种无望之灾 我做不到也就算了 明明做得到 偏偏装着不知道 又或者助纣为虐 那我和我看不起的那些人 就有什么区别 不过 且怪不得你 这谁吃了那么大的苦头 都很难相信 旁人会莫名其妙地 对自己好 不过 你倒也坦荡 能当着我的面说出来 你要真不过意 那事成之后 今年秋天 借一棵御楼点催送我吧 谢谢您理解 机会只有一次 你自己决定要不要来 不等牡丹回答 便指着身边的侍女道 你还记得她吗 她叫年玉 上次就是她连你去找我的 她是我身边最信任的人 五月初五端五节 叫开夜镜 在前阵楼附近设有看棚 你虚实到东市长平仓 放生池之间的那道门去候着 我让年玉去接你 该怎么做 她会告诉你 光我帮你还不够 还得看你的造化 到时候 反正和家人都是要去看热闹的 就让大郎虚实他们 陪我走一趟就是了 雨和进来禀道 那张家兄弟二人来了 奴婢让他们等等 他们只是不肯 说是路远天气不好 想早点归家 我请人从山里挖了野牡丹来 他们都是实在人 只怕是怀疑我骗他们 故而不肯多等 请分稍后 我去去就来 我也该回去了 不管你来不来 我都让年玉 在那里等你半个时辰 我来 好 我等你 到时候 你可以让你家人陪你来 只是见到贵人时 得回避一下 牡丹听到此 几乎完全相信白夫人 是真心想帮助自己的 送走白夫人 牡丹自去见张家兄弟二人 张家兄弟二人 蹲在和家门房里 凳子也不肯坐 一人捧着个大瓷欧 拼命地往肚子里灌茶烫 雨和的娘 风大娘 横眉怒目地 插着腰站在二人面前 骂道 喝慢点 喝死你个小短命的 也不怕肚子疼 张大郎低着头 张二郎红着脸 却装作没听见 使劲地喝 牡丹笑道 这是怎么了 风大娘回头看到牡丹 笑道 大娘啊 是才他二人显得发慌 一定要见你 我想着他们没喝过茶汤 给他们点尝尝 倒四个可死鬼投胎的 又伸脚去踢那兄弟俩 还不快住了 正拙来了 牡丹不由失笑 风大娘嘴里说的胸 实际上是最心软的 分明是看着兄弟二人可怜 特意请他们吃东西罢了 张大郎和张二郎 忙忙起身将茶汤放了 从角落里 小心翼地提了支竹框出来 放在光亮处请牡丹看 少娘子 就是这个了 牡丹上前仔细观察 但见那株野牡丹 论高度果然少见 连着花梗花躲算 也看看不过一尺半 干皮带褐色 有纵纹 齐根出条 小叶一到五裂 裂片巨粗尺 上面无毛 下面被丝毛 花瓣十美 稍重 顶端有几个浅残缺 白色 部分微带红韵 鸡布淡紫色 花丝暗紫红色 近顶布白色 牡丹立刻确认了 这是矮牡丹 又称 济山牡丹 他细细抚摸着枝叶 不胜感激 作为栽培牡丹的原植物 因其根皮入药 在现代 已经是国家三级宾威物种 不得不专门保护起来 没有想到 他在这里 不经意间竟得了一株 而且是矮化程度比较高的 十多年 就长出那么一点 真是难得 张大郎见牡丹只是沉云不语 有些发急 小娘子 您觉得可还满意 张二郎悄悄拉他的袖子 低声道 哥 你莫催人家 等人家慢慢地看吗 牡丹这才回过神来 仔细查看了根部 见这次与上次 有稍微不同 跟上还带着一大团泥土 倒不用梳花叶了 便笑道 我很满意 还是按照上次怎么说好的 与你们一万钱 可使得 张大郎兄弟俩 没开眼笑 是的 牡丹又只给他们看 你们这次这样弄的 就是极好 以后 若还有这样的 便要如此用土护着才好 张大郎兄弟俩 似懂非懂地硬了 欢欢喜喜地 拿着钱离开 牡丹叫了个粗屎婆子过来 将那筐子提着往后院去 才刚进了院子门 真是和白氏就迎了上来 真是往筐子里瓢了一眼 笑道 丹娘又买花了呀 到了明年春天 娘这院子里 只怕到处都是牡丹花了 多少钱呢 还和上次一样 这花可真值钱 你确定没买贵吧 丹娘 你熬时真喜欢 不如去道观寺庙里买花牙 更划算一些 那你打算种在哪里呀 还没看好呢 这次还是要露天栽嘛 它带了泥土来的 本身也不算大 用个盆子 应该就可以栽上了 是啊是啊 能往盆子里栽的 最好往盆子里栽 否则将来啊 就不好移动了 想得这么长远 牡丹一愣 忍不住抬眼看向真是 这是最客气隐晦的说法吧 怕我长久在这家里住下去 所以提醒我一下 真是脸上还在笑 却有些不自然的撇开了眼 白氏狠狠瞪了真是一眼 忙道 丹娘 娘让我出来看看 那位世子夫人 寻你到底有什么事 是不是和刘家有关 是 她来干什么呀 是不是劝你回去的呀 我跟你说啊 千万莫要听她的鬼话 好马不吃回头草 又不是爹娘 割嫂咬不起你 回去做什么 过分的殷勤 不过是为了掩饰 心中的不愉快而已 牡丹有些堵心 又不想和她闹得不愉快 只淡淡的道 我心里一直记得哥哥嫂嫂的好 须不敢忘记的 真是还想说什么 白氏察言观色 见牡丹表情淡淡的 说的话细品起来也有点意思 便堵住真是 好不好的 你说这些做什么 但娘要怎么做 她自有分寸 我先进去和娘说说刚才的事情 牡丹朝两位嫂嫂行了个礼 镜子进了七夫人的屋子 七夫人正在和薛氏一起看账本 见她进来 忙朝她招手 过来 和我们说说 那位夫人都和你说些什么了 牡丹把原话一字不漏地 复述给二人听完 岑夫人想了想 道 这么说来 她是个好人 你信她了 牡丹点了点头 如果说先前 她还有几分友谊的话 此时 她是下定决心 一定要去试试了 如果可以 她是不想靠着任何人生活 也不想轻易给任何人添麻烦的 这件事越早结束 她就越早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岑夫人皱眉道 知人知面不知心 当初刘家不也 当初想着刘家好歹 也是知书知理 有头有脸的人家 人口也简单 又有气书保证 加上丹娘也着实不行了 所以才会走这步棋 谁想这家人 却是连普通百姓 该有的骨气和脸面 信仪都不要了 真正的翻脸无情 牡丹忙道 您别难过了 好歹我的病也好了 我先前 只是担心白夫人帮我 另有所图 怕给家里惹上 不该惹的麻烦 她既然说不图回报 想来也是如此 难不成 她还会帮着刘畅 把我绑去不成 大嫂也见过白夫人的 你觉得她可信吗 薛氏 安抚地拍拍牡丹的手 我觉得那位夫人 不像是个坏人 大嫂也这么觉得 我也觉得 她不会做这种事情 陈夫人 扫了姑嫂二人一眼 心想薛氏平时四平八本 从来不轻易发表这些看法 如今开了口 想必那位白夫人 必有其过人之处 便叹了口气 唉 去世事也好 到时候 让你大嫂和封大娘 还有灵妈妈 与何牢牢地跟紧你了 你大哥二哥 他们也不许走远 就在附近看着 想来也不会怎样 晚间何志忠归家 听说此事 特意使人 却打听了一番白事的为人 传回来的消息 都说此人平时看着孤傲 脾气休养 却极不错 没什么恶命 家里下人们 也夸其宽厚 何志忠仔细思考了一番后 决定那天 还是让牡丹去试试 接下来的日子 何志忠每隔两天 就使人去刘家催问一番 得到的答复 都是刘畅还关着 还在死磕 使人打听了 得知刘畅 果然是没出过府门 又听说其间 清华郡主上门过一次 得到了刘家的热情款待 走时他非常高兴 虽然种种迹象都表明 刘成才 果然是做好合理的准备了 但是总这样 不上不下地吊着 不得进一步地举动 何家男人们的心情 也随着气候越来越热 变得焦躁起来 男人们心里不爽快 女人们也跟着烦躁 经常在岑夫人看不到的地方 为了一些琐事嘲嘴 生气 发脾气 牡丹看着牡丹花的花期 都要过了 刘畅也果真没出门 就放心大胆地求了何志忠 领他去城北曹家的 牡丹园看花 何志忠却是没有空 只叫何武郎夫妻俩领牡丹去 何武郎与张氏感情甚度 文言先就望着张氏窃喜了一番 张氏白了他一眼 却也忍不住抿嘴笑起来 转过头问牡丹 怎么吃了早饭就走 曹家的牡丹园子 却不是在城里 而是在光化门外 园子占地约有十亩左右 果然如同外间传言的一般 一个壮如半月形的大湖 在正其中 湖边太湖时假山阁楼草木 错落有致 湖心亭台楼阁草木繁盛 四处变植勺药牡丹 牡丹的枣花品种 巨都已经泄了 晚花品种也即将泄落 勺药却是正在盛放的时候 牡丹游了一圈 暗暗将其格局布置 记在心上 又仔细分辨牡丹品种 和五郎见他盯着一些 已经花谢 只于枝叶果实的牡丹看 笑道 丹娘 这个有什么好看的 看那边才是 当时笑道 五郎莫要笑话他 我听雨河说过 咱们丹娘 就是光看叶片不看花 也知道一株花的好坏 开的什么样子的花呢 真的 你还和咱们二哥一般 人在调制的香 他只需闻射一闻 便可分出其中用的 些什么品种 牡丹呵呵一笑 哪有那么神啊 我最多就只能知道 是什么品种罢了 至于能开出 什么样的花来 他倒是没那个本事 牡丹花容易易变 他哪能知道 树尔倒是牢牢记着 当初西夏和牡丹说过的话 拉了牡丹的袖子 轻声道 丹娘 您将来 也可以弄这么一个园子的 您瞧 咱们今天 一共来了十个人 他就收了怎么五百钱 租船又收了五百钱 牡丹只笑不语 和离建女户 买地 建庄子种花 修园子 要建成像 怎么也得是 两年以后的事情了吧 船还未行之一周 张氏就有些支持不住 脸色苍白地捂着嘴 示意自己不行了 五郎火得赶紧叫了 曹家撑船的小子 赶紧将船撑回岸边去 牡丹拿了随身携带的水壶 为张氏 张氏只是摇头 连话都不敢说 好容易到了岸边 张氏才下了船 就一个亮枪 倒在了五郎怀里 随即将头往旁边一侧 控制不住地吐了起来 五郎一边给他拍背 一边说 他不晕船的呀 这是怎么了 莫不是病了 咱们赶紧收拾回去 请个大夫来瞧吧 牡丹赏了那撑船的小子 抱歉道 对不起啊 污了你们家的地方 我这里有一百钱 请小哥帮忙请打扫院子的 来收拾一下吧 那撑船的小子 忙伸手去接钱 将钱牢牢纳入怀中 贴身放好 放笑道 小娘子不用担心 只管放心地去 这里有小的们收拾就行了 这是怎么了 一个男生从不远处船来 那撑船的小子 唬得退到一旁 束手束脚地行礼 见过老爷 牡丹回头看时 不由吃了一惊 来人正是那日 和他们争买牡丹花的那个 勾鼻樱目的老腮胡子 不曾想 竟是这曹家花园的主人 那男子看到牡丹一行人 也有些意外 随即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来 冲着几人行了个礼 满是惊喜的笑道 原来是小娘子 在下曹万荣 是此间主人 格武郎忙还了礼 疑惑地看向牡丹 他怎么会认得这个人 不但牡丹回答 曹万荣已经主动赔礼道歉 上次的事情 真是太对不起诸位了 还请不要和我这个惊人一般见识 没事没事 曹万荣又把目光投向张势 这位夫人身子不爽 这里离城也远 这附近有个极不错的大夫 不如就在这附近的宣阁里歇歇 使人请大夫过来瞧瞧 何武郎见张势脸色 如同白纸一般 有气无力地半靠在自己怀里 看着眼神都暗淡了 不由一阵心疼 又看天色还早 便硬了下来 给您添麻烦了 不麻烦 还指望着你们下次又来游玩呢 曹万荣叫了小童过来 陪着何家人去请大夫 他自己殷勤地在前面引路 将众人领到附近一间临水的宣阁里 叫人又是上茶 又是上果子的 好不殷勤 何武郎有钱 也没觉得他殷勤地过了头 只当他是做生意的 等下把这些花销付给他就是了 少请 大夫果然来了 一把麦之后 连声恭喜何武郎 原来张氏是有喜了 没什么大碍 何武郎眉飞色舞的 给那大夫谢力格外大方 众人是骑马来的 现在张氏着马是不能骑了 那曹万荣远远立在一旁 剪缝插针地道 我家备有监鱼 见你们用 何武郎笑着道了谢 拿了钱出来 要算茶果钱 古监鱼钱 曹万荣只是白手 坚决不要 我是看着郎君一表人才 有心结交 请朋友喝杯茶 送朋友的家眷归家 哪儿就能收钱了 这是埋太人呢 当初为了见买 邹老七的一株花 他就只能守在放生池边几天 看到有人买了 无辜道义的争买 又是个胆子大的 敢和流畅竞价 竞价不成有威胁邹老七 可见这样的人 就不是什么好鸟 现在这样大方是好 不知又是在打什么鬼主意 牡丹频频朝何武郎试眼色 示意他这个光瞻不得 何武郎会议 坚决要给 曹万荣怒道 你这样人怎地就这么婆吗 我曹万荣难道就缺这几个钱时吗 瞧不起我也就罢了 何必这样埋太人 要给钱 监狱就不见了 此时的男人 最怕人说自己婆婆妈妈 何武郎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索性直截了当的道 老哥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蜈蚣不受禄 何况你本就是开着这园子的 开了这个先例着势不妥 不知我们有什么可效劳的地方 曹万荣扫了牡丹一眼 脸上露出半分为难的样子来 半赏才道 不瞒诸位 在下是岭南人 闻说世人皆爱牡丹 天下万花 唯有牡丹才是真话 慕名道的经中 积极六七年间 方才建了这样一座园子 平生最大的希望 便是将天下名花都收入这园子中 然而 有许多稀罕的品种 想方设法也寻不到 听说府上有许多珍稀品种 可否让两颗给我 正好我也是爱花之人 那些花也是家父家母所赠之价资 是不打算卖的 秋天的时候 可不可以卖几个花牙给我 我的价格一定比市价高 虽然将来我也要卖花牙的 但这人就是我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啊 自家条件还未成熟 此时贸然卖给他 到时候我还靠什么维持牡丹园的开销 打响自家的名声呢 不能买 于是牡丹只是摇头 曹万荣万分失望 还想再说 和武郎已听到 不要说了 我这妹子爱花如命 舍不得呢 曹万荣眼珠子转了转 又道 即使喜欢花 那我这里正好有几株牡丹机不错 保证比那人的大红壶更要好上许多 小娘子可要去看看 咱们交换 牡丹有些异动 但想到此时最要紧的 是把张石送回家 便拒绝道 今日有事 改日再来吧 真是不错 亏的是晚花品种 不然早就谢了 您再过两日来 只发是看不到花了呢 您要是担忧病人 让他们给您留几个人 先回去好了 到底是花重要 还是亲人更重要 而且这是成交 明知道这人人品不好 他哪里能独自留在这里 牡丹坚决拒绝了曹万荣的提议 也不急在这一时 以后再说 见牡丹软硬不吃 曹万荣的脸色难看起来 勉强忍着没有发作 牡丹见他突然翻了脸 不由暗暗叹了口气 接过和武郎手里的钱 轻轻放在桌上 向他道了谢 转身往外走 曹万荣这次没拒绝 只是脸色着实难看的可以 不过那监鱼 到底还是备下了 出了曹家的牡丹园 和武郎叹道 这人脾气可真怪 一言不合就勃然变色 似这种生意人 倒也少见 他就是上次我们去买花 和我们抢着买花的那个人 难怪 你到他原来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武哥大师快说给我听听 此人厉害着呢 岭南江西间出产腹筋 又有金池 有人载鹅鸭屎 从其腹中得起腹筋 他呢 就养了无数的鹅鸭 专门悼念鹅屎 鸭屎 然后戏头 多十一天可以得到二两腹筋 少时也能得到半两 他在那边养了十多年的鹅鸭 成了当地有名的富豪 后来大约是羡慕京城风流 所以才来了这里改为种花 你别小看了他 他今年向宫中进香的四盆牡丹花 一红一白 一紫一黄 都是千叶牡丹 旁人是献花发财 他却是费了不少的力气和钱财 才献进去的 之后 却有许多权贵来他这里游园 买花 赏赐不少 看来 个人又个人的两把刷子 我将来把花培植出来 怎么打开市场 还是一个兼具漫长的过程 张氏有孕的消息 让何志忠与岑夫人很是欢喜 其他人也纷纷恭喜张氏 只有杨氏和孙氏黯然神伤 孙氏进门一年多了 还是没动静 牡丹见孙氏难过 便主动陪他说话 又想到这些日子 岑夫人有意冷落他和杨姨娘 这样其实也不太好 不过无心的一句话 倒弄得家庭不和睦了 便约他到自己那里去玩 弄得松子仁 都甩甩说话 甩甩本是个人来风 最近牡丹 王着外面的事情 陪他的时间 也没有从前那么多 这令他很是不满 导致他对牡丹身边 他不太熟悉的亲近之人 怀着一种本能的敌意 见孙氏和他打招呼 嘎了一声 便横拽地撇开了头 牡丹骂他 他也不理 转过身 用屁股对着牡丹 牡丹知道他有吃醋了 也不管他 只拿了松子仁 在他面前吃 边吃边说真香 甩甩慢慢熬不住了 低下了他高贵的头 掰着头看着牡丹 焦急地在横杆上来回踱步 谄媚地道 牡丹最可爱 牡丹最可爱 又自吹自雷 甩甩真可爱 孙氏健壮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接过牡丹手里的松子仁 喂给甩甩吃 望着牡丹轻声道 蛋娘 这次我真是关心你 没其他意思 我一直都知道 六嫂是关心我呀 你们出门后 我被姨娘狠狠地骂了一顿 说是我惦记着你的嫁妆 晚上你六哥回来 又狠狠骂了我一顿 其实 我不过就是听人说 刘姐想占了你的嫁妆不还 真怕你将来 手头不宽裕 我狠是替你担心 同时也是 想讨好公婆的意思 你知道 我进门这么久 身上迟迟不见动静 这心里呀 不安得很 总巴不得 和所有人都把关系处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能以为是讨好的事情 谁知却是圈套 杨姨娘骂她的话 油在耳边 既然是好事 可以出头露脸 将群家都认得你最关心丹娘 那个人为什么不自己问 反而把这个机会留给你 让你去出这个风头 六嫂 你们想多了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你也别担心 孩子总会有的 你只比我大一岁呀 这是好年华呢 好 我就怕你这心里呀 也认为我是那样的人 这些天就没睡好过觉 姨娘和你六哥 都要我和你来解释道歉 你千万别误会 真的没什么 我不是那样小心眼的人 心疼我 关心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无中生有 去想那些有的没的 你们真是想多了 是啊 他们也不想想 你的嫁妆 我能打什么主意呀 说得难听一点 无论如何都轮不到我 再说了 虽然是述出 但有时亏待我们了吗 没有 我和六郎 向来都是最知足的 一扯到这个复杂的问题 武丹就有些头大 他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便用其他话题 把话转开 孙氏也就识相地 不再提起此事 转而笑道 多亏你当时给我解围 谢谢了啊 羽和一直在旁边伺候 在孙氏走后 方悄声问牡丹 但娘 您刚才怎么不问 到底是谁和他说那件事的 六少夫人 分明就是被人算计了呢 问他做什么 他若真的告诉我是谁 我又该怎么应付才好 和他一起说 那个人军心不良 还是说他想多了 都是家人 怎么都显得我无聊多事 你只注意看着 看到最近突然疏远了谁 杨姨娘就总针对谁 不就知道是谁了 您说的是呀 左右我们不在这里常住的 知道是谁不是谁 都没有什么意思 不过就是以后 远着那个人而已 旁的事情 什么都不要做 也不要说 以我目前手里的钱来说 已经够用了 刘家那些钱 如果能回来 我打定主意是不要的 也不曾想过 要从何家父母那里 额外多弄些钱 既然不贪财 又哪里来的那许多矛盾和算计 不管您去哪里 奴婢总跟着您的 我知道的 你们几个 都是真心待我 没有林妈妈 雨河 框儿树儿 我在留家的日子 会更难 说什么呢 林妈妈用了个红螺消金帕子 包了一包东西 小咪咪的进来 一眼就看出了屋子里的气氛不一样 牡丹笑道 六嫂怕我多心 是才后说了好一些话 妈妈拿的是什么 林妈妈将帕子打开 捧出了只水晶桃形粉盒 与一只西河来 笑道 是表公子世人送来的 还有谁都有了 唉 牡丹太过谨慎了 夫人 少夫人 姨娘 容娘她们 都有的 不多不少 一共十七套 里面的东西都一样 唯有盒子的花式不一样 牡丹这才拿起那只水晶桃形粉盒来瞧 打开一看 却是肉色的香粉 林妈妈在一旁解释 这是利汉红粉香 说是宫内造的 娘娘们最喜欢用的 是用花石一斤 新红三浅 青粉五浅 设香少许研制而成 和那寻常的附身香粉不一样 说是香鸡利汉 端午节那日 正好用呢 夏天多穿青螺纱衣 就是穿上几层 仍然能看到肤色 所以大家都流行在身上铺粉 以便旁人隔着衣料 就能看到自己雪白粉嫩的肌肤 牡丹却从来不喜欢搞这一套 总觉得本来就热 出了汗 更是黏黏乎乎的 难受 刚才看到这粉是肉色的 能力汗 尚感几分兴趣 此时又听说 竟然有从水银里提出的新红 立刻灭了那心思 将那盒子放到一旁 转而去看那只西盒 西盒做得极其精致 盒盖上 镇刻着一只盛放的牡丹 和一只 意态悠闲的鸳鸯 却是个一路富贵的花样 牡丹打开盒盖来瞧 里面装的 又是专供佩戴在身上的牡丹衣箱 正是自己常用的 只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味道更甜一点 也不知里面加了什么 不由就有些发症 连妈妈和雨和对视一眼 都有些心领神会 两久 牡丹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 仍将那帕子 把两只精美的盒子包了起来 递给雨和道 收起来吧 到了晚饭时分 李姓已经告辞 何家的女人们还在兴奋地讨论 刚才她送来的利汉红粉香 还有那衣箱 牡丹细细听下来 原来每个人的衣箱味道都不一样 但只有她一个人的是牡丹香 孙氏见牡丹坐在一旁指示笑 并不参与讨论 有心示好 便问牡丹 丹娘 你的是什么香啊 我的是福曲衣箱 配得可真不错 听说行之也是个调香高手 这话牵动了一波人的心 看这情形 将来牡丹只怕是要嫁去李家的 若是他要再学了何家的调香秘法去 将来何家的城乡铺子 怕是永远都不要开了吧 这许多人怎么可能只做珠宝和香料原材料生意 少不得要做点旁的 例如城乡铺子 首饰铺子等等 才能养活人 所以牡丹什么时候再婚 嫁给谁都很关键 真是扫离眼中肘里 见个个都低头不语 一边暗自鄙视他们没本事 敢想不敢做 一边笑道 还用问 定然是牡丹一香 邂逆着牡丹调笑道 大家都不过是詹光罢了 行之这人真是不错 是不是啊 丹娘 牡丹谈眼看向真实 落落大方地承认 表哥为人的确不错 如果没有他相助 我的事情没那么容易的 说到詹光 我倒是有些不明白这其中的阴有 三嫂说来听听 自那日流畅 当众质疑他与李姓有私情后 家里人就非常注意 不叫他与李姓单独接触 更注意不要说任何有可能引起误会的话 毕竟一个尚未合理成功 一个尚未娶妻 什么都谈不上 风气再开放 女子的名声总是最要紧的 旁人倒也罢了 自家嫂子也当着孩子们开这种玩笑 是什么意思 真是以为牡丹会娇羞 会回避 没想到他会坦然面对 还明知顾问的当着全家人追问自己 意外之余 只是甘笑一声 试图敷衍过去 羽以含糊的开玩笑他感 叫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个 他倒是没那个胆子 牡丹见他不敢再说 也就低头吃饭 不再逼问 何志忠却沉着脸道 什么沾光不沾光的 谁沾谁的光 这是回礼 你娘刚使人送了礼去他们家 哦 真是讨了个没趣 狠狠瞪了一眼 埋头吃饭的何三郎 又扫了一圈几个幸灾乐祸 或是面无表情的肘里 暗自咒骂几句 将面前毕罗使劲咬了一大口 狠狠地嚼着 众人不敢再多言 这顿饭吃得很安静 就连孩子们都规矩了许多 何志忠一放下碗筷 其他人也跟着放了碗筷 岑夫人抬眼 冷冰冰地看向真实 三郎媳妇 你随我来 这是第一次看到岑夫人 用那种眼神看自己 只觉得背心凉嗖嗖的 情之不好 硬着头皮 祈求地看向吴氏 吴氏却是沉着脸 看也不看他一眼 再看何三郎 何三郎正笑眯眯地 拉了大女儿惠娘的手 送到牡丹跟前 说是让惠娘帮着牡丹种花 惠娘也果真亲亲热热地 浮到牡丹肩上撒娇 珍氏吸了一口冷气 锤头垮肩地 跟着岑夫人进了后面 珍氏在岑夫人房里 一直待到天黑才出来 出来后 埋头迅速回了房 第二天清晨 去陈夫人房里请安 是第一个到的 经过此事 她对牡丹倒是客气了许多 再不敢乱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 牡丹又出了几次门 好几次 本是想去香料铺子的 结果每次都没能如愿 不是被真氏缠着 就是被李氏的瑞娘缠着 又或者被白氏托付了 去买东西 渐渐地 她也轻易不再出门 看着院子里的牡丹花 一盆盆地泄了 结了种子 索性成日 专心捣鼓那些花 一看到有生虫的迹象 和叶子变黄的迹象 就要守在旁边小半日 有虫捉虫 不能捉的 就用硫磺灭虫 倒也自得其乐 而默默观察下来 孙氏疏远杨氏针对的人 不是旁人 却是薛氏 这是牡丹和林妈妈 与何所想不到的 牡丹的心情很复杂 似乎她还没回家之前 何家没这么复杂 她的到来就像是催化剂 将一些往日沉淀在下面 看不清的东西催化之后 渐渐浮出水面 而这些事情 都是她无力控制的 她只能和林妈妈一道 严厉管束雨河 宽而树而 不许他们参与到 何家下人间的派系争斗中去 多做少说 不许生事 因为孙氏和杨氏 做得太过明显 导致不只是牡丹等人注意到了 就是其他人也注意到了 这三人之间有问题 先前薛氏 还想着以和为贵 百般忍让着孙氏和杨氏 几次三番被挑衅后 再也忍不住了 抓了杨氏和孙氏的把柄 当着全家人 给了他们二人一个难堪 充分维护了自己作为掌席 应有的威严 渐渐的 三人发展到 见面也不说话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因薛氏是掌席 帮着岑夫人李家的时日太久 地位轻易不可撼动 也没谁敢轻易就和他唱反调 或者去质问他 只敢在私下里猜疑 传出老大媳妇等不得了 私心太重 不但容不下小姑子 也容不下小公爹的小妾 和树出的兄弟和弟媳 等等之类的传言 为了家庭和睦 无事和白事来来回回地 坐和事老 却不起任何作用 曾夫人的态度 也很让人疑惑 不闻不问 仍然十分倚重薛氏 装作不知此事 他这态度落在其他人眼里 似乎又是太过偏袒 长媳妇 就是女儿也不能比 于是大家看向薛氏的目光 有多了几分复杂 作为当事人的薛氏 却是犹如被放在火上炙烤一般 他隐约知道 这和上次孙氏被骂的事情有关 却不知道这二人 为何就怀疑到他的头上去 而且是不容辩驳 被地里哭了好几场 又不敢说给大郎知道 只是咬着牙硬撑着 相比到孙氏和杨姨娘的态度 他更在乎岑夫人和牡丹的态度 岑夫人不嫌不淡地看不出什么来 似乎还是如同以往一样的倚重他 剩下的就是牡丹这里了 他几次想和牡丹拉开了明说 却总是在看到牡丹 蹲在牡丹花旁 默默忙碌的背影就转了身 一叹息告终 如果牡丹本身并不知道这件事 自己和他说了 又惹得他多生心病 或者要搬出去怎么办 事情就更加无法收场了 同时也就如了背后捣鬼的那个人的意 到了端午节前夕 牡丹和薛氏一起准备 全家人佩戴的长命旅时 牡丹看着薛氏 这些天来骤然消瘦下去的脸庞 主动道 大嫂 明日怎么什么时候出发 家里的事情太多 不然 请你二嫂陪你去吧 好 嫂嫂 我还是觉得你陪我去最好 咱们早就说好了的 你赖账我可不依你哦 这样亲热的口气 就和小时候缠着自己时事一样的 薛氏愣了愣 抬眼看向牡丹 牡丹看着她的眼睛轻声道 这些天我看到大嫂瘦了 也似乎有话想和我说 我等却总是等不到 虽然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但我能体会大嫂的不义 我不是小孩子 也不是从前病弱的丹娘 有什么大嫂完全可以和我直说 怎么是亲人 不是外人 牡丹的眼神清澈 表情柔和 语调温柔平静 让人看了不知不觉 就跟着她放松下来 薛氏握住牡丹的手 眼圈控制不住地红了起来 受了委屈的人 还有什么能比得到其他人的理解 更让人感动的呢 作为最占优势的长席 他完全没有必要 做这种得罪公婆丈夫小姑 给旁人抓把柄的事 更何况 当初给牡丹那笔钱做嫁妆时 他也果真没眼红过 薛氏到底长十多年 很快就平静下来 探手握住牡丹的手 帮着牡丹漂亮的凤眼 一字一顿地道 丹娘 你放心 我和你大哥 是真心疼惜你的 不管将来如何 我们都会照顾你 虽然牡丹 不是靠着人生活的人 但薛氏这句话非常难得 牡丹这些天来想了很多 最后觉得 判断一个人的品行好坏 不能单凭一件事去断定 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非 但通过这些天的冷眼旁观 他看到众人平时看不到的一面 林妈妈和雨河为他不平 但他觉得 他们就算是有千百个心眼 接他回来的那一刻 都是真心的 面对刘家时 战线也是统一的 他们把他藏在身后保护他时 也是毫不犹豫的 心情可贵 值得用心去维护 怎能因为一句话 就引起着许多的官司呢 晚饭时 曾夫人看出了薛氏和牡丹之间的不同 很是欣慰 便在饭后将牡丹叫入房里 挥退左右 笑道 是你大嫂找的你 还是你找的大嫂啊 他找了我好几次 什么都没说 我见他憋得厉害 索性主动开了口 原来 您什么都知道 却不管 都浪费了我一片心 不敢和您说 怕您伤心呢 我什么不知道啊 我不过就是想看看 他们到底想怎么蹦跌 能蹦跌出多大的风浪罢了 你大嫂啊 是个吃得亏 顾大局的 你日后 可要记着她 和你大哥的好 您知道是谁吗 曾夫人微微一笑 不答牡丹的提问 转而拉了她的手 去后面狼屋里 让娘看看 我的丹娘 明日穿什么呢 即使去见贵人 就是去求人 也不能穿得太过艳丽 或是太朴素 得好好挑挑才行啊 曾夫人的手 保养得宜 温软顺滑 暖意顺着手掌 传到牡丹身上 引得他人 也跟着懒散娇憨起来 撒娇道 娘 我有点紧张 不知道那位贵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脾气好不好 肯不肯帮我的忙 你陪我去好不好 养老了 陪你们挤不动 就留在家里 和你五嫂一道 看家好了 曾夫人 从雨河手里 接过一件 象牙白 绣豆绿 牡丹含云蕊的 窄绣罗如来 对着灯光 眯着眼睛 看了看 满意的点头 什么裙子 树尔极有眼色的 地上一条 六幅翡翠罗裙 和一条 雪白的 青绒 纱披紧 曾夫人满意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发式简单一点 我记得 你有对蝴蝶文精赤 就插那个好了 定下衣装后 快儿和树尔 忙去隔壁 备下热水 熏龙 熏香 给牡丹 运衣熏香 为防止牡丹 与白夫人的 约会之处 被人占去 也为了让家里人 到时候 好有个地方 看热闹 第二日一大早 方门刚开 和四郎 就带了几个 恐无有力的家人 匆匆抓了几个胡饼 占地方去了 带到尘时 牡丹装扮完毕 捧出了五彩丝线 做成的长命旅来 埃格给和制中 曾夫人 侄儿侄女们 系在手臂上 在他这里系完 薛氏也指挥着众人 将每间屋子的门上 悬了长命旅 带到早饭上桌 曾夫人 悲言地扫了众人一眼 道 今日过节 谁都不许惹是身非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全都硬了好 立刻满脸堆笑 其乐融融起来 和制中 吩咐儿子们 一年到头 也难得几次休息 分两个人出来 去铺子里看着 其他人 吃了饭收拾好便出门 话音刚落 和三郎 和五郎 和六郎 巨都主动表示 自己愿意留下来 看管铺子 确定好留守人员 众人的性质 愈发高涨 孙氏最贪玩 迫不及待地宣布 从下人们那里 听来的最新消息 听说今日开夜镜啊 白氏笑话他 这个早就知道了 你才知道啊 哎呀呀 我还没说完呢 听说大城寺 向民间借妇女群入 五百多套 方便优惠散计用呢 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 叫怎么个表演法 有多热闹呢 杨氏不胜感叹 要是在咱们扬州 是要进度的 州府上初前请了乐祭 献抚争圣女 要在江边上 搭上许多彩棚 带到三声鼓响 鼓鸣人呼 灰灼非洲 哎呀呀 好不热闹 可惜 我这辈子 是再也看不到了 何志忠扫了他一眼 美好气的道 你要想回扬州去 也不是不可以 若是觉着不好看 就留家里伺候夫人 是 杨氏立刻想到 自己这些天的所作所为 只怕都被他看在眼里 就只等机会 好修理自己 哪里敢触他的眉头 当下 委屈地垂下头 不敢再多余 众人欢欢喜喜地出了门 但见人们三五成群 摩肩街肘 满大街都是人 牡丹跟在父兄嫂子身后 却又发现 自己几天时间没上街 今日就与往日有所不同 带帷帽的女子 没有以前多 多数人都陋记而行 衣着鲜艳 神采飞扬 男人们的葡头角 果然如同理性所预言的一般 多数都翘了起来 带到众人行至东市附近时 早已听得喧嚣满天 却是歌舞表演要开始了 和大郎和二郎 带着几个孔雾有力的家丁 护着家眷 直奔和四郎 事先站好的地方去 牡丹才刚站好 就听得秦政楼上 一阵急风暴雨式的鼓响 于是众人举都安静下来 牡丹站在和四郎 事先命人备好的矮凳上 巧手望去 但在秦政楼上 惊奇飘飘 滑盖如云 只看得见有许多人在上面 有个人站在楼上 大声说些什么 具体是什么样子 却看不清楚 只知道 众人全都跪倒败地 三呼万岁 少请 那人说完了话 众人又呼万岁 起身立一旁 那么多的人 全都拼命喊出来 果然气壮山河 片刻后 古月之声传来 众人都欢呼起来 牡丹衬长了脖子一瞧 呆了 原来这个时候 就有花车游行的 但见从村民门开始 一溜来了十二张菜车 拉轩的牛 或者蒙上虎皮 或是伴奏犀牛 大象 千奇百怪 菜车上有许多盛装利人 拿着各种乐器 吹拉弹奏 而后 就由锦绣装扮的大象 姗姗来池 欢快的失物 身着锦绣衣裙 男扮女装的歌舞技 统一服装的 各种百戏技人 列队而来 到了秦政楼下 有些人便开始表演 离得太远 牡丹看不清楚 眼睛看酸 也只能勉强看到 大致是在做什么 真是可惜 没有望远镜的 再看周围众人 明明看不清楚 却是个个都把脖子 撑得老长 眼睛都不眨一下 无比的专注 牡丹叹了口气 达官贵人们 早把观赏的最佳地点占了 剩下的这些地方中 他们这里 还算是比较好的位置 也不知更远地方的那些人 又怎么过 难道个个都是千里眼 顺风而不成 呼听人群一阵喧哗 半头攒动 纷纷往秦政楼边涌去 牡丹踮起脚一瞅 许多金灿灿的东西 与日光交相辉映 从秦政楼上 雨一般地洒下来 众人疯了似的抢 而身边何大郎 何四郎二人 早就不见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那是什么 牡丹急得跳脚 薛氏和白氏等人 也在拽着脖子看 谁都顾不上 回答他的问题 李信 穿了一身松花色的窄绣圆顶袍 不声不响地挤了过来 含笑看着牡丹 这是圣上高兴了 抛洒金钱作为赏赐呢 表哥也来了 是金通宝吗 这金通宝不在市面上流通 而是专供赏玩的 都是从宫中赏赐得来 官换人家多少都有些 刘家也有 只不过和牡丹 是没那个机会 进钱戏玩的 是金通宝 李信微微一笑 示意牡丹将手掌打开 牡丹一言伸手 李信手一松 两枚滚烫的金通宝 就落到了牡丹的手里 牡丹看着乱成一团的众人 吃惊地指着他 你怎么先就有了 李信一事整洁 怎么都不像是和众人 抢过钱的样子 再看看他带的葡萄 竟然没有脚了 你的脚怎么没拉 人人都翘首脚走 我便无脚飞着走吧 牡丹让李信转过头去 一瞧 却是被剪掉了 果然与众不同 牡丹不由大笑起来 阳光下 牡丹粉塞樱唇 年轻的脸上 细细的一层绒毛 透着金色的光 象牙白的窄袖 罗沙短如上 翠绿色的长裙 飞色绣花鞋 缠织纹的裙带 将仙腰系得不赢一握 显得修长俏理 活泼可爱 一种说不出的情愫 自李信心中生起 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脏 他握紧了拳头 好容易才将目光 自牡丹的身上移开 微笑着 看向远方 牡丹细细赏 玩了一回金通宝 又递给何志忠 薛氏 宇和等人看了一回 方还给李信 李信却又不要 只轻声道 给你玩了 牡丹看看何志忠 面露犹豫 李信 微微不耐烦地 皱起眉头来 不过是两个金钱 你哥哥们跑那么快 人群里那么急 不就是想抢两个 给你们玩的 你不要这个 可是想等会儿 和其他人争啊 还是 你是嫌弃 不是圣上玉手 撒下来的 何志忠突然道 那娘 喜欢就接着吧 老爹发话了 何况自己也确实想要 牡丹便朝李信 微微一笑 轻声道 谢谢你了 小心地打开腰间的 花开富贵荷包 装了进去 不多时 楼上停止撒钱 人群也四散开来 表演继续 何大狼何武狼挤得浑身是土 满头大汗 紧紧攥着两个拳头 有说有笑地并肩归来 得意洋洋地伸出手给众人看 两人却是仗着身体强壮 一共抢了六七个金通宝 相较其他人而言 已经是极大的收获了 约莫又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先前游行的花车 已经顺着街道 往金光门那边去了 所过之处欢呼一片 现在看不清楚不要紧 他们在那边都搭有高台 在这里遇上之后 就会去那些地方表演 有剑舞 琵琶 马技 跳剑 杨戏 猴戏 鱼戏 神技 脚底 利技 琴戏 斗鸡 踏球 鱼龙慢停 通刀屠火 瓦器重刮 空手变钱 不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 等一下你可心慢慢去看 娱乐活动挺多的 今晚还有更好玩的 可以戴了面具 打了火把到处玩 就和上元节时一样 我背了蓝装和面具 如果你等会儿有了好消息 一起去 上元节 正月十五 各地都会举行 规模盛大的民间集会 开方式夜尽 人们打起火把 不拘世数 男女 长幼混杂在一起 歌舞欢笑 通宵达旦 在牡丹看来 相当于狂欢节 从前的和牡丹 由于身体的原因 从来就没有参加过 这样疯狂的节日 现在可好 他可以参加了 牡丹兴奋地回头 去问何大郎 四郎 薛氏等人 哥哥嫂子们也要玩的吗 大郎笑道 这有什么要紧 若是想玩 我们陪你就是了 忽听秦政楼前 传来一阵喧哗 接着一片寂静 很快那边的情况 就传到了这里 原来是有卫王府 进县的天竺表演 刺度戈鼻 一人刚拿起刀 往身上刺 就被皇帝认为太残忍 立刻给制止了 并且还下了诏 说这天竺一人 换货百姓 极非道理 让浅发回去 不许在京中久住 牡丹依稀记得 这卫王就是 清华郡主的老爹 当今皇帝的亲兄弟 进县的节目遇到这种事 只怕是很晦气的一件事吧 他抬头目寻李姓 我见李姓微笑着点头 轻声道 这天竺一人 是清华郡主 向魏王推荐的 清华郡主 要挨他老爹教训了 牡丹幸灾乐祸的一笑 忽然听得一阵 悠扬的乐声传来 怎么那么耳熟呢 巧手一看 一队穿着五彩锦衣的童耳 牵着一白一黑两匹 用彩色鹰络装饰的骏马 到了秦政楼的广场上 却是李姓那两匹 此时 却是到了宁王府献议了 谢谢你 表哥 可惜什么 我本来就是要献给宁王的 牡丹心中 有千言万语 想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终究觉得 说什么都没用 便索性不说 静静地看着远方 李姓悄悄侧头望了望他 突然低声道 怎的今日换了香 不喜欢那牡丹衣香吗 我用的这个金钱月令香 不好闻吗 好闻 那边舞马表演将要结束了 我得过去了 稍后我来找你们 说着 匆匆朝和制中行了个礼 快不去了 不多时 秦政楼那边传来消息 宁王府的舞 却是拔得今日现役的头筹 只因到了最后 那舞马竟然用口 叼起硕大的金杯 向皇帝和皇后 跪下敬献美酒 当然那酒 皇帝和皇后是不能喝的 但是 多么稀罕讨喜呀 特别是和先前 魏王府尽献的天竺艺人 次度戈鼻鼻鼻起来 简直是两种感觉 于是重赏 武丹四处观赏了一些 晕快到深正 人感觉有些疲倦 想到晚上还要见人 得养足精神才好 便和薛使商量 有几人陪着 一道去了香料铺子里 在和四郎 平时休息的地方 小气一觉 醒来就在店子里用了晚饭 算着时辰差不多了 认真打理了一番衣食 去了与白夫人 约定好的地方候着 时尽黄昏 秦政楼上 已经灯火辉煌 街边搭起的看台 和观幻人家设的看棚 四处张灯结彩 沿上挂下一串串的灯笼 将从春明门 到金光门 这一条宽阔的大街 照得亮若白昼 虚实还差一刻 穿了褐色圆灵窄袖 捉黑白条文子口波斯裤 踩着浅绿线鞋 装扮时髦的碾玉 就赶了过来 看见牡丹和薛使等人 早就在那里候着 不由满意一笑 上前和牡丹行了礼 招手叫他在一旁 去说悄悄话 您运气好 那位贵人今日来了 稍后还要和我们夫人一起游玩 清华郡主也在 稍后您只管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露露脸就好 等到有人来换您 您就过去 郡主必然给您难堪 到时候您就 姐姐可否告知 那位贵人的身份 免得我不小心冲突了 是康城长公主 当今圣上的黄姐 最是人善 很得敬重 只要她愿意帮您 就什么事都没了 牡丹认真记下 换了薛使和风大娘 林妈妈与和一道 和碾玉之间 隔着七八步远 一前一后地 向着秦政楼方向走去 大郎二郎四郎 带着几个人 摇摇跟在后面 小心翼翼的 连眼睛都不敢眨 生怕一眨眼 牡丹就不见了 牡丹随着碾玉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一直走到 对着兴庆宫秦政楼的 道政方门口 但在人群中 带着各式受灭面具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 男女难分 人们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嬉笑玩闹 肆意张扬 而兴庆宫 道政方两边的城 方墙下 按着爵位品级高低 一字排开 许多装饰华丽的看棚 巨多高出地面 约三持许 宽窄不一 以松木为支柱 同木为台面 探棚四周 五彩丝绸 漫涨低垂 彩灯辉煌 锦衣同仆美币 势力四周 不及靠近 欢声笑语 银耳不绝 各种名香 酒菜香味 已经扑鼻而来 端得是富贵奢华已急 牡丹正极目四望 呼得被雨河 拉了一下袖口 低声道 丹娘 您往右边看 那是刘家的看棚 您瞧瞧那老前婆的样子 牡丹摸了一摸 抬头望去 那件七夫人 与七玉珠 盛装华服地 立在看棚门口 七夫人发际 约有一尺高 上面插着三品 告命用的七束花垫 满脸寒霜 死死盯着自己一行人 那目光凶狠的 似要扑上来 将自己撕来吃了一般 牡丹沉静地 朝七夫人 微微扶了一幅 她没有看到流畅的身影 心想 她大概是还没放出来 又或者是 循环作乐去了 七夫人 见牡丹见了自己 竟然不躲避 还敢向自己行礼 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想到 还被关着的流畅 耀武扬威的清华郡主 不由伸出手来 指着牡丹 咬着牙 对左右的人道 去把那女人给我带来 我倒是要问问她 她怎么就这么不要脸 刘承彩文生 自看棚急步走出 一把拉住 七夫人往里拖 回头抱歉地 对着牡丹笑了一笑 一脸的老实无奈笑 活脱脱一个 遇到妻子撒泼 无能为力的软丈夫 人声嘈杂 牡丹没听清 七夫人说的什么 只知道绝对不是好话 但事到如今 她自是不在乎这个的 回了头继续跟着脸玉走 谁想没走几步远 念奴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拦在她面前 朝她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笑道 少夫人 老一命奴婢 和您说一声 那件事可以了 幸福上择日 去府里拿离书 牡丹一漏 还没求到康城长公主那里 就可以了 就这么容易 得来太巧合 她反而怀疑其中有诈 于是谢过念奴儿 继续往前走 不管刘家要怎么做 她都要把这件事 进行到底 念奴儿目送牡丹的身影 轻轻叹了口气 镜子转身去回话 才刚踏上看棚 七夫人就冷着脸 迫不及待地问 她到这里来做什么 是不是来勾搭人 又想攀上什么好人家的 少夫人什么都没说 刘承彩 歪在一张绳床上 胆胆地道 她不管怎么样 现在也还是你儿媳 你这样说的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扫了七玉珠一眼 语气稍微严厉了些 当着孩子乱说 实在不像话 七玉珠闻言 笔及低下头 眼观鼻 鼻观心 七夫人冷哼一声 白瞒流成彩一眼 流成彩道 好好 我不说了 我到隔壁敏箱那里去一趟 稍后回来陪你们游街 此时外面漂亮的女技可多 特别是敏箱那里的佳技更多 七夫人眼珠子一转 满脸堆笑地对七玉珠道 猪娘啊 你不是和敏箱家的三娘子叫好吗 趁着这次机会 让你姑父带你一道去 如何 七玉珠微笑不语 刘成才已然皱眉道 胡闹 我去是做正事 他果真是去做正事 带这个女孩子算什么 七夫人却越发以为 被自己猜中他的龌龊心思 便道 你领他过去 让女孩子们自己去玩 耽搁你什么事了 刘成才知道他的脾气 知道若是自己不答应 带了七玉珠去 只怕是不得出这道门槛 只得叹了口气道 唉 走吧 七夫人见他让步 心满意足地朝七玉珠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帮自己看着点刘成才 七玉珠温温柔柔地笑 殷勤地跟上刘成才 刘成才站在街头 一眼就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看到了牡丹的背影 当然也看到了何大郎等人的背影 他低头想了想 领着七玉珠走到七夫人看不到的地方 方奔合地同七玉珠道 猪娘呀 姑父有要事就不能陪你了 我拨两个得力的人给你 你自己去寻民家三娘祖儿吧 啊 年轻人嘛 我让他高兴点 姑父什么时候回来 主女好在这附近 等您一道回去 你半个时辰以后过来吧 说定时间地点 两人分了两头 各朝一边走去 七玉珠身边的侍女道 二娘 咱们去寻民家三娘子吗 七玉珠并不答话 只抬眼看了看远处灯火辉煌的宁王府看棚 招手叫刘成彩留给他的两个侍卫上前 命侍女递上一罐钱 笑道 我饿了 听说东市里有胡人卖芝麻胡饼 香脆好吃 你们谁去买了来 那二人不宜有他 分了一人去买饼 另一人牢牢跟在七玉珠身后 七玉珠抓住侍女的手 趁着那人不注意 一头扎入人群中 三拐两拐 又躲又藏 很快甩掉了剩下的那个人 充满憧憬地 快步朝宁王府的看棚走去 眼看着宁王府看棚就在眼前 忽然有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一个男生不悦地道 你怎么来这里了 七玉珠已经回头过去 绝见刘畅穿着身青色圆领缺胯袍 手上还拿着个虎头面具 淡淡地立在他的面前 七玉珠又惊又慌 左右张望一份 小声道 表哥 你怎么来了 小心不要被姑父看见 我才和他分开 刘畅阴沉着脸 哼了一声 把面具往头上一套道 你跟我过来 七玉珠万分惋惜地 看了宁王府看棚一眼 无奈地跟在刘畅身后而去 很快 二人就淹没在人群之中 却说牡丹见先前的碾玉停下了脚步 回身向自己招手 忙快步跟上去 碾玉指着前方一座 垂着飞色帷幕的高抬道 那儿就是长公主辐射的探棚 此时我们夫人和郡主都在里面 奴婢先进去 您隔一盏茶的功夫再过来 牡丹点头应下 与薛氏等人一到 站在路旁的阴影中静静等候 到了时辰 薛氏将牡丹一拉 大步往外走 时候到了 几人慢吞吞地朝着康城公主的看棚走过去 牡丹 薛氏并不刻意去看那里 只和周围的许多庶民女子一样 好奇地近距离观看那些达官显贵家设的华丽看棚 以及观赏那些显贵们 还有他们美丽时髦的同仆侍女 充分享受这世数同乐的时刻 玉和不敢到处看 专注地观察着康城长公主的看棚 忽见一群盛装华服的丽人 从帷幕深处走了出来 其中一个穿了樱草色宽袖披袍的 正是白夫人 眼看着白夫人的眼神往这边来 玉和忙拉了牡丹一把 牡丹一回头正好和白夫人碰上 白夫人只从牡丹脸上掠过一眼 便回头和一个身边年约四十多岁 高鼻细目 啄将子薄纱披袍 发际上插了九树花垫 典型圆满如月的贵妇人低声说了几句 那人扫了牡丹一眼 回头低声说了几句 不多时一个头渣红色细罗抹鹅 穿着白色翻领长袍 妖树叠血带 如红白香肩条纹波斯裤 裤脚向着美丽花边 穿着花鞋 女扮男装的女官 自康城长公主的看棚里走出 直奔牡丹而来 朝牡丹行了个礼 笑道 请问小娘子 可是刘凤一郎家的宝卷吗 她行李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 看着就让人觉得赏心悦目 脸上的笑容不卑不亢 官知可亲 牡丹忙还了个礼 笑道 正是小女 何为芳 我姓肖 我家女主人 见小女子风华过人 朽心结识 请您一步一去 不知您可否愿意 那女官说着 遥遥指了指 康城长公主的看棚 继承轻眼 恭敬不如从命 薛氏等人正要跟了牡丹去 小女官微笑着 彬彬有礼 却不容置疑地道 地方宅小 夫人 还是在这里等候吧 雨和上前一步 陪笑道 丹娘 奴婢陪您走到那边吧 等下您出来 一眼就可以看到奴婢 小女官文言 认真打量了一下雨和 没说好 且没说不好 只转身凌路 雨和见状 知道是答应了 忙提起裙子 小心翼地 跟在牡丹身后 往前走去 薛氏有些焦虑不安 围头看向身后 找到何大郎兄弟的身影 方放下心来 眼看着雨和被留在了看棚下的街边 牡丹则跟着萧女官登上康城长公主的看棚 渐渐渐淹没在重重的帷幕中 她的心口一阵发紧 总觉得又害怕 又担忧 又隐隐抱了几分希望 和掌默默祈祷 但愿天佑牡丹 将她从此匹及泰来 不要再受苦 牡丹进了看棚 香风扑鼻 满目全是亮装利人 印金银泥的珍贵丝织品 被做成最美丽 最时髦的衣裙 拖曳在名贵鼠锦做成的五彩第一上 高达齿鱼的发际上 带着形形色色的花垫 淬点 金布瑶 结条钗 金丝花冠 朱玉与烛光交相辉映 浓相扑鼻 这就是这个时代最上层的女人们 她们或坐或站 姿态优雅闲静 淡淡地看着牡丹 这个闯入她们世界的平民女子 牡丹立在第一正中 接受着无数目光的打量审视 反而将先前的一缕紧张 抛之脑后 行过礼后 便挺直了背脊 良久方听康城公主淡淡地道 你就是牡丹 小夫人何为方 小明牡丹 话音未落 就听痴笑之声叠起 有人轻缓 但是清晰地说 绝代止息子 众方为牡丹 为方 牡丹 国色天香 这样的身份 地位 人品 也敢称 花中之王 修雅胡说 我看花中之王 虽然说不上 但的确娇艳的 像朵花的 像什么花 狗尾巴花儿 又或者 死清华家养的 那株 粘不垃圾的 机关花儿 众贵女 笑得花枝烂颤 也有不屑于 与这帮年轻姑娘们 一道 做各种 不合自家身份的事的 贵妇人 拿了扇子 悠然自得地扇着 只看热闹 不参与 白妇人 平静自若地 递了一杯茶汤 给康城公主 似是完全没听到 这些无聊 又刻薄的话 牡丹目不斜视 坦然自若 丝毫不露 悲且怨愤之台 先前年狱 已经和她打过招呼 清华郡主也在这里 不管清华郡主 平时为人 多么地让人诟病 但她始终是皇族 代表着那个 超然尊贵的圈子 也代表着这群人 多少都有的烂习性 似自己 这个什么都不是 身份低微 偏又和清华郡主 做了对头的女子 便是这些皇族贵女们 刁难打击的对象 更何况 今日清华郡主吃了亏 心情一定极度糟糕 肯定要加倍刁难自己的 牡丹有心理准备 只当这些不和谐的声音 全都是排泄罢了 康城长公主 听着宗室侄女们 嘲笑打击讽刺牡丹 并不制止 只眯了眼 仔细观察牡丹 但见灯光下 牡丹半垂着眼眸 身姿挺拔如竹 如玉一般的肌肤 配着乌坛式的头发 白衣翠裙 衣饰简单 却精致大方 没有弃腹的哀怨可怜 没有身份地位 低下者的卑微怯懦之态 也没有遭遇不公之后 愤世嫉俗的仇恨与怨分 就像一朵静静开放的牡丹花 不需要玉盆紧握硬沉 只是静静地在那里站着 就已经将它幽香和绝美雍容的姿态 深深嵌入到赏花之人的心里 眼里再也忘不掉 倒是不卑不亢的 脊梁也挺直 这种姿态可以故意做出来 可是人整体散发出的闲静坦然 却是做不出来的 康城长公主徐徐道 叫牡丹哪 果然不愧这个名字 是个好女子 你过了些 让我好生看看 她一发言 所有的喧哗之声 全都静了下去 康城长公主和圣上 是义母同胞的亲姐弟 关系又极其密切 平时为人稳重威严 她说是怎样变怎样 她发了话 谁还敢说不是 一个穿着淡红角朵花螺皮袍 头戴金丝花冠 皮肤雪白 眉眼如丝的女子 朝着立在一旁的清华郡主 抱歉地低笑道 大姐 对不住啊 不能帮你出气了 狐狸静 清华郡主 狠狠地将身上那件 橘红色的团花圆铃锦绣 曲胯袍扯了扯 目光阴沉地瞪着牡丹 咬碎了一口银牙 牡丹阴言 走到康城长公主坐前 又扶了一扶 方才起身站直 康城长公主 握了握她的手细看 但见肌肤如雪 掌形美丽小巧 又细细摸了摸她的掌心 感觉柔软润滑 温暖干燥 又往牡丹的脸上 脖子上 仔细打亮了一番 微微叹了一口气 真是可惜了 身份地位再低 这样的女子 在家中 也是如珠似宝的吧 谁舍得给人如此糟蹋 牡丹见康城长公主 只是盯着自己瞧 并不提其他的事 微微有些焦急 却不敢主动开口 只是一静地 保持温婉闲静 两久 康城长公主 放松开牡丹的手道 清华 你过来 清华郡主 正瞪着牡丹磨牙 一时想起自己 今日倒的大霉 无端挨了一场好骂 叫府里的兄弟姐妹们 看了一场笑话 一时又想起流畅的 可恨可爱之处 反倒没听见 康城长公主叫她 还是身边的人 轻轻推了她一把 她才惊醒过来 她带着皇族 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稳稳地走到 康城长公主面前 行礼问号 起身时 轻蔑地扫了牡丹一眼 看牡丹 沉静如玉的脸颊 恨不得一爪挠过去 挠花挠烂才好 牡丹似无所觉 连看也没看她一眼 清华郡主也是个美人 可她脸上那种 怎么也掩饰不了的 骄横之气 恶毒的眼神 与沉静雍容的牡丹 两相一比较 高下立线 康城犀利地看向牡丹 牡丹 你恨清华吗 没有抱过希望 所以不存在恨 有点意思 康城长公主 含笑看了白夫人一眼 但见白夫人歪在一旁 似是在听牡丹说话 神思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康城长公主 把眼神收回 又问牡丹 这话怎么说 缘分天定 何必勉强 心思 无碍缩依无恨 更何况 男人做的事 为什么总要挂在女人身上呢 周遭一片静静 好几个贵夫人 都停下摇杀的动作 把目光投到牡丹身上 细细打量 康城似是毫不意外的 你说的 颇有几方道理 既然如此 我便成全了你们如何 请贵人成全 康城长公主笑了一笑 命萧女官 你去请刘尚书夫人过来 如此良辰美景 朕该成人之美 清华郡主如释重负 那老太婆对自己 一直就没有好脸色 这回总不敢公然抗命了吧 自己为这事求了姑母许久 一直也不肯开口 今日总算是肯了 不多时 七夫人果然急匆匆地赶来 满脸堆笑地 朝着康城长公主行礼问好 康城倒也客气 请她坐下后 方指着牡丹道 夫人 可识得她 七夫人一看到牡丹 不由大怒 再看到一旁的清华郡主 更是愤怒 虽然不知其中情形 却已经明白和流畅的婚事有关 自动脑补为清华郡主 为了进自家门而倒的鬼 一时恨透了清华郡主 人还未进门 便已经想着要怎么和她斗了 康城迟迟等不到七夫人回答 不悦地将茶中 往挤上不轻不重的移放 七夫人打了一个韩劲 惊醒过来 笑道 是我家儿媳妇合适 我听说她小两口不合 是 所谓二星不同 难归一役 强留下去 反倒成仇 咱们做父母的 还是应该多顾着点 年轻人的心意才是 您说 是不是这个道理 康城手一伸 就将清华的手 握在了手里 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 放了牡丹 娶了清华 七夫人咬紧了牙 沉默不语 康城微微一笑 哼 不知刘尚书可在 我记得刘尚书 向来是个宽厚温和之人 向来她 长公主殿下说得极是 是这么个理 康城哈哈一笑 亲热地拉起七夫人的手 朝牡丹笑道 还不快过来 谢过七夫人宽厚大度 谢不谢的算什么 只是口头答应可不行 牡丹仍旧一言上前 向七夫人屈膝行礼 七夫人看到牡丹和清华脸上刺眼的笑容 心口一阵闷疼 疼得抽搐 将头转开 握紧了拳头 连叫牡丹起身的客气话都说不出来 康城看在眼里 心里明白得很 便笑道 七夫人 我和这孩子算是结了善缘 我就干脆好人做到底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 我使人过来拿黎叔 实在是欺人太甚 七夫人胸中气血翻滚 一张老脸气得通红 几乎想开口说话 都发现自己的嘴唇和舌头 抖得太过厉害 语不成调 康城也不急 耐心等待 好一些 七夫人方道 明日 他本想说明日不行 改天再来 拿小的萧女官笑道 不认真是体贴人呢 奴婢斗胆 领了这个差事 明日就去 康城微微一笑 那就这么定了 明日 我使他过来拿 这里办妥了 过几日 我再求圣上赐婚 谁都不许再闹 再闹 就是不给我面子 一锤定音 果然天大地大 权力最大 牡丹叹腐 七夫人只觉猴头一甜 一股血腥味直冲嗓子眼 强撑着起身告辞 连看周围人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勉强走出看棚 才一看到 等候在外面的念奴儿 猪嬷嬷等人 眼睛往上一翻 就倒了下去 喧哗声传到看棚里面 康城平静地吩咐萧女官 用我的监鱼 送七夫人回去 又吩咐清华郡主 你也去 清华郡主应了一声 扫了牡丹一眼 往外走去 背到门口 就被先前那戴金丝花冠的女子 牵住袖子 轻笑道 恭喜八戒 终于得偿所愿了 那女子虽是商家女 却是急洒脱呢 根本不留恋刘子舒 清华郡主的脸色 顿时阴沉下来 这意思是说 和牡丹不要 才给她的 清华郡主看向牡丹 阴阴一笑 丹娘 要不要我顺度送你回去 谢郡主好意 我不急 您先忙 客气什么 我正好有几句私密的话 要和你说 牡丹知她不怀好意 怎可能跟了她去 当下集中生智 看着康城长公主道 小夫人还没谢过 长公主殿下成全之恩呢 请郡主改个时候吧 康城皱了皱眉头 淡淡地看向清华郡主 清华 你改个时候再和她说吧 今日 我想要她 陪我逛逛说说话 自己这姑妈 还是一味地喜欢多管闲事 还真以为自己是观世音菩萨 菩萨语录 广施恩德吗 清华郡主 微微地勾起唇脚 执女遵命 学着男子一般 朝康城行了个礼 接过侍女帝来的马鞭 转身大步 出了看棚 牡丹认真 向康城行了个大礼 康城泰然瘦了 道 明日四时 到安心坊公主府来候着 我让人陪着你去留家拿礼书 说完起身 对着众人笑道 不是要去游玩吗 走吧 众女子一片欢声笑语 簇拥着康城下了看棚 牡丹拖拖拖拉拉的跟在后面 招手叫雨河过来 对着早就等得毛交火灶的薛氏等人 比了个手势 示意他们先回去 薛氏等人举兜松了一口气 牡丹却是直叹气 可惜了这样的好日子 却不得不陪这一群不熟悉的人 此时外面灯火辉煌 人们三五成群 有看百戏表演的 也有带寿命 自己敲锣打鼓跳上舞的 或是嬉笑追逐的 十分热闹 众人拖拖拉拉的 走到平康坊附近便四散开来 自寻其乐趣了 白夫人过来和牡丹道 长公主知道你不自在 让你先走 我不方便去府上谢您 只有等机会合适的时候再说了 你不必放在心上 这也是机缘巧合 你刚好偷了长公主的演员 忽见一个穿着飞色圆领袍子 面上戴着鬼面的年轻男子 捏手捏脚地靠过来 轻挑地往白夫人的脖子里 吹了一口气 轻笑一声 好夫人 我竟不知你是这般热心的 怎么样 背着我做这种事情 感觉如何 白夫人的脸僵了僵 淡然回头看着潘容不语 潘容的两只眼珠子 在面具里面咕噜乱转 闪闪发亮 牡丹尴尬万分 却不好说什么 只能陪着站在一旁 两人将一片刻 潘容终究败下阵来 探手将面具取下 嘟囔道 没意思 鬼带了来吓唬你们 也不见你们有任何表示 胡说 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子 别以为穿上男装靴子 骑上马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男人了 该害怕的时候还是得害怕 男人才会喜欢 蛮横的 冲着牡丹一扬下巴 你破坏了我们夫妻的感情 就不想做点什么弥补弥补吗 我做什么了 我和夫人说几句话也有错 得了 女人天生满口谎话 我才不信你们来 我又不是傻子 丹娘 你先走吧 这里没你的事了 哟 还丹娘呢 好亲热呀 斜眼看着牡丹 你是不是还叫她阿新呢 这样 且未成不可 丹娘 以后 你就叫我阿新 莫要再叫夫人了 那样太深奋 改天会又来看你 记得你答应我的 真是完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潘容勃然生出一股怒气来 将手里的面具 重重往地上一摔 见白夫人眼皮都不动一下 一贯的冷漠平静 恨不得使劲跺上几脚 转身就走 走了没两步 却又跑回来 沉着脸对白夫人道 你的夫君命令你 陪她逛街游耍 说完 不等白夫人开口 一把抓住白夫人的手臂 就拖着去了 牡丹看到这个样子 情之无碍了 又觉潘容的行为幼稚可笑 不由哭哧一声笑出来 结果 挨了潘容好大一个白眼 牡丹和雨和手挽着手 返回去寻和大郎等人 踩走了没多远 一群带着鬼面 穿得奇形怪状的人抱着鼓 边敲边叫边跳 慢慢向两人这边靠了过来 牡丹先前还在笑 慢慢地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些人目光炯炯地盯着自己 眼神很有些不对劲 特别有一人 身材高大 穿着调红灯笼裤子 总往自己面前挤 那动作侵略性十足 将鼓雷得震耳的响 便聚像一双眼睛贼亮 牡丹心慌地左右张网 但见四处都是循环作乐的人 似这一类的人很多 有些女子戴着面具后 放下了平时的矜持 也跟着欢脚跳舞 人家和自己还没肢体上的接触 也没什么不妥 自己若是大呼小叫 只怕被别人看作没见过世面 也只怕没人理睬 但若是这样继续下去 却觉得不妥 不如躲开好了 于是拉着雨河 转身就往人多的地方跑 那些人对视一眼 追了上去 此时万众欢愉 响声雷动 也没谁注意 牡丹拽着雨河左奔右跑 呼听街边有人道 这不是丹娘吗 我们公子正到处找您的 牡丹和雨河大喜 抬头去瞧 却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少年 站在街边 正是李姓身边的小丝罗山 忙快步迎上去 道 我表哥呢 回头看去 但见那帮人已经停了下来 只在附近洗脑 不敢靠过来 那个穿红灯笼裤子的人 将骨往地上移放 弯腰探臂 将身边一个同事强壮的伙伴 拦腰抱起 板耍师的在地上抛了几下 显得力气非常大 牡丹择了择舌头 收回目光来 罗山指着街边一个看棚 公子听说 您和长公主来游街 不放心 便来找您 想是喝多了 走到这里就有些头晕脚染 幸亏到一个相熟的友人 他进去歇歇 命小人来寻您 大概是因为 五马鹤兽取得成功 所以被灌醉了 牡丹跟着罗山 往那边看棚走 边问 要不要紧 厉害 公子从没喝过那么多酒 还不送回家去 熬醒酒汤来喝吗 你们还游着他 在街上乱逛 他不放心您才来的 请您去看看吧 不知是吃了什么东西 整个人都不对劲 苍山哥哥 已经去寻大夫了 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会被打死的 怎么个不对劲法 罗山却是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牡丹心中焦急 快步上了那家的看棚 但见两个年轻男子 和几个女子 坐在外间说话 却不见李姓 罗山说明牡丹的身份 那男子 亡灵牡丹等人 到帷幕后面去 后面是有休息的床榻 行之就在后面 掀起帷幕来 果真看到李姓 躺在一张小小的床榻上 一个年轻女子 正捧着水在喂她吃 见牡丹等人进来 行了个礼 轻轻退了出去 牡丹见李姓 满脸潮红 萎靡不振 似全身无力 果然很是吓人 不由大吃一惊 表哥你怎么了 你别怕 没事 我就是喝多了 呼听外面 一阵喧哗 似是有人 要找什么人 其中一个声音 熟悉得很 正是流畅的 李姓脸色一变 吩咐罗山出去看看 低声吩咐牡丹 赶紧跑 有人做了套子 牡丹不及细想 左右张望一番 何宇和二人 奔到侧面 揭开帷幕 就往下跳 跳下去后 不敢久留 提起裙子 拼了命地 往街上人多的地方跑 牡丹和雨和刚跳下去 帷幕就被人使劲掀开 刘畅一把将罗山 推倒在地 又举着手里的刀 向主人家晃了晃 逼退人后 冷着一张脸 往里看来 正好看到李姓潮红的脸 和已经涣散的眼神 不由冷笑一声 将刀收回窍内 走上前 恶狠狠地瞪着李姓 粗鲁的两把 拉开李姓的衣襟 露出大片裸露的胸膛来 李姓闭了闭眼 轻声道 你害了他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刘畅冷笑一声 并不答话 提起刀鞘 在李姓身上 使劲砸了十几下 方略略解了口恶气 然后收了凝色 走到帷幕边道 他在这里 好像病得不轻了 七玉珠攥着块帕子 咬了又咬 终究迈步走了进来 一眼看到李姓半裸的胸膛 不由害羞地红了脸 半侧了身子撑倒 调哥 你自己考虑清楚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与其你想方设法地去弄帖子 参加他的宴会 又偷偷摸摸地去他铺子附近偷看他 为什么 不抓住这个机会呢 你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在他旁边坐着 一直等就可以 七玉珠犹豫不举 垂下农场的睫毛 无意识地将丝帕咬了又咬 刘畅却是等不得了 一把推开的 将帷幕掀起 直接跳下去 直追牡丹 潘荣说是死局 他偏不信是死局 就在今夜 他要绝地反击 反败为胜 牡丹和雨河一口气 跑到人最多的地方 方才停下脚步 回头看去 忽听得马蹄声极响 但见一群人驱散游人 如狼似虎地 往二人刚离开的看棚奔去 到了那里 立刻团团将看棚围了起来 内中一人 俐落地跳下马背 面无表情地登上看棚 不是刘成才 又是谁 好险 牡丹和雨河 都从对方的眼里 看到惊恐和困惑 雨河难难道 丹尼啊 他们要干什么 表公子不会被他们怎么样吧 快 我们快去家里找人 要不要我去帮你找 你怕什么 难不成还会出人命呢 咱们的爹 聪明得很 怎么会要人命呢 明日你只管和我 一道去攻击李家表哥 与咱们亲生加亲就是 玉珠可是一直都很仰慕 你李家表哥的 刘畅咬着牙 重重地将咱们的爹几个字 咬了出来 此时 他深深地感觉到 只要运用得当 刘成才关键时刻 还是有点作用的 牡丹僵硬地转身 抬眼看着身后的刘畅 对着他音质讥讽 又带了几分 势在必得的眼神 不由从头凉到脚 都是他害了李星 怎么办 怎么办 雨河突然一头朝刘畅转过去 大喊道 丹娘快跑 刘畅早撂到此处 一把抓住雨河的头发 一掌裹了过去 冷冷地道 找死 这种男人还和他讲什么道理 牡丹深吸一口气 扑上去扶住雨河 尖声大叫 费力啊 救命 牡丹玩这一套栽赃陷害的把戏 倒是信手捏来 眼看着周围的人朝这里看了过来 刘畅又急又恨又臊 将雨河一把推开 上前捂住牡丹的嘴 呵斥的 你鬼害什么呢 话音未落 就被牡丹狠狠咬了一口 小腿颈骨伤又挨了一脚 刘畅忍住疼 死不松手 他就不信 他一个大老爷们 还弄不过一个娘们 第一次栽到他手里 那是没有防备 这次再心软 他就不信刘 忽听一声炸雷似的声音 从附近响起来 狗东西 放开他 你算是什么东西 休有多个闲事 神的热火上身 牡丹却是认出那人是谁了 正是那生不怕惊召影 死不惧阎罗王的张武郎 也是先前带着一群人 带着面具 追着他看的混蛋 但此时 张武郎之于他 就好比那救命的稻草 牡丹瞪大眼睛 看着张武郎 使劲掰开流畅的手 喘了口气的 张武哥 他又杀了我 他还害了我表哥 求你帮忙找人 和我家里人说一声 牡丹边说 便示意宇和赶紧去找人 倒是个不认生的 张武郎狠狠看了牡丹一眼 低声吩咐了身边的人一声 冲着宇和道 人在哪里 赶紧走 宇和担忧地看着牡丹 见牡丹满脸焦急地狠狠瞪过来 忙道 你小心 踢起裙子 跟了那帮人 一头扎进人群之中 此时张武郎方回眸 认真地望着刘畅道 到底放不放手 哼 我自管教我的妻子 与你何干 识相地赶紧走开 不然 羞怪我无情了 他又到 张武郎却是黑黑一笑 将怀里的骨 往地上狠命一贯 将两个袖子高高挽起 露出那两行磁青 四处晾了亮 又晾了两件子肉 大步上前 看到张武郎的动作 他的同伴全都挽起袖子 将几人围在中间 使劲拍着骨 齐声大喊 众人见有热闹可看 全都呼拉一下围了过来 是张武郎 那另一个男的是谁 打不过张武郎吧 看他的小胳膊小腿的 哟 两男争女 那女的挺好看的 不晓得是哪家的闺女啊 街边灯笼火把遍地 将众人的脸映得明晃晃的 不单将他们暧昧的表情 看得一清二楚 再听听他们说的话 简直难堪到了极点 举起袖子 半遮住脸 心里恨死了刘畅 刘畅也恨得要死 只觉得太阳穴 突突直跳 不又恶狠狠地 瞪着牡丹道 都是你惹出来的 我的脸都给你丢尽了 恨死你了 有事就会怪到女人身上 你还是先打赢 这一架再说脸面吧 我说 人家赤手空拳 你却要动刀 真难忍 刘畅死死瞪着牡丹 突然放开他的手 从腰间解下刀来 庄重地捧着 对众人转了一圈 把刀扔到了牡丹怀里 恶狠狠地道 拿着 接着挽起了袖子 露出虽然雪白 但是同样精壮的胳膊来 今天他就叫他好好看看 他到底是不是男人 张乌狼见状 扫了牡丹一眼 往腰间一掏 掏出把匕首来 也是当着众人亮了亮 将头上的鬼面取下 将两样东西 同样扔到牡丹怀里 众人纷纷鼓掌鼓噪起来 意思是 都是光明磊落的汉子 打吧 快点动手吧 那二人四目相对 目光胶着处 火花四溅 巨都一声不吭 猛地将肩膀 向对方撞将上去 请客之间 就过了十几招 张乌狼力气大 实战经验丰富 刘畅却是身手灵活 一朝一世颇有张法 拳打在人身上的闷响声 和人声鼓噪的声音 夹杂在一起 丢牡丹全身 都出了一层冷汗 热得气都差点喘不过来 此地不宜久留 此事不宜再闹 牡丹默不作声地 将流畅的刀扔在地上 把张乌狼的匕首 往他同伴的手里一塞 将张乌狼的面具 往头上一套 慢慢往后退 众人的注意力 都被那打架的 二人吸引过去 也没谁注意到 他的小动作 牡丹出了人群 略略扫了一眼 拔步往前方奔去 四处搜寻 总算给他找到了目标人物 于是喊了一桑子 有人打架了 杀人了 但见那几个方族 和打了鸡鞋式的行动了 又急速往另一边跑 边跑边大喊 方族来了 远远看到那边 围着看热闹的人群 迅速四散开来 张乌狼显然是经验很丰富 立即住了手 马溜的抱起鼓 领着一群人又唱又跳 镇定自若地 随着人群散开 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 只剩下流畅 孤零零一个人 站在那里发呆 牡丹 方放心地 寻了个隐蔽的地方多好 边观察看棚那边的情形 边等待与何领人来 然而看棚那边 却全无动静 现前流程采去时 是个什么样子 还是个什么样子 一群人围在那里 动也不动 不见人出去 也不见人进来 牡丹不由大吉 有心过去打探消息 却又害怕被抓个现行 反而中了流程采的奸计 左脚采右脚 右脚采左脚 愁愁很久 好不容易才下定了决心 沿着街边 慢慢演将过去 清华郡主并未走远 只将妻夫人送到刘家的看棚后 随意打了几个转 假意硬撑 妻夫人被灌了茶汤醒过来 手脚冰凉 两腿控制不住地发抖 看到清华郡主的如花笑叶 只觉得心口一阵阵地刺痛 仿佛有人拿了一把茧子 在她心里搅呀搅 只都恶狠狠地瞪了朱嬷嬷 示意她把人赶走 朱嬷嬷本就收了清华郡主不少好处 更何况知道这即将就是自己的女主人之一 得罪不得 于是只是假作不知 不停地在七夫人面前说清华郡主的好话 一会儿说她晕倒后 清华郡主如何担忧 一会儿又夸清华郡主耐心细致 一会儿又夸清华郡主温柔体贴 七夫人气得要死 闭着眼睛朝清华郡主挥了挥手 示意她赶紧走人 连一个字也不想和她说 做死的老贤婆 若不是看在畅郡的面子上 我才懒得理睬你呢 清华郡主心中懊恼不已 本想七夫人不想看到自己 自己还偏就要在这里嗷嗷她 可到底有事 心里还牵挂着另一个人 当下便起身道 既然夫人要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摆出女主人的架子 严厉地将刘家看棚里 伺候的人挨个训了一顿 只是他们好生伺候七夫人 不然自己不饶他们晕晕 看到七夫人又有 晕厥过去的迹象 方才心满意足地 提了鞭子出去 翻身上马 问身边的侍卫道 人往哪里去了 跟着长公主殿下往那边去了 没骑马 走的路 马流一直跟着她 想来还在那附近 走 去把人给我找出来 她就不信这么乱 这么多的人 长公主 还能总观照一个陌生人 牡丹 仗着那个 普及面横广的鬼面遮掩 很顺利地摸到 看棚附近 约有三丈远的地方 就再也不敢靠近 徘徊良久 决定顾忌重施 再去报回案情 请方族们去捣捣乱 谁晓得才往街心走了几步 就听得一阵马蹄声极小 众人尖叫躲避 也有人大声咒骂 似是有人纵马及驰 牡丹不及回头 迅速往旁边闪让 还未来得及闪开 就听得身边人尖叫 一匹马冲着自己直直奔来 马上之人高高举起马鞭 鞭烧呼啸着毒蛇一般 朝自己劈头盖脸的抽来 看清清华郡主脸上 那恶毒的笑容时 牡丹的心跳差点停止了 往左躲是马蹄 往右躲是鞭子 前不得后不得 跑不掉躲不掉 他当机立断 护着头侧身过去 打吧 要打就打后背吧 清华郡主看到牡丹 缩成一团的样子 不由感到一阵快意 哼 原来你也会有这样狼狈的时候啊 刚才和刘畅抱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楚楚可怜呢 眼看鞭烧 已经要触到牡丹 忽然又改了主意 硬生生将鞭子转了个方向 哽狠地抽到马鱼上 那马儿吃痛 一声思鸣 抬起前蹄 就往牡丹身上踏去 众人尖叫惊呼 都叫牡丹快躲 牡丹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全凭本能行事 人在拼命地躲避着 脑海里 却有条声音在狂喊 她躲不掉了 人哪有马跑得快啊 清华郡主快意地笑着 嘴里却假装惊呼 哎呀 该死的死畜生 快快停下 一边又叫人上来帮忙 还不快来帮忙 实则 却是叫人来替她堵住牡丹 她手下之人不敢不从 拒兜打马上前 却见看热闹的人群中 有条身影突然跃起 机器迅速地 抓住奔跑中的清华郡主随从马儿的马鞍 长腿一撩 翻身上马 手肘劈头盖脸地 朝那马上之人一砸一推 那人惊呼惨叫一声 手一松就摔了下去 夺马之人片刻犹豫也无 只打马上前去赶牡丹 整套动作又快又狠 娴熟无比 也不知从前做过多少遍 引得惊叹一片 牡丹听得身后马蹄声更乱 晓得今日是无论如何也躲不掉了 索性将面具一把扯到地上 转身对着清华郡主 准备发表最后的演说 不就是死吗 死了再穿一回就好了 但是一定不能这样窝囊地死 清华郡主见她不躲了 忍不住宁笑起来 催马上前 口里却是更加惊恐地叫道 快闪开 话音未落 忽见义骑 从她的左后方 暴风中雨般迅速超越过来 马上之人一猫腰 就将牡丹捞上了马背 然后一个急速转身 擦着她的马头奔了过去 迅速跑开 惊得清华坐下的马儿 狂嘶一声 疯狂地纵僵起来 幸亏那马儿是养熟的 平时性情也温和 饶是如此 还是将清华郡主下得要命 拼命勒住马江 使出浑身解数 才算将马儿安抚下来 谁敢这样大胆 找死吗 清华郡主惊魂否定 又轻又怒 四处探望 但在那两人一起 已经停在不远处 夺马之人 正小心翼地将牡丹扶起坐好 而自己带来的人 此时方反应过来 忐忑不安地上前 伺候说是适才被推下马的人 腿摔断的 清华郡主气得要命 功亏一聩不说 还险些搭上自己 丢脸就丢底 抬手就给离他最近的一个 侍从一鞭子 咆哮地 到底是谁这样大胆 众目睽睽之下 竟敢夺马伤人 把他给我拖过来 我就不幸没有王法了 正要指挥众人 去拿那夺马之人 忽见五六个 衣着光鲜的男女 拿马过来 迅速围上那夺马之人 清华郡主看得分明 女子也就不说了 那几个男子 分明配着流金龙凤环 刀柄缠金丝的一刀 清华郡主呼得转了个念头 制止身边的人靠过去 静静观望 但见那夺马之人 低声和牡丹说了几句 扶他下马 让人让了一匹马给他 安置妥当后 方牵了夺来的马 缓步朝清华郡主走来 他穿了一身 青段剑袖圆领袍 着黑色高药靴 腰间挂一柄黑漆漆的横刀 宽肩长腿 神色淡定 从容不迫 自有一番气势 围观的众人 见他做了此事 不但不逃 反而主动折回 送上门来讨打 一边感叹是个傻的 一边却又赞叹佩服 是个侠干义胆 不怕事的汉子 纷纷给他让路 那人 走着离清华郡主 约一丈远的地方 停下脚来 将马将一扔 朝他摇摇抱拳 朗声道 郡主 别来无恙 食材没有受惊吧 清华郡主自他回头 便已经看清来者是谁 正是那日花宴上 飞刀快鱼的蒋长阳 此人的底细 他大概知道些 但想到食材 让自己险些吃的那个大亏 他就咽不下那口气 正要发作戒 忽见一人 急急忙忙的 自旁边一个看棚里走出来 正是刘成才 他怎么会在这里 也不知刚才的事情 他看到了多少 清华郡主 假装没看到刘成才 勉强按捺着怒气 深吸一口气 挺直背脊 摆出平时做惯的皇家高贵雍荣样 端坐马上 抱拳还了一礼 哈哈笑的 哈哈哈哈 原来是蒋兄 多亏你元首 不然今日之事 还不知该怎样收场呢 说完 用鞭子指着侍从贺道 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 看见我的马精了 也没本事制住 若非蒋公子元首 也不知要酿成多大的祸事 差点就出了人命 留你们何用 回去后自己个礼二十大百 既然郡主不怪罪 那再好也不过 在下先告辞了 蒋长阳看也不看 那被他推下马摔断腿的侍从 转身就走 清华郡主本来就是好容易才将怒火压下去的 说了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不过就是等着蒋长阳递个梯子 给自己顺着下巴了 若是蒋长阳问候一下被摔伤的侍从 表示什么歉意的 暂时就算了 谁知竟是如此 多话也没有一句 可见是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蒋长兄 你就这样走了吗 郡主还有什么吩咐 我想设宴谢蒋兄 今日援手相助 不知蒋兄可否赏脸 他不过是想借机报复而已 我若是不去 倒是何家女儿受罪 左右都是得罪 去局又何妨 好 不知蒋兄住在哪里 我好使人去接 我住在曲江市芙蓉园附近 一问便知 好 到时候蒋兄可不要推辞 我倒怎会这样眼熟 原来是丹娘 你说我这马儿也真是的 先前还好好的 怎么见了你就突然惊了呢 尽亏你运气好 不然 我岂不是犯下大错 兴许是丧心病狂了吧 到时候你也要来哦 蒋兄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你得敬酒才是 和牡丹 敢不敢来 你若是敢来 我们便做个了断 做什么了断 已经得到了你要的 你又何必死咬着我不放 不就是要我这条命吧 拿去 早死早超生 老年我没兴趣陪你们玩 不过如此 伤女就是伤女 粗鄙 不来就算了 何必 随即将马鞭 往屁股上一抽 指高强地走了 不但阴沉着脸 也不看蒋长阳和他伙伴的脸色 更无视旁边围观群众的眼神 跳下马去 直接朝刘成才走去 大声道 刘尚说 还请你高抬贵手 放过我表哥 刘成才 无意之中看到了清华郡主上演的一场好戏 虽然清华郡主很聪明地 及时终止了 但他心里仍然有些心惊 果然罪毒不过妇人心 接着 看到牡丹 吃了雄心豹子胆一般朝自己走来 直接了当地喊了出来 不由愣了愣 接着沉着脸道 你胡说什么 你的鬼剧到哪里去了 哪有儿媳这样对着公公大吼大叫的 你们何家就是这样教导女儿的吗 刘尚书还不知道呢吧 康城长公主是才亲口允了清华郡主 不日将求圣上赐婚于府上 明日来府上拿我的黎叔 西夫人已是允的 你难道不知吗 我听表舅家的家童说 我表哥被你无端扣在这里 人是不行 不知到底是何引诱 总不成因为他打了你儿子一拳 你就要借机险害他出气吧 刘成才 放着牡丹的嘴一张一合 其他的都没听清 只抓住两个关键词 赐婚 黎叔 虽然康城长公主 会掺和到这件事情中间来 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在他的谋算之内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 最终关键环节 却是坏在自家人手里 他太低估了流畅 这关键一步错了 后面的连环出错 措手不及 此刻他却是被逼到了悬崖上 根本就毫无退路可言 清华郡主这件事就怕较真 若是人家不计较 就是你请我愿的风流运势 若是真的计较起来 便是轻薄侮辱皇族 罪名可不小 少不得今夜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刘成才想到此 倒也顾不上计较牡丹的无礼 神色沉重的道 你随我来 牡丹见他神色凝重 心中担忧不已 只当已经发生了 不该发生的事情 回头看一眼蒋长阳 朝他扶了一扶 牡丹已经将他的住处 记在心里 今日不是机会 只能等改日 再上门去道谢 谁知蒋长阳 带着那几个朋友 走了过来的 何夫人 你的家人还未赶来 现在已问 你孤身一人不多 我们在外面等你 有什么需要 请你喊一声 有他们在外面候着 刘成才 饶时再狡猾 再奸诈 也玩不出花样来 牡丹心中大定 异常感激 他默不作声地 对着几人扶了一幅 转身跟刘成才进了看棚 但见此时看棚内的情形 又与先前不同 四处的账卖 都被放了下来 掩盖得严严实实 主人家被刘家的家奴 赶在角落里坐着 女人们满面委屈 李姓那个朋友 则满脸害怕地偷砍刘成才 牡丹厌气地瞪了那人一眼 狠狠地催了一口 这件事只怕也与他脱不了干系 他生平最恨的 就是那种以不光彩的手段 助纣为虐 陷害朋友的人 妖嫂 胡听得 有人温柔地喊了一声 古丹这才注意到 七玉珠扶着个丫鬟 扮演在帷幕旁 窃窃地看着自己 七玉珠发上 插着两只 双骨金钗宝电花 寂将色巴弗罗裙 裙脚的金铝 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墨蓝色柏林裙带上 盯着几颗品质上架的色色 反射出低调奢华的光芒 宝石蓝的薄纱皮袍里 半露着翠蓝的抹胸 趁得他肌肤如玉 目若秋水 看上去还透着骨子娇羞之色 看来是精心装扮过的 牡丹想到流畅那句 要亲上加亲的话 不由感到一阵恶心 七玉珠再美丽 此时落到他眼里 也和那绿头苍蝇差不多 当下淡淡地道 家儿娘子莫要乱叫 我可不敢当 那要叫什么 都有胆做那种事情了 还在这里装什么小白花 牡丹烦死他了 懒得理睬的 直接了当地问刘成才 刘尚书 我表哥呢 大娘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态度要不得 就算是咱们做不成一家人了 也用不着像仇人似的吧 虽然子舒对不起你 但我待你一直都很宽厚吧 朱娘也是个好孩子 你这样对她 她多伤心呢 朱娘 不叫表嫂那就叫表姐 表姐 牡丹不答 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大声喊道 罗珊 你死到哪里去了 说着 一把将帷幕扯开 探头往里看去 但见李信 衣衫整洁地 躺在李间的踏上 人却是一动不动 罗珊扶在她脚边 两只眼睛 哭得跟桃子似的 见牡丹探头来看 忍不住巴的一声 大哭起来 狗子要死了 我也活不成了 刘子叔拿刀砍公子 他拿刺着杂公子 想要公子的命 牡丹本来看到李信 衣饰整洁 隐隐松了一口气 此时又听罗珊 嚎着一声 不由唬了一大跳 回头冷冷地 瞪着刘成彩和七语珠 七语珠抢先道 了解你莫误会 她只是醉狠了 没有大碍 最多明日就醒了 真的 罗珊糊涂了 话都说明不清楚 说着脸又红了 这情形不像是 床内什么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牡丹皱了皱眉头 骂罗绅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 你主子喝醉了 你也不知道 给他弄的茶汤喝 刚知道哭 左右张望一分 看到桌上有茶汤 正要动手去倒 刘成才大步走过来 沉着脸道 猪娘来道 七语珠文言红着脸 快不过来 去抢牡丹手里的茶壶 妖嫂 我来 牡丹牢牢抓紧茶壶 定定地望着七语珠道 不敢劳您大驾 七二娘子还是松手吧 七语珠意识到牡丹的敌意 有些尴尬 缩回手去 偷偷看了刘成才一眼 刘成才的脸越发阴沉 大娘 你来得正好 今日这事你做个见证 做什么见证 做你们又砍又砸 将我表哥弄得半死不活 不幸人事的见证吗 也不需要什么见证吗 直接告到经兆府 由他们来判 何夫人 可是有什么不妥 需不需要在下帮忙 大娘 你若是聪明 就听我一句劝 这件事你还是少让外人掺和的好 你将他们引进来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多了一群看热闹的罢了 只要我想 现成的人正多得是 他扫了一眼 躲在角落里的那几个男女 冷冷地哼了一声 牡丹把目光投向七语珠 正色道 七语珠 这是一辈子的事 勉强不得 你不会想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吧 现在我已经完全确定 李星没有对七语珠做什么 七语珠脸一白 娇羞之色全无 他攥紧了帕子 惊慌地看向牡丹 又看看昏迷中的李星 牡丹再接再厉 你可知道 得不到夫君的尊重 被他看不起是什么下场 虽生有死 你确定你真的要这样做 荒唐 事已至此 难道你还有什么退路 你跟着那个混账东西来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这些 这意思分明是 七语珠你愿意也得愿意 不愿意也得愿意 七语珠又害怕地看着刘成彩 红了眼圈 完全没了主意 好孩子 你别怕 一切自有辜负替你做辱 你只管乖乖等着就好 什么都不要你做 我这就让人去把你姑母和爹娘叫来 他叫我把他砸晕的 他一定也不想要我这样 他会看不起我的 夫妇 我不愿意 我没做什么 他也没做什么 七语珠 你可敢把这些话 和我外面那几个朋友再说上一遍 请他们帮着做个见证 我表哥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七语珠又犹豫了 事才本是情急 这种事情叫他怎么开得了口 和陌生人说 刘成彩却是根本不管他的 直接就叫人 赶紧去把夫人和舅爷舅夫人请来 七语珠 鸟三四而后行 我表哥最恨罪瞧不起的 就是阴谋陷害他的人 七语珠惊慌失措 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胡亭外面传来一阵喧哗 接着看棚四周的帷幕 被人用刀搅得粉碎 七八个穿着团花锦袍 头上绑着红色抹额 胡子拉叉 年龄从三十多岁到十多岁不等的男人 立在四周 冷森森地瞪着刘成彩 手里的刀映着周围的灯光 寒气逼人 自家带来的人都被打得七到八歪 而蒋长阳那群人则抱着手在一旁看热闹 不由大怒道 什么人 难道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吗 我乃当朝三品大员 冒充什么三品大员 当头年龄最大的那个 很是不屑地邪逆着刘成彩 一刀将碗口粗的松木支柱砍断 就你这熊样 也敢在天子脚下假装三品大员 欺负咱兄弟 刚从边家回来不知道 看看你穿的衣服就不像 来啊 兄弟们 咱们替经兆府 将这个胆敢冒出朝廷命贯的老鸡拿下 那几个人吼了一声好 猛地扑了上去 一人按住刘成彩 其余几人抬礼信 对付刘家家奴的对付刘家家奴 忙而不乱 凶而不惭 牡丹看得目瞪口呆 这都是谁啊 不听围观的人群中 有人喊道 丹娘快过来 却是何二郎 何大郎在人群中对他招手 牡丹眼见着罗珊 还在那里发着呆 忙伸手托起他往外跑 才刚和大郎二郎会合 那几个人已经旋风似的结束了战斗 将李信扔在马背上 转眼间跑得无影无踪 光秃秃一片狼藉的看棚里 刘成彩 绝着山羊胡子 由七玉珠扶着 脸色清白 差点没晕厥过去 显然是惊吓过度和愤怒已急 你还好吧 大郎确认牡丹无恙后 二郎轻声和牡丹解释 是李信家的表哥们 才送幽州回来没多久 我们思来想去 也只有先把人抢出来这个法子最好了 牡丹松了口气 望向蒋长阳 正要领了大郎二郎过去谢他 蒋长阳已经朝他点了点头 带着他的朋友们上马离去 我们也回家吧 爹爹他们只怕已经等急了 牡丹扫了一眼 悬然玉气的七玉珠 和气得发抖的刘成才 搬起了大郎和二郎的手 喊上游在惊头怒耳 不知状况的罗山 迅速离开 事业 刘家宅子灯火通明 刘成才疲惫的柔柔额头 扫立眼还在啜泣的七玉珠 淡淡地道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不听话才捅出了这么大的娄子 你们若是要怪我没照顾好他 我也没法子 若是要嫁理性 我自当想办法 若是不想嫁 我也会设法把这事演了 到底要怎样 你们商量好和我说 七长林和崔夫人对视了一眼 阴沉着脸不语 裴夫人咳嗽了一声 道 大姐 您看这事 七夫人一张脸白得像鬼 歪在绳床上半闭着眼 只淡淡地挥了挥手 你们自己看这办吧 什么都不合心意 不是他想发飙 是实在没那个力气和心情 一小的清华郡主就要进门 她的胸口就一阵阵地闷疼 刘成在心里还记挂着刚才绑回来 关在房里的刘畅 没心思陪他们慢慢熬 便起身道 我先去收拾那个逆子 七长林忙劝道 姐夫 孩子大了 有话好好说 刘成才不置可否 甩甩袖子 静止往刘畅的房里去了 我先去收拾那个 谢谢观看